第二百三十五章找工作 第二天 江爸爸睡到接近中午才起来 张雨夕吃过早餐 已经上课去了 林峰想去团结路看看 奈何今天要带宝宝们上课 所以给刘波打了通电话 让他过来拿钥匙 去团结路看看 刘波来得晚 大概三点多才到 因为他背了半头猪过来 小宝宝们呼啦啦全过来围观 小脸上写满了惊奇 猪不是很肥 恰到好处 肉质一看就明显不同 林峰愣住了 看着整半头猪不知道怎么下手 家里好像没有工具啊 刘波解释 我爸妈给我拿来 就是这样的 我想找人给划了再带过来 可一直没找到 只能一路带过来了 刘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这半头猪可不轻呢 林峰犹豫了一下 我回头想想办法吧 刘波坐下来喝口水 哥 这件事你交给我 你一天带孩子出门都不方便 林峰想了想给刘波一串钥匙 你去团结路 这是A1A7的钥匙 去了之后试了什么情况 你打视频给我 如果我不方便接视频 你就录像 详细一点 刘波也没多问 拿起钥匙 又把猪带走了 我等会去菜市场找个猪肉档 给钱让他把这半头猪给划了 林峰点点头 辛苦你了 回头我打电话 谢谢叔叔阿姨 刘波笑道 这有什么辛苦的 你这么说 就太境外了 风风火火来 又风风火火走了 林峰带着宝宝们 和江晨晨小朋友一家 去上早教课 这次上课的是汪老师 还有一位辅导老师 宝宝们今天要做的是 形状分类 颜色分类等 要求他们独立完成 家长不能参与 年龄小的小朋友可不干 家长一离开 就嗷嗷哭 哄孩子 就是辅导老师的工作 哄不住了 也只能让家长进来陪同 当然 也只是个别 来上汪老师课的小朋友 都在两岁左右 主要锻炼宝宝们的动手 和独立能力 为上幼儿园做准备 林峰不担心其他宝宝 就是三宝年人 有些不放心 所以 林峰跟汪老师提出 让三宝坐中间位置 前后左右 安排哥哥姐姐们 或许这样 能让三宝有安全感 眼看着林峰要走 三宝的笑容一下子 消失了 爸爸 林峰安抚他 爸爸去上厕所 你在这里坐着 好不好 不好 回答得干脆果断 林峰轻声说 你看 哥哥姐姐都在教室里 他们会陪着你的 不要 林峰抱着他问 那爸爸不去上厕所 会肚子痛痛的 会不舒服 三宝挖了一声 林峰适当地皱起眉头 安抚三宝 爸爸上完厕所就来 好不好 三宝一副 勉为其难接受的表情 那爸爸 你要快点 好 爸爸上了厕所 第一时间赶过来 好不好 没有爸爸 三宝会害怕 不怕不怕 还有哥哥姐姐呢 我要爸爸 林峰轻轻他 爸爸知道了 快去吧 老师和其他小朋友 都要做游戏了 三宝这才一步三回头 坐回到位置上 辅导老师虚掩着门 林峰趁机偷偷看 就看见三宝眼眶都红了 一副被抛弃的小可怜样 一旁的家长笑着说 小孩子刚开始是这样的 等过几天就好了 有这么多小朋友陪着 一会就忘记 果然 在汪老师调节气氛下 三宝跟着其他宝宝都笑了 林峰这才松了口气 去上了厕所之后 在外面跟刘伯视频 刘伯赶到团结路后 开车绕了一大圈 然后给林峰打了个视频 哥 你看看 就是这个 A1 A7 其实就是两个大门面 打通之后有300多平米的样子 除了地板是新的 墙纸 吊灯 都要重新装修 林峰心里大概有个底了 让刘伯回来 然后又给罗老板打电话 安排好一切之后 林峰赶紧回到教室门口 就看见三宝的视线 不断地看向门口 小表情可怜巴巴的 林峰在门缝朝三宝挥手 三宝顿时笑了 也不愁眉苦脸了 妇女二人互相比心 坐在前面的二宝抬起头 见状 来 也给爸爸比心 玩得最开心的四宝 四有所感 一看 发现爸爸对自己比心呢 赶紧比心 仿佛再说 爸爸 四宝爱你啊 大宝撅着嘴 隔空喵喵打 接下来的时间 家长们都在教室外的椅子上坐着 江晨晨的爸爸 正在用手机APP找工作 拿着手机左右看了看 凑到林峰跟前小声问 上面说出国务工 可不可靠 林峰略微吃惊 江大哥 这种事 你还是不要想 你不知道 最近国外 很多嘎腰子的吗 江晨晨爸爸 哦了一声 最后 他看中一个家具厂 招聘学徒的广告 底薪四千家寄件提成 保底算下来 一个月有八千 江晨晨爸爸 做了两三年的工地 身体不仅耗得差不多 钱也没挣到几个 虽说一天有三四百的工钱 遇到逢年过节 有六七百一天 但是一日三餐的伙食费 怎么说 也要三四十块钱 偶尔吃炖好的 一天下来 就要一百多 所以 其实一个月 也就六七千的样子 这些钱 你还未必能拿到手 遇到拖欠工资的 能给你拖一整年 年底结清 已经不错了 遇到有的老板 给你拖个一两年 那都是平常事 所以 钱没挣到 老婆孩子也没有招不到 而且工地上 偶尔还要上高价 几十层楼很正常 他还这么年轻 孩子才两岁多 为了以后的生活 他果断放弃工地 找个技术活 未来也能有一技之长 他从App后台 联系到了家具厂的老板 当老板得知 他是零基础 连安装都不会 只给了两千的底薪 寄件的话 一个月差不多四千来块 凌峰见江晨晨爸爸回来 看表情就知道 工作没戏 江大哥 工作只是不着急 慢慢来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江晨晨爸爸 重重地叹了口气 去门口看一眼宝贝儿子 看到儿子脸上的笑容 他仿佛也对生活 充满了希望 第二百三十六章 他话太多了 下课铃声响起 王老师让家长们 接宝宝回家 NAT 今天宝宝们的表现 都非常棒 三宝搂着凌峰 爸爸 老师说 三宝乖 凌峰轻轻他的小脸蛋 嗯 我们三宝最棒了 二宝跟小猴子似的 顺着腿往上爬 凌峰蹲下来 右手抱着他问 二宝今天学得开不开心 超开心 随后 二宝凑过来小声说 四宝被老师批评了 哈哈 小小年纪 就学会了幸灾乐祸 为什么 因为 三宝不知道什么时候 站在旁边 见二宝说不出所以然来 总结说 他话太多了 凌峰 他承认四宝调皮 承认四宝是吃货 第一次 有点不敢承认 四宝是个话牢 凌峰转过去 就见四宝霹里啪啦 说着什么 对面身穿公主群的小公主 怎么说呢 就是被人摁头安立的表情 他妈妈倒是听得津津有味 大宝走过去 大宝走过去 牵着四宝的手 拉着他走 凌峰内心有点复杂 分别时 江晨晨十分不舍 叔叔 我以后还可以去你家玩吗 他一紧张 说话就吐字不清楚 凌峰点点头 好啊 随时都可以来 江晨晨开心的不行 你们也可以常来我家哦 江晨晨妈妈骑着电动车过来 挂着菜和肉 叔叔再见 叔叔阿姨再见 下次 下次来我家看鱼哦 我们一起玩玩具 看着在这江晨晨的电动车离开 宝宝们情绪有些低落 好了 我们也要回家了 二宝嘟着嘴说 爸爸 我想跟他一直玩 可以啊 但是他也要回家的 凌峰骑车回家 刘波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旁边放着三个大口袋 里面都是切好的猪肉 凌峰带着宝宝们去洗手 切了水果 又拿了点心 让他们吃 吃完了过来 爸爸带你们去洗手哦 宝宝们玩了半个多小时 早就饿了 凌峰和刘波整理肉 挑选出了一条非常好的五花肉 其他的 他打算做腌肉 猪尾巴和猪蹄 用来做乳肉 凌峰让刘波帮忙打下手 自己炒大料 大料炒好之后 把肉放在大锅里 腌起来一段时间后 晾起来 就好了 好不好吃 最主要的 就是看炒料 哥 你做饭吧 马胃这种事交给我 凌峰笑问 你想吃什么 嘿嘿 我随便 不挑食 大白和肥肥 一直围着肉打转 尤其是大白 螺旋桨尾巴 都要摇上天了 凌峰把存货鸡胸肉 拿给他们 又使用 殉宠师技能 让肥肥大白 看着宝宝们 半个小时后 张雨昕回来了 一进厨房 哇 怎么这么多肉 凌峰解释 是刘波父母 在乡下买了一头猪纱的 给我们了半头 张雨昕看着这些肉 肥瘦刚刚好 谢谢你刘波 嫂子 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半头猪 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 价格不贵 他们也没啥送的 也就送一些乡下的鸡鸭这些了 老婆 可以带宝宝们洗手吃饭了 嗯 凌峰做的是鸳鸯火锅 顺便把冰箱里剩的那些菜 都收拾收拾 正好秋天来了 吃火锅正舒服 饭桌上 凌峰让刘波在这里留宿一晚 明天过去看店铺 刘波当然没意见 大口大口吃火锅 吃完之后 主动洗碗 当然 也不全是没心没肺 想着今天在团结路看店铺的事 今年三复天的时候 刘波在阳城首付了六十多万 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 等交完房装修后 就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凌峰给宝宝们洗了小脸蛋 洗下屁屁 小脚丫子后 让张雨夕带着宝宝们上楼睡觉 自己有事要跟刘波说 来 跟爸爸说晚安 二宝哒哒哒跑过来 搂着凌峰的脖子 爸爸晚安 凌峰弯腰抱着女儿 父女摸摸的 二宝晚安 四宝费一样的跑过来 爸爸晚安 每个孩子都来个晚安稳 目送宝宝们上楼 还挥手再见 刘波问 哥 能抽烟吗 你随意 没孩子在 抽烟什么是可以的 刘波拿出烟灰缸 抽着烟 忍不住佩服道 哥 我是真佩服 你对孩子的耐心 凌峰坐下来 笑着道 对自己孩子都没耐心 难不成 要把耐心用别人身上 刘波想想也是 但要是换做自己 就算是轻生的 怕也做不到这么有耐心 一个还好 可四个 那就是个大工程 就好比刚才洗漱 一个孩子十分钟收拾 四个孩子就快一个小时了 这还只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 而且照顾孩子 全都是琐碎的小事 忙前忙后 都是围着孩子转 他不佩服不行啊 今天你看了那铺面 感觉怎么样 说起铺面 刘波一下子来了精神 团结路是商业街 店铺自然是没有话说 大哥 那个店铺 你打算做什么 林峰说 我打算开个寓英超市 刘波忙说 这个可以 明天 你带罗老板去店里 让他测量测量 尽快出图 装修的事 就交给罗老板的人 你呢 在店铺装修好之前 去那些育婴超市 考察考察 看看人家都卖的什么 顿了顿 林峰才想起 陈小彤这个人来 算了 这事 交给陈小彤来办 他有经验 办事效率高 刘波点了点头 没意见 林峰说啥就是啥 回到房间 林峰洗漱后 便躺到床上 现在一天天活动量大了 宝宝们上了小床不到五分钟 就睡着了 四宝妈 也就十分钟 一提到四宝 林峰就忍不住想笑 老公 你笑什么 我笑四宝 老师今天批评他了 张雨夕一下子就上心了 做直问 批评什么 你猜 张雨夕愣了一下 上课放屁 不是 那是什么 能让你觉得好笑的 话太多 林峰被张雨夕的表情 给逗笑了 估计自己在教室时 也是这个表情 没想到吧 四宝竟然还是个话牢 张雨夕又默默躺了回去 睡觉吧 明天有课吗 上午没课 那明天早上 辛苦老婆照看一下宝宝 我出去办点事 好搭老公 张雨夕乖巧的点了点头 第237章 星豪国际酒店 第二天 林峰做好早餐 再叫张雨夕起床 老婆 起床吃早餐了 还有 我要出门了 第二句话 成功让张雨夕醒了过来 张雨夕赶忙起身 披上居家睡衣外套 来到楼下 你去忙吧 我看宝宝就好了 林峰已经收拾好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打电话 好的 张雨夕下楼目送林峰离开 然后洗漱吃饭 宝宝们现在除了吁吁和拉臭臭外 大多数情况 都不需要大人时时刻刻看着 而且 他们拉臭臭和吁吁都会说 张雨夕吃完饭 躺在沙发上迷迷糊糊起来 宝贝们在玩耍区 各自玩各自的 宝贝们 有什么事叫妈妈 妈妈咪小会哈 林峰从监控看到这一幕 还好他出门前 给家里的大白 下达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让他看着宝宝们 如有异常就去找张雨夕 开车来到新豪国际 林峰停好车 拨通一个电话 不到半分钟 就走过来一个西装革履 拿着公文包的男人 或许是这个酒店正在营业 跟系统之前奖励的商铺 和别墅都不同 所以有些手续 需要他本人亲自办理 是林先生吧 这边请 一进门 门口站着两位漂亮的迎宾小姐姐 他们穿着新号新号新号 看起来高贵优雅 欢迎光临 两人在大厅休闲区坐下 签订完手续之后 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 收购手续办理成功 新豪国际酒店正式纳入宿主旗下 就在这时 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 看到林峰之后 他顿时愣住了 脸上闪过一抹惊恶之色 办理手续的男人 直至林峰说道 就是林先生收购了新豪国际酒店 你们好好谈谈吧 林总您好 我叫王志华 是新豪国际酒店的总经理 以后您叫我小王就行 林峰点点头 如果林总有空 您看我让各部门经理 召开一个见面会 林峰看了看时间 还有一个多小时 好 林峰跟着王志华来到会议室 前后不到五分钟 各部门经理陆续到场 说实话 林峰一下子接手这么大家酒店 确实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还有些猛逼 他学的不是酒店管理 对这方面也是一窍不通 新豪国际酒店 有行政部 人力资源部 市场部 前厅部 客房部 餐饮部 采购部 财务部 工程部 保安部 总共十个部门 来跟林峰见面的 都是各部门经理 这次大会 主要是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各部门经理 以及酒店 现在的各方面 进度如何 新豪国际当初修建的时候 就是按照四星级标准来建的 只是后来资金不足 从四星降到了三星 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 后期资金充足的情况下 升四星实际上也花不了多少钱 以为只是简单的认识 没想到 他们还互相汇报工作 新豪国际的收购 是老板急需用钱 所以才卖了 他的地理位置和硬件设施 在阳城都能称得上 是性价比超高的酒店 在某旅游 API口碑榜上 新豪国际 从不低于前五名 这次会议 各部门经理一汇报 就是一个小时 林峰看了看时间 等最后 那名部门经理讲完后 直接站了起来 今天的会议 就先到这吧 一切照常进行 离开会议室 林峰要了王志华的联系方式 然后开车离开 毕竟要赶紧回去做饭 下午老婆还有课 宝宝们估计也饿了 王志华送林峰回来 前台小姐姐几个人围过来 王经理 刚才那个超级大帅哥 是我们的新老板 王志华点点头 不能吧 看上去好年轻 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这么年轻 哪里来的钱啊 会不会是父母给的 王志华面无表情 敲了敲前台桌子 别八卦了 该干嘛干嘛去 以后叫人家林总 还有 人家早就结婚了 听到后面那句话 两位前台小姐姐 顿时万分失落好可惜 这么帅又有钱的帅哥 竟然结婚了 好妒忌他老婆 上辈子肯定拯救了银河系 才能嫁给他 林峰驱车回家 悬关换鞋时 听见客厅的动静 赶紧说 老婆 我那边耽搁了 抱歉回来晚了 是不是饿了 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做饭 四宝跟飞毛腿似的 从小就跑得飞快 爸爸 四宝刚才吃了小饼干 可是还是好 身后跟着的二宝挖一声 委屈不已 二宝肚肚肚空空 要吃饭饭 两条腿前面挂着二宝和四宝 没地挂的大宝 从后面抱住林峰的腿 爸爸 大宝肚肚饿了 三宝也是一脸委屈 站在不远处 眼眶都红了 现在快一点了 平时这个点 宝宝们早就吃饭了 差不多饿了一个多小时 林峰都心疼了 张雨昕看着熬熬带饭的宝宝们 她真的无能为力 把林峰做的小零食都喂了 可林峰为了宝宝们吃的新鲜 也没做多少 老公 我 看到张雨昕的职责 林峰更自责的是自己 饿了吧 老公马上做饭 乖 爸爸马上给宝宝们做 林峰迅速地给宝宝们 蒸了三个蛋 四个宝宝一起吃 在蒸蛋的同时 林峰还给宝宝们 煮了之前包的海鲜小混沌 他们两个大人 吃牛肉扫子面就好了 不到半个小时 宝宝的也好了 大人的也好了 为了让宝宝们的混沌 快点冷下来 林峰用冷水冰着 等宝宝们吃完了蒸蛋 混沌也不烫了 给宝宝们分好混沌回来 大人的面条也做好了 一家人坐在饭桌上 除了林峰之外 他们有种活过来的感觉 四宝大口大口吃着 一边吹 一边吃 二宝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女宝中 就她饭量最大 大宝属于闷声干大事的 一小勺一个 三宝呀 这次也是饿惨了 都开始有脾气了 爸爸喂 如果一个孩子 偶尔破例还好 可四个宝宝 一次破例 那必然是要此次破例 林峰已经有了 对付三宝的绝招 三宝 可是爸爸好 呃 爸爸要吃饭饭 要不三宝你先自己吃 等爸爸吃完了 在位 好不好 一边说 林峰还扮演一个 快要被饿死的父亲形象 三宝嘟着小嘴 虽然非常不情愿 却不得不自己吃 他总不能让爸爸饿死吧 饿死了 就没有爸爸 好可怜的 等林峰吃完 三宝也吃完了 老公 我本来想叫外卖的 可是担心外卖吃了不卫生 所以就 等宝宝们睡着后 张雨夕自责 情绪非常低落 我真的好费 连饭都不会做 林峰搂着他 不会做饭 有什么费的 还有老公吗 今天情况特殊 下次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也是我考虑不周 没有跟你说 冰箱有海鲜小混沌 张雨夕抱着林峰 就跟受了委屈的三宝似的 林峰好笑 好了 别乱想 就是一顿饭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林峰转移话题 你想不想知道 老公出去做什么了 博梗处传来张雨夕 闷闷的声音 干什么去了 第238章 来酒店上班 你知道新豪国际酒店吗 张雨夕想了想 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 但是一时半会想不起来 新豪国际酒店 是阳城的一家酒店 前几天老板缺钱 打算卖 你老公运气好 碰巧遇到这个机会 就收购了 张雨夕压了一声 我想起来了 就在火车南站不远 我之前还去附近的大学应聘 她的文凭应聘没问题 关键是 没有找到合适的住房 这件事 就不了了之 所以 对新豪国际熟悉一点 好像是三星级酒店 张雨夕眨把眼睛 老公 很贵吧 还好 因为老板急寿 我掌握了一手信息 所以价格还不错 赚了一些 张雨夕皱眉 可老公 你会打底酒店吗 林峰笑着说 不会可以学习啊 你别忘了 你老公我可是学霸 而且 新豪国际是个成熟的酒店 她会自己营业的 张雨夕 张雨夕对林峰 是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所以 对收购酒店这件事 她肯定是全力支持的 她攀着林峰 老公 你知道吗 你越来越优秀 我就越来越不安 林峰也察觉出来这一点 只是不解 自己对家 对宝宝和她 从来没有丝毫改变 顶多是资产多了一些而已 可自己不是个坏男人啊 也没有变坏的前兆啊 她还是她 也尽量对老婆呵护备置 尤其是某事 自己可是拼命地在证明自己 存货 都是留给老婆的 自己对她的迷恋 从未曾改变 林峰挑起张雨夕下巴 问 乖 跟老公好好说 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你太优秀啊 你看你 长得又帅 身材又好 单单凭借外在条件 就能迷倒大一片女人 更别提你有钱 又温柔 又顾驾 又有耐心 张雨夕提到自己 心里不是滋味 再看看我 除了长得的好看 并没有什么特长 不会洗衣做饭 不会做家务 不会带孩子 除了吃和睡 似乎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 想到这里 心情好低落 而且 之前我还大放厥词 说我能养你和宝宝呢 林峰摸了摸张雨夕的小脸 神色严肃地说到 找个会洗衣做饭 又会带孩子的 那心好心好心好脆 找个保姆不就好了 至于我长得帅 你不长得国色天香吗 再说钱这个 我挣钱的目的 都是为了你跟宝宝 没有别的心思 我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让你有安全感 你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呢 要不 我把钱都转给你 这样我们身份互换了 会不会让你有安全感 张雨夕忙说 不用不用 我就是今天被打击到了 有杆发 我一会就好了 我调整一下就好了 女人所谓的冷静和调整 很容易又开始胡思乱想 林峰搂住她 老公会一直爱你 爱宝宝们 爱这个家 这句话 她说了很多次 也用实际行动 一遍遍实践 她哪里会感受不到 抱住她 老公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嗯 这次过年 我们去魔度过年 好不好 张雨夕点点头 好 当晚 少不了一番折腾 第二天 张雨夕还在床上睡觉 林峰洗漱完后 给江晨晨的爸爸打电话 那边传来机器设备的声音 林爸爸 是你啊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如果再忙 那就等你有空再说 那我十分钟后 再给你打过去 成吗 没问题 十分钟后 江大哥 是这样的 我收购了一家酒店 我听说 嫂子以前是做酒店管理的 可以来酒店上班 还有 我过几个月 要开一家育婴超市 如果嫂子不嫌弃 也可以来上班 工资这方面 你可以放心 江晨晨爸爸 在那边犹豫了一下 回答道 这个我不能帮她答应 得回去问问她的意思 好 那你回去问问嫂子的意思 晚上 江晨晨爸爸回到家 洗了澡 把自己收拾干净后 在饭桌上提出这事 老婆 你怎么想 江晨晨妈妈为难了 如果你之前没找到工作 我可能会去试一试 现在你手上有工作 我一走 孩子谁照顾 江晨晨爸爸吃一口肉 犹豫了一下 老婆 我这个工作可以预解 你想去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不行的话就算了 江妈妈没说话 四在考虑 等洗完了碗后 从厨房走出来 挨着老公旁边坐下 老公 如果我去了 那就是 你在家里照顾孩子 你能行吗 江晨晨爸爸诧异 当然可以啊 多学多问就好了 儿子又不是才几个月 他都知道 冷暖会表达 照顾他来 总比照顾奶娃娃强啊 他点点头 这方面还是选择相信老公 握住丈夫的手 等我工作稳定 你也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孩子放在早托班 他喜欢交朋友 也喜欢玩 居在家里 反而没意思 江晨晨爸爸犹豫了一下 好 夫妻二人商量好了之后 江晨晨爸爸给凌峰打电话 嫂子同意了 那让他明天去星豪国际 找一位叫王志华的经理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 记一下 1349697 挂完电话 夫妻二人都猛了 星豪国际 骑电动车 过个新修的桥就到了 如果没有新修这桥 那要骑40多分钟 等等 星豪国际酒店 江爸爸看妻子神色异常 不解地问道 怎么了 他一直都在外地 几个月回来一趟 有些事 自然不知道 江妈妈惊呼 星豪国际酒店 是扬成一家性价比很高的三星级酒店 一提到性价比高的酒店 没有人不知道星豪国际的 什么时候 星豪国际被收购了 他生意看起来很不错呀 夫妻二人还以为 就是那种普通的酒店 他没想到 竟然是星豪国际 那工资 怕是不会低到哪里去 这么一想 他就开心了 凌峰给王志华打电话 明天有个叫攀磊的人找你 你多代代他 王志华抓重点 多代代他 他以前是管理酒店的 因照顾家庭生疏了几年 是我孩子朋友的妈妈 王志华明白了 这是要重点培养啊 明白了 林总挂断电话 林峰把这件事跟老婆提了提 张雨昕也表示赞同 你安排就是了 江晨晨的父母 都是忠厚老实的人 要不然也不会交出这么乖巧的孩子 第239章 怕老婆被人惦记 晚上 潘磊是又激动又忐忑 再加上孩子睡觉不老实 他就更睡不着了 忙碌一天的丈夫 此时已经睡着了 他辗转反侧 终于抵不住睡意 沉沉睡去 第二天 照顾孩子习惯早起的他 迷迷糊糊就醒了 Net 他赶紧叫醒老公 快起来 我今天要去上班 你要在家看孩子 江明睡得迷迷糊糊 听到这句话 醒了 潘磊把周煮锅里 把昨晚上买回来的包子 拿出来蒸热 又从泡菜坛里 捞出几个泡好的小红萝卜 一阵忙碌之后 就等周好 他这才得空去收拾自己 一进屋 发现人还躺着呢 立即犯愁了 起来了 江明听出老婆语气不对 一个机灵坐起来 我起来了 起来了 潘磊轻叹一声 坐在化妆台上开始化妆 自从有了宝宝之后 他就没怎么化过妆了 大多数时间 都是素面朝天 不过他底子不错 再加上五官大气 以前学过舞蹈 所以身材这方面 一直都很好 稍微收拾打扮 就很好看 江明从厕所出来 被眼前的老婆惊艳到了 老婆 你真漂亮 没有哪个女人 不喜欢听老公称赞自己 潘磊微微一笑 推他一把 走开 我选衣服 这几年 为了方便照顾孩子 没买几件像模像样的衣服 还好他身材管理得很好 以前的衣服也能穿 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满意地笑了 老婆 你这么美 工作上中 肯定会有人对你有意思 那个时候 你会不会瞧不上老公 是个矮穷错啊 老婆 老婆 你怎么不回答我呀 潘磊给了他一个白眼 让他自己体会去 仿佛在说 你看我乐意搭理你不 这个时候 孩子醒了 潘磊提醒他 带孩子去上厕所 然后给他洗脸刷牙 最后带他吃饭 去了厨房 把一家三口的饭盛好 老公 我先吃了 江明的声音 从卫生间传来 老婆 一会儿要不要我送你去上班 潘磊一边吃一边回 没时间了 第一天上班要早去才可以啊 等江明这边忙完孩子 潘磊已经在玄关换好了鞋子 准备出门 给儿子摸摸大 儿子 妈妈今天要去上班 晚上才回来 今天由爸爸照顾你哦 又叮嘱江明 带孩子出门一定要看紧 知道吗 尤其是带孩子过马路 或去到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牵着他 不能让他乱跑 知道吗 还有外面的东西 不要随便给他吃 免得到时候肠胃又要不好了 有什么是不知道的 打电话问我 说完这些 潘磊匆匆离开 留下父子二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好了 我们去吃饭吧 同一个上班时间 张雨昕跟老公孩子们吻别 老公 今天上午我只有一节课 可以早点回家 林峰说 既然这样 那就顺便去超市买些菜回来吧 什么菜 买自己喜欢的就成 好吧 接下来就是做午饭 等张雨昕回家 等宝宝们睡完午觉起来之后 带着他们去上早教课 一天天没什么不同 都是这些事 晚上 林峰打电话给王志华 得到了对潘磊不错的评价 勤快认真又好学 因为潘磊学的 就是酒店管理 专业知识还是比较强的 第二天早上 江明打电话过来 问张雨昕 哪天上午有空 晚上好到他家吃饭 潘磊九点下班 晚饭要晚点 一合计 就约在周五晚上 张雨昕第一次到江晨晨小朋友家里 从玄关到客厅 家居隔世一目了然 江明正在打扫卫生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早 赶紧把人请进来不好意思啊 家里有点乱 我这正在打扫呢 看着江明手忙脚乱的样子 林峰问 这几天都是你在带孩子吧 一个人忙不过来吗 江明呵呵一笑 还行吧 刚开始是有些鸡飞狗跳 不过现在习惯了 孩子们早就在客厅打成一片了 江晨晨小朋友还十分热情的 把这点玩具分享给张雨昕 张雨昕连忙道谢 谢谢 谢谢 四宝好奇问 为什么这个奥特曼的手断了 江晨晨回答 因为跟变形金刚打架 打 打输了 就断了 大宝手中的变形金刚 也少了一只胳膊 残壁还在地上躺着呢 大宝哒哒哒哒跑过来 妈妈 你能给我修好吗 张雨昕拿过来 妈妈试一试 但是不能保证 一定能够修好 倒过半天 修不好 大宝又跑去找林峰 林峰使用手工技能 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 虽然不能达到复原的状态 但是能用 这可把大宝给高兴坏了 拿着修好的变形金刚 去四宝和江晨晨跟前炫耀 看到了吗 这是我爸爸修好的 他什么都会 超厉害的 江晨晨也赶紧说 我爸爸也厉害 他还会修房子呢 大宝一愣 然后强调 可是你爸爸 不会修变形金刚啊 所以还是我爸爸厉害吗 这边江明还在收拾 做家务不擅长的他 觉得好累 林峰去厨房洗手 看到除了米饭蒸锅里 买的菜都摆着 不由地问 江妈妈什么时候下班 到家要九点 林峰 九点 做好吃饭 差不多都快十点了 小孩没事 来之前给宝宝们喂了饭 到时候再吃一些就好了 林峰问 你们晚上准备做什么 做饭这种事 江明不擅长 只说 不知道啊 是发消息让我买的这些 林峰看了看这些菜 大致猜出 攀垒要做什么菜 林峰来到客厅 江明这边也打扫完 端着水果 和超市称的散装小点心上来 你们吃 转眼 过去了半个小时 到了平时的饭点 加上张雨昕 中午在学校外面没吃多少 这回早就饿了 不爱吃零食的他 吃了不少小点心 点心好吃 但是却太腻口 他受不了这味 趁着江明给潘雷打电话的空档 张雨昕小声说 老公 我饿了 在家里有林峰 一日三餐 都是按时吃饭 养成习惯后 到点就饿了 林峰拍了拍他 不行 老公就去做饭 张雨昕点点头 好 在他眼里 谁做饭都没有他老公做的好吃 吃惯了林峰的手艺 他现在嘴可叼了 第二百四十章 林峰的恩情 江明给潘雷打电话 得知差不多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回来他 顿时就急了 嘴上却说 那行 我们等你回来 潘雷那边也没办法 要不你这样 先把菜洗出来 肉切好 不是要做育儿鸡吗 你把鸡焯水 到时候 我回来直接炒就好了 江明点头 好 挂了电话 江明叹口气 林峰来厨房 看见他正准备给鸡焯水 忙说 我来吧 江明赶紧说 不用不用 你是客人 怎么能让你做这些 你这样焯水 一会鸡肉会柴一些 哦 林峰找来挂在上的围裙 他什么时候回来 江明尴尬说 差不多还要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老婆怎么挨得住 林峰一边给鸡焯水 一边跟江明商量 不如这样 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做 嫂子回来直接吃就成了 江明当然不能同意啊 说好请人家 来家里做客的呀 让客人做饭 像什么样子 林峰淡淡一笑 语气是不容江明的反驳 一顿饭而已 江大哥别太认真了 江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那多不好意思 还让客人做饭呢 林峰毫不在意 上次我来 不是吃过嫂子的手艺吗 再说 这不是情况特殊吗 等哪天嫂子休假 我们再来做客怎么样 江明当即点头 那就这样决定了 张雨昕借着洗手的机会 来厨房看看 趁着江明没在厨房 他小声问 老公 还要多久 林峰转头 被他小狗模样的表情 给都逗笑了 最多15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我刚才听江大哥说 江妈妈还有半个多小时呢 他一会就回来了 我给王志华打电话 让他今天提前放人 王志华是谁 酒店总经理啊 哦 果不其然 潘磊到家了 闻着香味来到厨房 脸色一变 哎呀 怎么能让你做饭呢 他赶紧洗手过来帮忙 对不住啊 今天有事担当了 现在才回来 改天我休假 等坐好了 再给你们打电话 林峰点头 好啊 还是上次的安排 宝宝们跪在椅子上吃饭 为了完 吃得可快了 大人还没吃到几口 就都吃完了 玩去了 江明拿出橙汁 给林峰和张雨昕满上 今天实在是对不住你们啊 林峰淡淡一笑 说这些太见外了 张雨昕表示自己不想说话 只想赶紧填饱肚子 吃得差不多了 江明率先开口 今天请你们来家里吃饭 主要就是想谢谢林爸爸 给孩子妈介绍工作 江明端起饮料说 我以饮料代酒 谢谢 潘蕾也举起饮料 和丈夫一起站起来 林峰也跟着站起来 不用谢 也是嫂子有这个能力 江明笑着说 我嘴笨 不太会说话 这次的事 我牢记于心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林峰笑 好 吃饭休息了一会 看时间差不多了 启程回家 潘蕾对张雨昕说 下次我休假 坐好了 再请你们来吃 饭桌上他看出来了 人家是饿了 张雨昕摇头 嫂子不至于 一顿饭而已 可偏偏就顿饭 还招待不周 他们心里就更自责 等人一走 潘蕾脸色不大好 这次我们都太差劲了 江明轻声说 老婆 别在意 我们下次不回来就好了 他们不像是在意 这种事的人 你也别往心里去 潘蕾点点头 嗯 两个人在厨房洗碗 今天屋子收拾的不错呀 对了老公 我想买一辆电动车 这件事说到江明的点上了 我今天也正在想这事呢 我认识的一个人 就是卖电动车的 回头我打电话问问他 Q Net 老婆 你喜欢什么颜色 什么款式的 潘蕾笑着说 我都也可以 这个不挑 江明凑过来 虽然老公没能力给你买轿车 但是买电动车 必须给老婆最好的 潘蕾 两千多块 外观过得去 就好了 不行 我老婆怎么说 也要四千多块的 买这么贵干什么 浪费钱 不要 我就要给老婆买这个 省一两千块过年拿给妈 今年只有过节才给几百 过年怎么说 也要拿一两千吧 没事 过年那两个欠我为款的老板 说要把钱打过来 真的 有多少钱 大概两万五的样子 足够我们过年 潘蕾神神秘秘说 我今天问了王经理工资的事 你猜 是多少 江明健壮 就知道应该不低 有没有五千 潘蕾比划 八千 江明吃惊 八千 潘蕾点点头 王经理说 我现在是实习期 等正式入用 工资一万二 江明吸口气 老婆 你马上就要约入过万了呀 别一脚踹了老公啊 潘蕾白眼 懒得跟你平嘴 听王经理的意思 我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要努力 好好工作 江明点点头 想来是林爸爸 有心帮我们 潘蕾赞同 是啊 不然怎么会让王经理亲自带我 他一天那么忙 我还什么都不懂 如果不是上面指示 他才懒得管我 江明探口气 这份恩情 我们得记在心里 可不是 第241章 关系曝光 周六深夜 阳城大学 某男生宿舍 一句突如其来的卧槽 惊醒了众人 卧槽 你们来看看 我找到张女神什么大量 张老师的老公 学校除了张雨昕 还有几个张女神 原来是某位北大学生 发了一个帖子 帖子的主要内容不重要 重要的是 里面写的是 张雨昕和林峰 是夫妻 有图有真相 途中 林峰和张雨昕两个人 推着婴儿车 两人相视一笑的眼神中 充满了爱意和深情 高高在上的张女神 此时呈现出小鸟一人的姿态 这还是 学校那位大名鼎鼎的冰山女神吗 曾有人开玩说 面对自己老公 张雨昕这种冰冰冷冷的女神 估计也不知道 什么叫温柔 在外人看来 她是一个将冷卧 刻进骨子里的人 角色的容颜 学子们梦寐以求的知名学府毕业 身材更不用说 她不苟言笑 几乎就没有看她笑过 这种冰冷至极的女人 面对自己丈夫 估计也是女王驾到的态度 也因此 学校关于她老公的传闻很多 但有一条是真的 她老公在家全职带孩子 她负责美貌如花 做好自己的事业就好了 对啊 这种冰冰冷冷的女神 他们完全无法相信 在家相夫教子的她 会是个什么模样 可当照片中的男人出现 传闻张女神的老公真正曝光时 他们心里那叫一个 竟然是张老师 曾经任教师的学生 Net 学生 他们的学长 哎 他们的学长 凭什么 哼 不服 但是 不得不说 这逆天 足以让女人舔平的帅气颜值 足以碾压她们 承认 帅的确有很大的优势 可那又怎样 长得帅 就了不起啊 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一干爱慕者 酸得不行 可又极度不已 恨不得自己代替凌峰 成为张雨昕的老公 有一种女神 被兄弟给抢了的感觉 绝不饶恕 还他们女神 第二天一大早 才六点过 张雨昕手机响了 凌峰一看备注 是某老师 老婆 有老师电话找你 张雨昕压了一声 拿着手机 去衣帽间接电话 张老师嘛 现在学校都在传 凌峰就是孩子的爸爸 什么 张雨昕顿时被吓得清醒了 现在整个学校都在传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 张雨昕慌了神 他们从哪里知道的 对方沉默了一下 那这就是默认了 是有发帖 然后放出了你的照片 我一会给你个链接 你看看吧 谢谢 张雨昕梦了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呆了呆凌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在门口 她并没有听见对话内容 一来就看见张雨昕发呆 神色不知所措 怎么了 张雨昕扭头 干巴巴说 我们的事 全 全校都知道了 全校都知道了 怎么回事 发现了就发现了 怎么 你老公还见不得人 而且你之前不说 已经做好 被发现的准备吗 现在一下子全校都知道了 不挺好的 慌什么慌 张雨昕干笑一笑 就是太突然了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凌峰安慰她 我们现在不比从前 我就要毕业了 曝光影响不到我 再说 就算失去这份工作 老公养你一辈子都没问题 张雨昕吐出一口浊气 抱着凌峰 让我抱一会 桌上的手机屏幕亮了 凌峰顺手拿起来 点开那位老师发的链接 大致明白了一些 原来是我们逛北大学校的时候 被人拍照 发在他们论坛上了 后来学校一位同学 跟北大一位好朋友聊天 好巧不巧 我们关系就这样爆出来了 这或许 冥冥之中 老天自有安排 张雨昕忍不住笑了 回头 他们估计得说我 比你大几岁了 凌峰看了看下面的评论 胡说 清一色说我不要脸 把他们的女神拐跑了 还有质疑我 除了我长得帅 一无是处 嗯 骂我的人也不少 张雨昕顿时担心起来 我看看 凌峰放下手机 看什么看 人家爱怎么说 那是人家的事 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别管这些 如果学校因为这件事 让你辞职 我们就换一家 别担心 一切都有老公呢 张雨昕点点头 有老公在 我什么都不担心 凌峰笑问 这才对吗 要不要睡一会 不了 我已经醒了 那我们在 张雨昕靠在她怀里 怎么会不知道这话的意思 翘脸一红 不要 凌峰有些失落 张雨昕见不得凌峰这样 犹豫一下 宝宝们一会就要醒了 凌峰大喜 还有一会呢 这一天 对于凌峰夫妻而言 没有什么不同 张雨昕曾经设想过 万一哪天 两人的关系被曝光 会怎么样 想了很多 最后发现 这一步迟早要走的 也就这样吧 该来的 就让她来吧 帖子下面 一片对凌峰的声讨 而那些计算机专业的人 在当天晚上 干了一件大事 那就是把凌峰 从小到大的事情 都给扒出来了 在清晨 将帖子po到论坛上 第242章 这样的老公 给我来一打张雨昕的老公 名叫凌峰 出身没成 家里曾经小有资产 父亲之前是做投资生意 巅峰时期 拥有上千万的家产 虽然破产 但是历经波折 现在也是个小富二代 但到这里 他们的内心OS 麻痹 一出生就输在了气跑线上 大学期间 曾在短时间内 交往过一名女生 不到半个月 就分手了 分手原因 是嫌对方太穷 帖子这个时候 还特意备注了一下 这个时候的凌峰 家庭正处于破产动荡期 众人开始跟铁 绝情小罗利 这女的怕不是个傻子吧 长腿欲姐 这颜值就算是个穷鬼 姐姐妹妹 师徒也能养得起啊 刚思富婆 所以说 以后遇到穷的 别怕 万一后进族 是只钱利谷呢 男生们则纷纷对凌峰表示同情 没想到 长得帅 还是会被人甩啊 那他们心里平衡一些了 接着 八主声明 这期间 他没有查到两个人的相关记录 只知道 两人曾在同一城市出现过 接着 对方罗列出凌峰名下产业 扬城资产如下 团结路A1A7商铺两间 新豪国际酒店一栋 九层楼 三星级 上下九步行街商铺一间 荣泰豪亭住房一套 翠湖别墅别墅一套 住 价值三千万 煤城资产如下 玉华里三百平米的商铺 明月山庄别墅一套 住 价值两千万 三亚 有一套海滩别墅 距离海滩步行五分钟 名下有一辆奔驰斯宾特房车 一辆宝马320i 一辆宝马伊尼 以及一艘小型房艇 这是八主能查到名下产业 有意思的是 这些都是结婚之后投资买的 所以 兄弟们 学长还是学长 而且 学长 真全职带娃 众人 男人 好吧 现在不仅是颜值被甩出几条街 能力也被完全碾压 他们就大放一下 把女神让给临风好了 没办法 实力悬殊太大 一比较 完全是被人摁在地上 看 这就是拿下张女神的男人 女人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神仙老公啊 长得帅 身材好 又有钱 有了老婆 还甘愿做全职奶爸 别客气 这样的老公 即便是没钱 也可以给他们来一打 麻痹 张老师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遇到这么好的男人 他们的相遇 相识到相知 女生们脑补了一场轰轰烈烈 又狗血的爱情故事 NAT 那些酸柠檬 杠精的发生 都瞬间被淹没 开玩笑 多甜美的校园恋爱啊 这么唯美的爱情 这么浪漫的感情 是很多人向往的好吗 吃不到葡萄的人 非说葡萄酸 甘愿做女神背后的男人 一天24小时 围着孩子转 试问能有几个 愿意这么付出 周日晚上 林峰两人 从江明家回来 老公 还是你做的饭好吃 是吗 那老公一直给你做 好不好 二宝顺着林峰的腿爬上来 爸爸 二宝最喜欢爸爸做的饭饭 三宝也不甘落后 三宝也喜欢 张雨夕怎么有一种 女儿来跟自己争宠的感觉 收拾宝宝们去睡觉觉 爸爸要工作一会 你们跟妈妈一样 都要乖乖睡觉觉哦 四宝追问 爸爸 工作什么 林峰想了想 相当于上课 不能打扰 要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 小宝贝们都惊讶了 原来爸爸也有老师啊 他凶吗 他会给奖励玩具吗 会让你唱歌吗 有安老师这么漂亮吗 四宝喜欢漂亮的 会生气吗 会给爸爸零食吃吗 我能看看爸爸的老师吗 林峰耐心地回答 宝宝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来个晚安文 都睡觉觉 三宝亲身问 会很辛苦吗 妈妈说 大人工作很辛苦的 虽然三宝不太会甜言蜜语 但是很暖心 林峰捧着他的小脑袋 爸爸不辛苦 乖宝贝 晚安 过去摸摸老婆 晚安老婆 老公 忙完了早点睡 嗯 林峰使用技能 如果有什么事 让大白来书房通知自己 林峰坐在电脑跟前 跟刘波和罗老板视频 一番讨论后 就选最后这个方案吧 林峰淡淡说 罗老板跟林峰多次合作 已经摸清楚林峰的喜好 回到房间 捏手捏脚推开门 就听见四宝的声音 悄悄走过去一看 好家伙 竟然偷偷在玩小变形金刚 其实就是小塑料做的 又假又丑 是今晚上 去江晨晨小朋友家里做客 从游戏堆里面翻出来的 宝贝的步行 觉得特有意思 四宝 四宝吓得一抖 扭头看清楚来人 小嘴一扁 林峰蹲在小床边 摊开手 已经很晚 快睡觉 四宝不情愿地 把玩具交出来 要吁吁吗 四宝点点头 林峰直接抱起他去卫生间 收拾好宝宝后 林峰让他乖乖睡觉 好了 乖乖睡觉 林峰躺下 留意四宝在小床上没动 想来应该是睡着了 第243章 校长找你 第二天 林峰见张雨昕化了个女王妆 气场高贵冷艳 今天去学校 肯定要面对很多风言风语 老婆 别想太多 张雨昕微微一笑 不会 我已经打算正面迎战了 宝贝们的彩虹屁 都要吹到天上去了 哇 妈妈今天好漂亮 最美的妈妈 跟仙女一样 四宝最爱妈妈了 妈妈 笔心 开车抵达学校 张雨昕整理妆容后 直接下车 一下车 三米开外能冻死人 张雨昕目不斜视地走进学校 每天 只要是她出现的地方 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周围同学纷纷投来 奇怪地笑 张老师 走 张雨昕点点头 走 气场全开 谁也抵挡不住 那些脸上挂着姨妈笑的同学 纷纷愣住了 天啊 就在她们身边上演了一部堪比电视剧的爱情大戏 张老师早 嗯 早 那小姑娘走了几步 鼓起勇气转身 朝张雨昕比心 张老师 祝你和学长幸福哦 张雨昕 从学校正门走到办公室 张雨昕收到不少学生的祝福 怎么说呢 脑袋有点蒙 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 还以为会被大家风言风语吗 想不到 他们竟然会这样自己 张老师 你没事吧 开口询问的 正是那天给张老师打电话的老师 他淡淡一笑 没事 木嫂整个办公室的老师 有些老师都避开她的视线接触 低头假装忙手里的事 不知道是因为今天的她 气场太过强大 还是因为学校出现的舆论 这时一位和张雨昕年龄相仿的女老师找她 张老师 校长找你 我知道了 谢谢 校长办公室 校长是一位年过五十的男人 曾还想把张雨昕介绍给儿子 后来得知张雨昕有孩子 只能失望打消这个想法 校长 你找我 坐 校长往椅子上一靠 面无表情问 关于你跟林峰的帖子 说的是真的 张雨昕点点头 是真的 校长又问 能跟我说说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刚才她看了两人在学校的档案 有些摸不着头脑 感觉八杆子也打不到一起的人 怎么就成了夫妻 这毕竟是个人隐私 校长又说 如果不方便说 那就算了 她的态度放缓 笑了一下 我就是好奇一下 没别的意思啊 校长对张雨昕一直都很赏识 这次去北大的进修机会 按理说轮不上她 应该派资深老师去 就连张雨昕觉得 自己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没想到真选中了自己 后来得知 是校长下的最后决定 看着眼前慈祥的老者 张雨昕打去问 原来校长也喜欢听八卦呀 校长略有些尴尬 我就想知道 你怎么会看上她 如果说的是真的 当初凌峰跟你在一起 一无所有吧 当初 自己并不知道张雨昕已经结婚 为了笼络她和儿子 还特意安排在办公室见上一面 结果 人家正眼都不瞧自家仔意 儿子可是她的骄傲啊 父子二人为这件事弄得有点自闭 后来得知张雨昕已经结婚 也就释然了 然而今天她想不通啊 怎么就是凌峰了 是因为长得帅 好吧 确实帅 可自己儿子也不差 关键还成熟稳重 也有能力啊好吧 凌峰这小子也确实有能力 证明张雨昕没有看错人 但是 当初是什么 让张雨昕选择和凌峰在一起 其实我跟凌峰能在一起是因为一场误会 十分钟后 校长感觉自己听了一场爱情故事 这种故事好像只在电视剧上出现过 她感慨 你和凌峰两个人都是好孩子 能勇敢承担责任 不错不错 张雨昕问出自己的担心 校长 你会辞退我吗 校长文言有些诧异 为什么要辞退你 你和凌峰都是成年人 男未婚 女未嫁 恋爱结婚有什么不对吗 如果因为你们的身份 而辞退你 那大可不必 这里是大学 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吗 校长一下子变可爱了 张雨昕感激不已 谢谢校长 化最A的妆 露最憨的笑 校长心里暗响 莫非 张老师真实属性是个憨憨 她摆了摆手 笑道 没事了 去忙吧 一出办公室 张雨昕的脚步都变得轻快起来 立即给凌峰打电话 凌峰正在沙发陪宝宝们玩 老婆 一旁的四宝 有母有样喊 老婆 凌峰和手机那头的张雨昕 都忍不住笑了 老公 我跟你说 嗯 我听着 我刚才校长是出来 他问了我们的事 还说不会开除我 是吗 那很好呢 还有 好多同学来对我送祝福 我都梦了 这一点倒是让凌峰有一点意外 是吗 和张雨昕挂完电话后 去学校贴吧看了看 原来 是因为超能力啊 感谢送祝福的可爱学生们 希望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上课 张雨昕站在讲台上 高贵冷艳 目光扫视全场 今天我就不点名了 把课本翻到第八页 由哪位同学来回答 下课铃响起 张雨昕和上教案 下课 张老师 祝你和学长幸福 老师 你要幸福哦 我们都支持你 张老师 学长 加油 张老师 如果学长对你不好 可以考虑我哦 依依 你走开好吗 戏精细好多 张老师 祝福你 这些都是大一的心声 平时对张雨昕怕得很 今天都开始脾气来了 张雨昕心里感动 鸣嘴略带害羞一笑 谢谢同学们的祝福 爱你们哦 他双臂弯曲举过头顶 给大家比心 这反差萌 让同学们都呆住了 张雨昕一时忘形 回过神来 拿起东西就跑 卧槽 张老师刚才是不是笑了 Q Net 星号星号星号 不仅是笑 还对我们比心 天呐 这对CP太好课了 张老师反差萌 好可爱 我好喜欢 张雨昕回到办公室 回想起可爱的同学们 忍不住笑了 这或许 就是做老师的快乐吧 中午 回到家 张雨昕先是对着林峰 狠狠摸摸哒一个 然后跟蝴蝶似的 飘去洗脸了 林峰摇头失笑 今天心情真不错呢 被张雨昕忽略的宝宝们 不开心了 一个个像小尾巴似的跟了过去 要张雨昕抱抱 等张雨昕出来 身上挂满了宝宝 第244章 带宝宝逛校园 张雨昕今天心情格外开心 抱着孩子们一直笑个不停 宝宝们也感受到了她的快乐 围着她不愿意走开 开饭了 统统洗手过来吃饭 张雨昕就如同火车头 开小火车去洗手手了 宝宝们彼此拉着小手 咯咯笑着 林峰成好宝宝们的饭菜 又把大人的饭菜端上来 坐下吃饭饭 宝宝们都乖乖地坐下来吃饭饭 张雨昕坐下来一看 哇 都是自己喜欢的饭菜呢 来 我们庆祝一下 这句话 林峰是用嘴型跟张雨昕说的 她端来两个饮料杯子 隔空碰杯 恭喜我林先生的身份 今天终于公布于众 以后 就可以张雨昕老公的身份 出现在学校了 听林峰这么说 张雨昕顿时心生愧疚 老公 这一年以来 谢谢你对我的包容和支持 让你受了委屈 对不住了 林峰眉毛一挑 真这么想 我会连本带希收回来的 无形开车最为致命 现在 张雨昕已经能瞄懂林峰开车 小脸一红 娇称道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林峰一脸无辜 我怎么没有好好说话了 张雨昕不想理她 开开心心享受老公 为自己准备的大餐 安顿宝宝们午睡后 林峰问 既然身份公开 那是不是我和宝宝们 可以去探班吗 张雨昕压了一声 你们要来见我吗 林峰笑说 宝宝们得知妈妈是老师 很崇拜你呢 宝宝们上了早教课 对老师这个职业 有了一份崇拜和尊敬 张雨昕靠在她的怀里 打个哈欠 等你们有空就来吧 老公 只有你陪在身边 我才睡得着 怎么办 我离不开你 林峰看她快要睡着了 哄着她 老公会一直陪着你 张雨昕本能地 倾倾她的衣服 沉沉睡去 这一天 很快就到了 周五这天 张雨昕上完课之后 还要开会 一来二去 来不及回家吃饭了 林峰打开砂锅门的肘子 一边检查一边问 你们会议什么时候结束 张雨昕整理资料回答 快一点吧 具体我不清楚 老公 今天你就和宝宝们 先吃吧饭菜 我晚上回来吃 哎呀 不跟你说了 我去上课了 打零了 林峰看了看时间 叫宝宝们来吃饭 快来吃饭饭 然后我们去找妈妈 好不好 宝宝们一听 要去找妈妈 一个个追着林峰问 四宝问 爸爸 妈妈不见吗 我们为什么要去找妈妈 林峰回答 不是不见了 是妈妈因为工作 不能回家吃饭饭 所以我们要去 给妈妈送饭饭 不然 妈妈要饿嘟嘟的 二宝问 妈妈上班班的地方吗 林峰回答 是啊 妈妈是老师 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顺便给妈妈一个惊喜 大宝问 妈妈也在叫小宝贝吗 是不是我们可以玩 林峰回答 不是 里面都大哥哥大姐姐 跟爸爸差不多 四宝问 为什么他们还要教 都 很大了 二宝更问 对呀对呀 老师说 小朋友才要好好学习 林峰回答 大了也需要学习的 因为有很多知识 要大了才学习的 一直没说话的三宝 冷不丁地来一句 那要学很久很久吗 林峰想了想 也不一定 如果你想学的话 变成老爷爷 也是可以学习的 宝宝们都开心了 林峰拍下他们的笑容 等再大一些 再给知道真相的他们看吧 现在的他们 还以为学习就是做游戏 各种玩呢 好了 我们一起快吃饭饭 然后给妈妈送过去 妈妈工作好辛苦的 没有饭饭吃 饿肚肚肚很难受的 我们不要妈妈饿肚肚 好不好 宝宝们一口同声回答 好 吃完饭 给张雨昕的饭菜 用便当和装好 然后开车去学校 这个时候 学校放学 校门口都很多人 林峰提着东西 用安全绳牵着宝宝们 特别叮嘱了 堪比哈士奇的某三人 一定 一定不能乱跑 林峰给张雨昕打电话 没人接 看来还在开会 那就去办公室等他吧 林峰提着饭盒 带着宝宝们来到学校 哇 这不是林峰学长吗 是他吧 真的是他呢 哇 好帅 天啊 怎么能这么帅 那就是张老师的宝宝吧 天啊 我的小心脏受不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张老师好幸福 老公帅 宝宝们一个个都这么可爱 真是人生赢家 大宝和四宝 是最不怕生的 走在最前面 虎虎生风 好奇的四处打量 后面 走得慢吞吞的二宝 同样好奇的打量 他们对周围投来 想要 如阿他们的目光 已经稀益为常 林峰壁弯里 还抱着一个小可爱呢 三宝看这么多人 觉得爸爸的怀抱 才是最安全的 趴在林峰的胸口上 眨巴着大眼睛 看着周围场面 还是非常壮观的 全家颜值都非常能打 都快赶上追星的程度 张雨夕任何一年多 外界只知道 她生了四个萌出血宝宝 今天 是他们第一次 跟宝宝正式见面 看到他们 众人不约而同享 又想骗我生孩子 第245章 不做电灯泡 一路走来 受到万众瞩目他们 来到张雨夕的办公室 除了一位女老师在 其他人都开会去了 看到林峰和四个宝宝 这位女老师瞬间梦了 你好 请问张老师的办公室 在这里吗 靠 靠窗户那张桌子 就是张老师的 谢谢 不用谢 我以前教过你呢 不好意思啊 请问老师怎么称呼 钟老师 这么一提醒 林峰有了些印象 赶紧说 钟老师好 钟老师这边已经起身 来到林峰面前 笑问道 你这是给张老师送午饭啊 林峰点头 对啊 以前我们因为关系 总要避着 现在我们的关系 已经不再是秘密 所以我就过来送饭了 钟老师点头 眼里对林峰满是欣赏 张老师嘴挑 那次我跟他一起吃牛肉面 就吃了几口 我以为是他胃口不好 后来才知道 不喜欢吃外面的东西 林峰笑着听他说 目光密切关注宝宝们的 一举一动 三宝乖乖坐在张雨昕的椅子上 大宝给了玩具 坐在另一位老师的椅子上 自己玩玩具 二宝和四宝两个人 好奇的这看看 那看看 这里边边角角多 两个宝跑得又快 很容易磕着碰着 你们两个给我回来 林峰皱着眉头 语气已有了一丝不悦 这里是老师们的办公室 不要到处乱跑 还有 不能随便碰别人的东西哦 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来 到妈妈的桌上看 这是什么 林峰拿出张雨昕鼻筒里的小香珠 逗着他们 二宝还是有眼力见的 哒哒哒就过来了 知道林峰有点生气 搂着他摸摸的 爸爸 二宝最爱爸爸了 乖 林峰把小香珠给他玩 目光看向 依旧扒拉在人家办公桌 好奇不已的四宝 四宝没眼力见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林峰敲了敲桌子 四宝 要不要吃饼干 四宝一听 眼前一亮 哒哒哒跑过来 每到这时候 林峰都有一种错觉 四宝是一条狗狗 只有吃的 能换回它 钟老师在一旁看着 能把宝宝们照顾得这么好 还是有些手段的 颇有一些感慨 他去自己办公室 拿出了几包旺旺小馒头 孩子们能吃这个吗 可以吃 钟老师给宝宝们 笑咪咪说 都拿去吃吧 乖 宝宝们看一眼 林峰在得到了同意之后 宝宝们都乖巧地说谢谢 钟老师歪着脑袋 笑咪咪说 不用谢 林峰拿出湿纸巾 给宝宝们擦完小手 才可以吃 宝宝们有了吃的 也就安静了 不一会 就听见外面有人进来了 听声音 是他们开会结束 钟老师笑着说 他们回来了 张雨昕走在最后面 拿出手机一看 是林峰的未接电话 哇 好可爱的宝宝 哪里来的 这不是张老师家的四胞胎吗 以前看过他们的照片 一黄眼这么大了 哟 拿下我们冰山女神的男人出现了 好哇林峰 你小子真是闷声干大事 可以哟 大学没毕业 老婆孩子都有了 羡慕 宝宝太可爱了 羡慕张老师 张老师 你家属在这里呢 张雨昕正要拨过去 就看见众人议论纷纷 还有同事的打去声 顿时 羞的哟 有些不知道怎么面对 过去一看 果然是林峰和宝宝们来了 看桌上放着便当盒 张雨昕心里一暖 妈妈 妈妈 宝宝们一看到妈妈 哒哒哒跑过去 就看见平时在办公室 一直不苟言笑的大美女 笑得跟一朵花似的 温柔的都可以滴出水来 看得大家一脸稀奇 你们怎么来了 四宝抢着说 爸爸说你要饿肚肚 二宝躺着脚尖 我们给妈妈送饭饭来了 大宝吃着小馒头 有很多好吃的哦 三宝挤到最前面 妈妈 三宝想你了 看到这一幕 大家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林峰坐在办公椅上 食指交叉 笑着看这一幕 好了 让妈妈吃饭了 张雨昕走过去 林峰打开便当盒 香味立即扑面来 酸得其他老师忍不住调侃 哎呦 有人送饭真幸福啊 就是 一天天在外面吃的 都瘦了好多 什么时候 也有跟我送饭就好了 则则则 这种福利 我们是享受不到的 走了走了 今天喝杯奶茶 全糖 给自己填一填 算我一个 张雨昕终究是脸皮薄 笑着问 你们要不要吃 哎呀 这是爱心午餐 我们怎么好意思吃呢 就是就是 人家大老远送过来 心意领了 我们就不打扰诸位了 不一会 办公室的其他老师 呼啦啦的都走了 明显是不想坐电灯泡 没有人 张雨昕也能放开 甜蜜蜜的冲林峰一笑 谢谢你啊老公 林峰坐在隔壁老师的椅子上 谢什么 不过是举手之劳 宝宝们来之前 都吃饱饱了 可是 对于吃货而言 永远都插了那么一口 四宝乖巧问 妈妈 好吃吗 爸爸做的肯定很好吃 张雨昕还没有明白儿子的意思 一旁的林峰看得明白 四宝依旧乖巧 那能给四宝吃一口吗 说完 四宝比划了一下 就一小口 一小小口 张雨昕笑了 明白了 给四宝加了小肉丝 尝一尝 四宝点头 好吃 二宝眼巴巴看着 妈妈 二宝也要 还有大宝 成成成 都有份 都有份 每个宝宝都尝了一口 心满意足了 以后中午回不来 我给你送过来 张雨昕摇头 那样太麻烦了 我在外面随便吃点就行 不麻烦 顺便带宝宝们出来逛一逛 消消食 张雨昕犹豫了一下 那老公方便的时候 再送吧 这时 有位大一的女同学 林峰留意到 她在门口徘徊了半天 有很多同学 时不时扒在门口 往办公室里面偷看 NAT 终于 这个小姑娘 被大家给推出来 张雨昕在吃饭 没有留意到门口的动静 张 张老师 第246章 学长太帅了 张雨昕听到有人叫自己 和林峰说话时的笑容 渐渐消失 瞬间又变成冰山美人 浑身上下都透露着冷漠 怎么了 小姑娘手里拿着书 这道题 我不会 张雨昕优雅地擦了擦嘴 把饭盒挪了挪 这道题是这样的 嗯嗯 小姑娘明显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一双眼睛 滴溜溜地围着宝宝们 和林峰身上打转 张雨昕问 听明白了吗 小姑娘回过神 啊 听 听明白了 还有哪道题不懂的 小姑娘在林峰的注视下 心中一慌 没 没有了 张雨昕点点头 你不吃饭吗 快去吃饭吧 小姑娘点点头 那 那我不打扰老师吃饭了 去吧 小姑娘溜烟跑出办公室 拍着胸口 靠在墙边的学生们 拉着她问 怎么样 看清楚了吗 张老师的老公 长得怎么样 小姑娘 回想林峰看自己的目光 脸颊一热 她超帅的 顿了顿又说 她应该猜出我的目的了 原学追问 有多帅 反正就是很帅 比偶像老公都要帅 呃 真的假的 小姑娘急了 当然是真的 真人近距离看 更帅好吗 而且宝宝们 一个个都超级可爱 另一名女同学 跃跃欲试 撑 我去看看 张雨昕没吃几口 又来了一位女学生 女学生笑眯眯说 张老师 我是来问题的 张雨昕有些错愕 什么题 这小姑娘成绩挺好的 极少主动来问题 女学生眼角余光 看向正在给宝宝们擦手的林峰 麻痹 果然很帅 浑身扑面而来的干净清爽的气息 这侧脸 简直绝了 呜呜 宝宝们都好可爱 是 是这道题 张雨昕眉毛一挑 别告诉我 这么简单的题 你都不会 女学生一看 发现自己随便指的一道题目 竟然是最简单的基础题 女学生见张雨昕那冰冷的神色 一下子慌了 我 我看错了 不是 不是这道题 林峰看出她跟刚才出去的那位 是同一个用意 你吃饭吧 我来教 张雨昕 女学生 林峰笑着说 再不吃 饭菜就冷了 林峰把张雨昕连人带椅子推到一边 自己搬来一张椅子 坐下来笑着说 我是你们的学长 差不多要毕业了 教你是没问题的 这一笑 麻痹 感觉自己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 林峰问 哪道题不会 女学生红着脸 我 我突然想明白了 我会了 抱歉的 打扰了 说完 仓皇而逃 出去之后 小伙伴们表示非常不满 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就是啊 三十秒都没到呢 卧槽 你脸怎么这么红 不会是撞见了什么吧 刚才进去的那位女同学 嘿嘿一笑 嘿嘿嘿 是不是很帅 心中荡漾了 女学生捂着发烫的脸 内心发出吐蕃手的尖叫 没错 她好帅 你知道吗 她来给我讲题 刚才的女同学妒忌了 卧槽 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待遇 你们知道吗 她好帅 侧脸好美 而且身上带着淡淡的香味 很好闻 麻痹 她对我一笑 我就受不了了 赶紧跑出来了 女同学嘿嘿一笑 知足吧 至少对你笑 人家都没有正眼 看我一眼好吗 有女同学 就有男同学 中间混进来了不少男同学 走开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是要看张老师的 嘿嘿 这次 进来的是一位男同学 大大咧咧地进来 看到张雨昕跟凌峰说着什么 一脸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人模样 是他们在课堂上 不曾见过的 见到男同学 张雨昕收敛了笑容 凌峰似笑非笑问 这位同学 你是不是也有提不讳 凌峰明明在笑 可是笑容却带着凌厉的冷 男同学接不下去话了 匆匆忙忙说了一句 不好意思 走错路了 然后便快步离开 卧槽 还有一个比我更快的 你的情况有点不对哦 也对 看到张老师老公这么帅 受到打击很正常 唉 真羡慕张老师有这样的老公 星号星号星号 为啥好看的帅哥 都应年早婚 不给我们单身狗一点机会吗 唉 散了散了 突然一下同情我自己了 我也是 甜甜的爱情都是人家的 我只配拥有柠檬 张雨昕又不傻 大概明白什么了 看一眼凌峰 若有所思 吃饭 NAT 吃完饭 凌峰打算坐一会再走 教室就这么大 宝宝们偏偏又到了 喜欢到处乱跑的年纪 等张雨昕吃完 宝宝们就拽着凌峰出去 他们要出去玩 张雨昕点头 你跟宝宝们出去玩吧 凌峰叹口气 老婆 学校人多 宝宝们又喜欢乱跑 我一个人看不住他们啊 张雨昕一拍额头 抱歉老公 我没想起来 凌峰笑 正好我们带宝宝在校园逛一逛 然后就回家 成 说着 夫妻二人带宝宝去玩 这个时间 很多学生都刚吃完饭回来 随处可见的大学生 一下子冒出四个宝宝出来 就问你意不意外 而且 个个都可爱得很 就问你喜不喜欢 竟然还能看见 最近风云夫妻 就问你惊不惊喜 二宝不想走路 要抱着 三宝娇气 不想动 也要妈妈抱 前面大宝和四宝两个团子 不 哈士奇 已经开始起飞了 凌峰跟在他们身后 视线一刻都不敢挪开 校园大 足够他们跑和玩的 有些学生会来逗逗他们 给玩具哄他们开心 大宝和四宝 偏偏又是个嘴甜的 说话 那就会哄人 走了一会 大袋子里面全是宝宝们的零食 还有一些小玩意儿 什么毛茸茸的小兔子 可爱的抱枕等等 主要是可爱的东西 统统送给可爱的小宝贝们 他们尝到了甜头 嘴巴变得更甜 更加会讨人喜欢了 第247章 反差萌女神 不知不觉 几人来到一家小卖部 两个短裙女学生举着甜筒 还没吃上一口 大宝和四宝迅速冲过去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甜筒 小姐姐 小姐姐 两个小姑娘 哪里见过这么可爱的萌娃 蹲下来问 叫我们什么事啊 大宝非常直接 这是什么 好吃吗 四宝歪着脑袋卖萌 我们尝一口 一小口 四宝还特别比划了一下 强调道 真的 就一点点 两个小姑娘被可爱到暴击 仅存的理智告诉他们 抱歉哦 你们还太小 不能吃冰呢 大宝顿时垮下来一张小脸 四宝歪着脑袋 非常可怜问 一点点也不行吗 妈呀 这是什么人间小可爱 吃 必须吃 小姑娘把尖尖那一点 递给四宝 宝宝 你只能吃一点点哦 吃多了 肚子会痛痛的 四宝乖巧地点头 就在他刚要下嘴的时候 身后传来凌峰非常严肃的声音 四宝 你在做什么 四宝浑身一抖 就连大宝也吓了一跳 两娃扭头一看 被凌峰严肃的表情吓到了 这回功夫 凌峰手上抱着二宝 快步走了上来 凌峰对两位小姑娘淡淡一笑 略带歉意说 不好意思 我家宝宝给你们添麻烦了 两个小姑娘同时啊了一声 你 你们是 另一位扯了扯闺蜜 不麻烦的 他们超可爱呢 你是张老师的老公 凌峰学长吧 祝你跟张老师百年好合 天长地久哦 凌峰汗寿 谢谢 张雨昕笑了笑 谢谢 在他眼中 只要送上祝福的 都是小可爱 凌峰把大宝和四宝拉到一旁 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爸爸怎么说的 有没有告诉你 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 更不能找别人要了吃 不管他们给你们什么东西 必须经过爸爸和妈妈的同意 爸爸有说过吗 大宝和四宝都要吓哭了 凌峰皱眉 不许哭 大宝平时都不哭的宝宝 听到这里 眼泪渐渐憋了回去 四宝却伤心地哭着 他嗓门大 这一哭 周围人都看着了 内心OS 卧槽 怎么能让这么萌的小可爱哭呢 他们的心不会痛吗 好想过去安慰一下宝宝哦 凌峰对四宝的哭无动于衷 扭头教育大宝 大宝听完之后点点头 知道了爸爸 凌峰又对二宝和三宝提了个醒 张雨昕看四宝哭得伤心 想要过去哄 被凌峰制止了 四宝开始的时候 是哭得挺伤心的 可后来发现 凌峰和张雨昕都没搭理自己 哭声就变成了单豪 睁开眼睛看着他们 渐渐的 四宝独角戏哭不下去了 熙熙鼻子主动来找凌峰 爸爸 凌峰淡淡问 哭完了 四宝委屈的没说话 凌峰建议 要不 你哭完了 再来跟我说话 四宝赶紧说 四宝哭完了 哭完了 真的 四宝重重地点头 非常认真说 真的 一旁的张雨昕见状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凌峰叹口气 伸手擦了擦四宝脸上的泪痕 爸爸不是故意凶你的 以后还这样做吗 四宝摇头 泪水跟断线的珠子的似的 巴达巴达掉 不会了 凌峰给他擦眼泪 那我们就说好了 四宝点点头 凌峰抱起他 以后想吃什么 告诉爸爸 爸爸给你做好不好 四宝紧紧抱着凌峰 闷闷地恩了一声 凌峰轻了轻他 刚才小姐姐们吃的是冰淇淋 非常冷 我们大人吃了没有事 可是你们吃下去要冷肚肚 肚肚肚会痛痛的 四宝还是不死心问 吃一点点 也不行吗 凌峰想了想 看张雨昕一眼 张雨昕轻声说 买了 等它融化掉 让宝宝们尝尝鲜 也只能这样了 那你们等着 爸爸去买 四宝一下子就欢天喜地了 开心的在凌峰脸颊上 狠狠亲一口 爸爸最好了 超爱你 张雨昕问 那爱不爱妈妈 也爱妈妈 凌峰买了几个一次性的塑料纸杯 又买了两个甜筒冰淇淋 将冰淇淋分在几个塑料纸里面 来 你们摸一摸 冷不冷 第一个就是四宝 四宝一摸 果然好冷 小脸一变 其余宝宝也是冷得吹小手 凌峰哼哼几声 将甜筒部分 掰碎了 给宝宝们吃 这个要等一会 等融化了就可以吃了 一分钟不到 冰淇淋就融化了 凌峰和张雨昕 给宝宝们喂 问好不好吃 宝宝们的眼睛都在发亮 尤其是吃货四宝 馋的哟 没了 四宝不傻 直到撅着纸杯往嘴里 倒 凌峰和张雨昕 就看见半天过后 倒出来了一那么一滴 唉 有点同情儿子 二宝就有点憨了 NAT 伸蛇想要吃到杯底残留的冰淇淋 最后当然无济于事 凌峰吩咐他们 自己把纸杯 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回去爸爸 给你们坐 好不好 宝宝们这才心不甘 情不愿地点点头 四宝趁此机会 想起来彩虹屁来 爸爸 你好棒哦 四宝最最最喜欢你了 唉 这小嘴甜的 凌峰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快一点半 老婆 我带宝宝回去午睡 先走了呀 我送你们去停车场 到了停车场 张雨昕和凌峰 将宝宝们安顿好 凌峰关上车门 飞快地搂着张雨昕的腰身 偷偷亲了她一下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 张雨昕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瞪大眼睛看着凌峰 嗯 凌峰送开手 见张雨昕一副作贼心虚的样子 忍不住想笑 老婆 我走了 嗯 开车慢点 到家给我发消息 好 凌峰含笑上车 开车离开 张雨昕捂着发烫的小脸 转身离开 却发现 不远处 全是被秀一脸的学生们 她的内心在咆哮 深吸口气 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她 还是那个气场两米八的张老师 殊不知 今天过后 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凌峰 这么反差萌的女神 好可爱啊 第248章 带娃下乡 凌峰带着宝宝们回去睡午觉 还没到家 宝宝们就在车上睡着了 凌峰只好一个个 抱回客厅的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 凌峰已经改装成 一个小小的儿童休息室这样 就不用抱宝宝们 一个个去二楼休息 趁着宝宝们午睡 凌峰一边给张雨昕打电话 一边整理客厅的玩具 宝宝 你不知不知道 刚才你亲我 好多人都看到了 凌峰不由的想象 此时娇称的张雨昕 是什么样子 看到了就看到了 不然 我们孩子怎么来的 很好 很强大 立即让张雨昕 无话可说 半想才别说一句话 老公 你 你别这样 凌峰轻笑一声 老公怎样了 张雨昕小声 讨厌 你知道的我的意思 凌峰不逗她了 老婆 你晚上想吃什么 老公做什么 我都爱吃 是吗 单纯张雨昕 压根没有听出 凌峰语气的改变 对啊 只要是老公做的 哪怕是一碗面 我都爱吃 我下面 你爱吃啊 凌峰在说这句话时 个别字 还加重了语气 张雨昕愣了一下 马上明白了 老公 你 你 改天让你尝一尝 张雨昕气呼呼说 我不跟你说了 立马挂了电话 凌峰继续打扫卫生 等一会要带宝宝们 去上早教课呢 晚上 张雨昕发现 晚上竟然真的吃面 不过 她说的是真的 就算是凌峰下的面 她也喜欢吃 第二天 张雨昕醒来 发现今天不用上课 没错 凌峰把这个都算好了 不然昨晚怎么会折腾 既然是周末 而且天气不错 那一家人就去野餐吧 凌峰准备食物 还有水果 张雨昕收拾宝宝们的东西 老公 我们要不要把姜大哥也叫上 凌峰没意见 你打电话去 我跟姜大哥不熟 凌峰点点头 一边整理食物 一边打电话 姜大哥 今天我们要去野餐 你和孩子也一起来吧 抱歉啊 我打算带孩子去他们外婆家 这样啊 要不 你们也来吧 可以带宝宝们们 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 看看山水 凌峰一愣 我们商量一下 你什么时候走 我正准备出门 东西都收拾好了 可巧了不是 凌峰也觉得巧 这样吧 你等我五分钟 好 张雨昕问 怎么了 是这样 姜大哥要回农村乡下 问我和孩子去不去 说乡下山水多 空气也新鲜 可以去看看 张雨昕激动到 好啊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在乡下待过呢 凌峰想了想 那成 我们就去乡下走走 也不怕没住的地方 我们开房车去 就在房车里将就一晚 这么说 张雨昕心生期待 快十一月份了 昼夜温差大他们 带了不少的衣服 和备用的棉被 又准备了上次腌的肉 带了宝宝们的零食 还有奶粉 以及适合他们的面条 瞎人小混沌 大人们将就一下 宝宝们可不行 忙活完这些之后 凌峰开车去接江明和江晨晨 江明看待 哇 这是房车呀 不过就是看得稀奇 也没有太惊讶 毕竟人家是有钱人 江晨晨开开心心地 跟宝宝们探索房车去了 江明坐在副驾驶上 给林峰指路 开了一个多小时 周围开始逐渐变得偏僻 这些地方导航也不好使 就靠江明指路 路上 江明大致说了 自己这位岳母的情况 潘磊父母在家里 修的是两层小房 因为和江明结婚 一家人的关系很僵 有了江晨晨之后 才稍有缓缓 这一两年 江明才稍微受潘磊 父母待见 之前打过招呼了 所以家里有人 阿姨身体还不错 在院子外面包花生米 打算吵了下酒 就看见一辆 他没见过的白色房车 缓缓开进院子里 他的院子没有养鸡鸭 所以没有坐围栏 除了他们这一家之外 还有一户邻居 潘磊眼睛一眯 离车远一点 妈 外婆 潘磊一看是女婿和外孙 脸上顿时浮现笑容 这么快就来了 这位是 哎呦 咋这么多孩子 Net 一二三四 哎呦 四胞胎啊 好乖哦 江明介绍 妈 这是我的朋友林峰 这是她的老婆张雨希 这几个都是他们的孩子 也是晨晨的同学 潘姆嗷了一声 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热情的迎林峰等人进屋 林峰把车里的东西拿出来 阿姨 这些放哪 有水果 有牛奶 有营养品 还有一些蔬菜和鱼肉 潘姆往屋里走 放这里 放这里 嘴里又说 来就来 还带这么东西干啥 林峰笑着说 应该的 潘姆很热情地问 你们吃饭了没有 没有吃 我给你们下一碗挂面吃 林峰赶紧说 我们吃过了 潘姆拿出长凳在院子里 来来来 坐坐 一会又进屋里 拿来瓜子和花生 还有一些小零食 她笑着说 家里就这些了 你们吃 林峰和张雨希赶紧道谢 房子修建在马路中边上的 家里又没有围栏 偶尔还是有来玩的车辆 摩托车居多 所以要把宝宝们看紧了 江明问 妈 爸呢 他跟他们栽树 还没有回来 栽树 嗯 一天七八十块钱 一般什么时候回来 下午五点多 天快黑的时候就回来了 说着 潘姆站起来 你们坐 我回造屋给你们做饭 江明跟上去 妈 我来帮你 不用你帮 你去陪朋友看孩子 院子很大 都是水泥地板 林峰怕孩子们打闹玩耍 摔着 这要是磕着碰着 水泥地 那可老疼了 林峰偷偷给宝宝们 施加保护屏障 不知道管不管用 保护屏障 只能抵制外界的伤害 但是自己造成的伤害 不知道能不能保护 第二百四十九章 剑谈的潘姆 很快 潘姆从厨房走了出来 江明 你会烧鱼不 江明硬着头皮说 还可以 那一会你来烧鱼 我不会做 他们吃鱼 没有那么讲究 但是家里来客人了 必须整好了 林峰一看这架势 起身 阿姨 我来做饭吧 潘姆愣了一下 怎么可能让你来做饭吗 你是客人 坐着耍就成了 林峰笑着说 我做饭好吃 我来吧 最终 潘姆签不过林峰 只好说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乡下人不会煮 让你见笑了 这时 邻居夫妇扛着锄头回来了 呦 老潘家的 儿子回来了 潘姆回答 是啊 你们回来了 还带客人来咯 嗯 江明的朋友 那你今晚上不给客人整好吃点药 鸡鸭鱼安排上 肯定撒 说话间 那对夫妇进屋去了 潘姆也带着林峰去厨房 厨房跟其他厨房没什么不同 但是 另一边却是灶台 有两个灶 一个放着大炒锅 一个是小锅 最边上是更小的锅 更小的锅 类似于保温用的 NAT 可以加热水 可以放剩饭剩菜等等 灶台的墙上 贴着灶神爷 潘姆问 你要用哪个 那就用灶台吧 林峰想试一试 在灶台上做饭的感觉 潘姆问他们 吃米饭还是吃粥 米饭吧 不过孩子要喝粥 潘姆说没问题 方便得很 用电饭锅蒸米饭 用灶的另一个锅熬粥 我跟你说啊 这个熬的粥香得很 林峰笑着点头 对 潘姆问 孩子也不能吃白粥啊 要不在里面放点勺煎 林峰问 就是红薯藤煎是吧 对头 那个熬粥很好吃的 可以 潘姆烧火 林峰做饭 母女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 潘姆很健谈 小伙子 一看就知道 你是个会做饭的 你老婆好漂亮 跟大明星一样 好好看 那四个孩子都是你的 厉害呀 一下生了四个 林峰笑着说 我也很意外的 都说生双胞胎有遗传的 你家里也有双胞胎 林峰摇头 不知道 今天的晚饭 大多是用林峰和江明买来的菜做的 阿姨 你们能吃你辣椒布 能吃 我跟他爸的胃口都很好 屋里 林峰在做饭 屋外 张雨昕忙前忙后跟宝宝玩 不得不说 乡下的空气真的很好 玩了一会 屋里飘来了香味 隔壁邻居出门坐院子里吃面 哎呦 好香哦 江明 你妈做饭可以哦 闻着我们都饿了 江明笑着说 潘叔 要不要过来一会喝酒 不过来了 你们有客人 我就不错热闹了 邻居跟潘累 都是潘家村的 关系很好 所以修房子 都挨着修一起 江明没有说话 带着儿子在一边玩 院子外面种着蒜苗 潘母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江明 弄些蒜苗包了拿过来 好的 妈 正说着 不远处走过来一位中年男人 包蒜苗的江明叫一声 爸 你回来了 潘夫诧异 你回来了 他们是 江明赶紧介绍 是我朋友老婆和他们的孩子 潘夫吃惊 四胞胎啊 好可爱 好幸福哦 张雨夕打了声招呼 带着宝宝们去厨房洗手 宝宝们看到灶台都呆了 一个个好奇地围在旁边看 江沉沉过去 挨着潘母坐一起 好暖和呀 这个时候 菜都炒都炒完了 只剩下一个汤 只要添一把柴火就够了 里面的火飘不到外面来 四胞胆子最大 走过去挨着小板瞪一脚 哇 一点都不冷 二宝走过去 还伸出小手烤火 其他孩子都围过来 让张雨夕也心生 好奇地走过来一看 两个灶火都烧着 不过熬州的灶火是稳火 慢慢温着 还别说 坐下来烧火挺暖和的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当火炉用了 夏天就不敢想 潘夫把工具放在院子里 又把雨鞋冲了冲 换了一双拖鞋过来 看到 是客人在座做饭 立即怪妻子 你怎么能让客人做饭呢 真的是 潘姆委屈的瞪一眼丈夫 年轻人做饭好吃吗 下顿我来做 其实她更想说 人家要做 我能怎么办 可以想 当着林峰的面 这么说好像不对 这会 潘姆起身 去收拾桌子 盛饭等等 张雨夕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 坐在了潘姆的位置 阿姨 这个还要添火步 潘姆笑着说 不用了 等汤烧好了 我一会放一锅热水温着 好吸碗 四宝眼馋问 妈妈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这个 二宝站起来 让张雨夕看到这个 妈妈 我们也弄一个这个好不好 好好玩 张雨夕想了想 不知道别墅可不可以 做一个壁炉 林峰烧好汤 端着汤出去 就看见一个个 跟乖宝宝似的 坐在长凳上 他们盯着灶火 烤火 洗手吃饭了 张雨夕吆喝 走走走 我们洗手吃饭饭了 他坐在最里面 得小宝宝们出去 自己才能出去 潘姆在一旁热水的小锅里 咬出一瓢 给孩子们用热水洗 暖和 谢谢阿姨 太客气了 在洗脸盆里 一个个给宝宝们洗完小手 擦干净后去饭厅 厨房绕过来 就是饭厅 饭桌是四四方方的大桌子 没宝宝们吃饭的地儿 可以去客厅 客厅有沙发 有电视等等 宝宝们吃的是勺尖粥 香香的 绿油油的 非常稠 因为是辛米 特别好吃 还给他们弄了一个炒鸡蛋 鸡蛋又嫩又滑 林峰全都剁成的渣 宝宝们用饭勺就能吃 潘姆翻了一些新的饭勺出来 洗了之后 用开水烫一烫之后 再给宝宝们用 大人们在这里吃饭 可以看到宝宝们吃饭的情景 江晨晨小声说 我们去抓鱼 好不好 几个孩子一听 可兴奋了 这边桌上 潘夫不好意思 今天还让客人做饭 不好意思了小伙子 是我自己要做的 叔叔 这酒送你 潘夫看了看酒的包装 就知道贵 这多不好意思 叔叔就收下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潘夫也不喝 放在柜子里 潘姆吃了凌峰的饭菜 直呼做的好吃 第二百五十章 甜野生活 十分钟后 宝宝们吃完 闹着说 要去看猪 潘姆看了看外面 天都黑了 哄着孩子 猪现在都睡觉了 明天起来再看 江晨晨告诉宝宝们 猪睡觉 我明天再让你们看 宝宝们有些失望 不过还是觉得很开心 他们在客厅玩玩具 江晨晨还有一些玩具留在这里 孩子们像寻宝似的 这里找找 那里找找 吃完饭 潘姆洗碗去了 潘夫这才打起桌椅 在院子里吃花生喝酒 院子里有一盏灯 挺亮的 孩子们从客厅玩到院子里 蹲在蒜苗坑边 发现宝藏 四宝叫起来 跑过来拉着林峰就走 爸爸 给你看个东西 几个孩子都非常兴奋 林峰也忍不住好奇问 你们看到什么了 几个孩子指着石头缝爬出来的蜗牛 爸爸 你看 蜗牛 蜗牛也 林峰跟孩子们蹲在一起配合他们的激动 哇 真的是蜗牛也 二宝跑过去把张雨夕带过来看 夫妻二人就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蜗牛似的发出了惊叹 就这样 围着蜗牛看了半天的夫妻二人 想要让孩子们自己看 张雨夕刚起身 左右两大护法同时拉住他 妈妈 别走啊 快看 还有蜗牛爬出来了 妈妈 别走 一起看吗 张雨夕只好继续看 小孩子对这个事有好奇心 可他没有啊 他看够了 想走啊 又过去了一会 看着孩子们拿蒜苗叶为蜗牛 张雨夕寻思 自己终于可以走了吧 呵呵呵 天真 二宝给张雨夕一点蒜苗叶 妈妈 给 三宝牵着他的手去喂蜗牛 张雨夕欲哭无泪 看着老公非常认真的用蒜苗叶为蜗牛 内心非常佩服 他凑过去 小声说 老公 我不想看蜗牛爬了 也不想为他吃蒜苗了 就算凌峰做爸爸了 也有孩子气的一面 还喂得津津有味呢 啊 那你走吧 还是他有办法 一招解决张雨夕的难题 来 我们来喂蜗牛 妈妈去上厕所 张雨夕赶紧走了 哎呦 他的腿都要骂了 潘姆洗好碗 就开始上楼给凌峰他们准备房间 这是我前几天刚谈的新棉被 都是干净的 别嫌弃 还有这四件套 都是我洗过没用 也是干净的 放心啊 张雨夕赶紧说 阿姨不用 我们睡车上就好了 车里有床 啊 车里还有床 我看看 潘姆跟着张雨夕来到房车 就好像看到了什么稀奇宝贝似的 这里摸摸 那里看看 你说说 现在科技好发达 车子坐得跟家一样 这车不便宜吧 肯定要好多钱才买到 参观完房车 潘姆还是要求让张雨夕去房间睡 车里哪里有床睡得舒服 我把床给你们铺好 都是干净的 张雨夕没办法 那就麻烦阿姨了 潘姆赶紧说 不麻烦不麻烦 江明跟我说 脸儿在你们酒店上班 给你们添麻烦了 潘姆是个干事利索的人 没一会儿就把床给铺好了 你们收拾了早点睡啊 谢谢阿姨 林峰这边给宝宝们用热水洗脸洗手 接着洗小脚丫子 潘姆用的太阳能 没有安装热水器 而且经常用灶台做饭 时刻都有热水 宝宝们还想跟江晨晨玩 林峰看时间 比平时晚睡了半小时了 皱着眉 宝宝们 该睡了 宝宝们商量 早上起来去看猪 这里要比室里冷 好在棉被厚厚的很暖和 床是一米八的大床 放在房间中间 没有挨着墙 所以宝宝们睡觉的空间非常小 等宝宝们睡着了 一个个滚来滚去 花样摆出 张雨夕根本就睡不好 林峰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林峰有技能在 睡眠还是有保证的 第二天 张雨夕直接起不来 说要再睡一会儿 林峰收拾好宝宝们 去吃饭 江晨晨挥着手说 一会外婆要去喂猪 我们可以看猪了 宝宝们别提有多开心了 潘姆无语 猪又脏又臭 有什么好看的 你们等回来 我把猪圈洗一洗 打扫打扫 说着 潘姆提着猪的饲料桶走了 修建房子 有个富翼楼猪圈 里面有三头猪 养胖了 是要过年杀了吃和卖的 半个小时后 潘姆把猪圈打扫完 领着孩子们去了猪圈 猪圈相对还是很很干净的 有味道那是肯定的 经潘姆的打扫 外家里面点了熏香 没多难闻 三宝是个娇气的小公主 闻着胃 脸色骤然一遍三宝 要不你去上面等爸爸 三宝摇头 乖巧的 趴在凌峰肩膀上 孩子们看到猪 都稀奇得很 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见到活着的猪 毕竟动物园 也没有猪啊 哇 猪的耳朵好大 它们好胖哦 肚子大大大的 尾巴翘起来的 好好笑 看了十多分钟 孩子们就没了兴趣 毕竟猪长这么大 也不可爱了 新鲜劲一过 潘磊问要不要去地里挖红薯 孩子们对乡下的生活 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凌峰叫张雨昕起床 他们要去挖红薯了 挖红薯 我也要去 张雨昕匆匆吃完饭 一家人跟着潘姆去地里帮忙 潘父一大早就去种树了 中午不回来吃 那边管饭 这里放眼看去 处都是青山绿水 早上 虽然冷 但是空气是真的好 这是身在城市感受不到的 凌峰心中一动 老婆 以后我们也在乡下建个房子 养老怎么样 张雨昕点头 好啊 哇 有橘子也 还有柚子 张雨昕跟好奇宝宝似的 开心得不行 凌峰见他这么开心 你喜欢 我回头在院子里种上果树 怎样 张雨昕点头如捣算 好啊好啊 潘姆笑着说 你们喜欢吃就摘一些 那家人我们认识 回头跟他打声招呼就好了 张雨昕激动 真的可以吗 没问题 摘就是了 张雨昕立即化身孩子王 带着宝宝们去摘橘子和柚子 都是自己种的 也没有打理 自然是水果店里的不能比 老公 乖帮忙啊的 一旁的江明抱着儿子去摘 宝宝们眼馋的不行 催促凌峰赶紧来 爸爸 果果 二宝要摘果果 快来啊爸爸 这里好多果果 好多好多 四宝都急了 冲向凌峰 爸爸 你能快点吗 凌峰抱起他 走走走 这里有很多橘子树 凌峰找了一个 接得最多的 夫妻二人抱着宝宝们去摘 剩下的宝宝 跳着够不着 只能剪掉在地上的 一个小时过后 一棵橘子树 都要拆光了 凌峰赶紧打住 不能摘了 潘姆把这些 都装江明的被楼里 没事 他们家儿女都住在城里 这些平时都没有人吃 偶尔拿城里去买 别看他们长得不好看 但是甜 都是老树接出来的 还有柚子 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青皮的 个头小 摘了三个带走 这个也好吃 脆脆的还甜 说话间走到了地里 潘姆和江明都扛着锄头 两个人开始挖地 把红薯刨出来 隔壁不远的地里 有人开始弄青菜 跟潘姆是认识的 互相打招呼 女婿回来帮忙了 就是帮几天忙 把最后这块地挖完了 你们家那口子栽树 要栽好久 不知道 张雨昕带着宝宝们玩 在地里探险 潘姆笑着说 你老婆有时候看着 就跟小孩子似的 林峰要做的 就是把挖出来的红薯堆 在一起 她就是这样 跟孩子一样好奇 潘姆有些感慨 以前乡下还热闹些 现在没人了 就是逢年过节好玩 第251章 感激 孩子们玩了两个小时 在泥土地里 偶尔摔着 也不会太疼 宝宝们没一会 就变成脏兮兮的泥孩子了 难怪网上 会有妈妈带孩子 乡下爷爷奶奶带的对比图 这才过去一上午 还是在张雨昕的监督下 还能搞成这样 看来还真是环境改变人啊 听说要回去了 林峰停下手里的火 招手让宝宝们过来 稍作整理 今天玩得开心吗 宝宝们都点点头 开心 林峰笑 开心就好 走 我们回去 回到家 给宝宝们洗了脸和手 又把脏衣服换掉 一番收拾下来 又变成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小宝贝了 张雨昕也换了一身衣服 做饭的还是林峰 等米饭蒸好 菜也炒好了 潘姆说 今天下午把红薯背回来 是就完了 还要辛苦你 跟我跑几趟 江明笑着说 不辛苦 你们什么时候回 江明想了想 再歇一晚 明天早上就回去 好 下午 张雨昕带着宝宝们 去山里玩 潘姆把背楼抢过来 谢谢你了 这点红薯 我跟江明两个人 背就好了 来回要补了几趟 你带着孩子们 去山里逛一逛吧 林峰拍拍身上的土 带着孩子们 和张雨昕上山 宝宝们的体力 让他们不能走太远 他可没长三头六臂抱 他们下山 NAT 乡下的山 没什么特殊的 但是盛在空气好 林峰和张雨昕 跟在宝宝们的身后 看着他们 一路蹦蹦跳跳 眼中满是幸福 终于 宝宝们走不动了 在路边捡小石头玩 十分钟后 江明打来视频 问他们在哪里 你们往前走 有个岔路口 往左走两百米的样子 我在那里开车等你们 好 江明开的是送货三轮车 要不要上来 我带你们溜一圈 去镇上看一看 宝宝们争先恐吼地 想要上车 林峰抱着他们 一个个上去 这回太阳正大 沿路风景很美 林峰和张雨昕坐在两边 将宝宝们 护在自己的保护范围之内 他们扶着栏杆 看着青山绿水 开心极了 开了快半小时 来到镇上 妈说今天有感激的 让我带你们逛一逛 感激还是很热闹的 卖什么的都有 宝宝们 你看那是什么 原来是一位 老爷爷边的小昆虫 看起来非常生动 四宝胆子大 一点也不怕 还凑近观察 其他宝贝也蹲下来 这看看那瞧瞧 大宝问 会不会动 老爷爷笑眯眯的 拿在手里玩 相应话很重的说 玩儿别怕 这个不得动 是死的 看妈 都是假的 喜不喜欢 让你爸爸妈妈给你买吗 一人买一个耍 林峰蹲下来问 老爷爷 怎么卖的 十五块钱一个 林峰给每个孩子买了三个 还买了六个小笼子 可可爱爱的 老爷子看手上还有几个 要不要全部买了 我就剩下这几个了 我便宜卖给你 卖完我好收拾东西回家 好吧 老爷子开开心心 收拾扁蛋回家了 姜明买了三个烧饼 这个饼 你们可以尝一尝 很好吃的 张雨夕尝一口 味道不错 林峰也觉得还可以 宝宝们嘴馋 一个个盯着 大人手中的烧饼 四宝问 爸爸 妈妈 好吃吗 言下之意 仿佛在说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 他们也要 林峰把外面的脆壳吃了 里面带着馅儿 软的部分给宝宝们吃 集市里 一切都很热闹 林峰也很高兴 他发现在这里 自己竟然有种熟悉的感觉 好像回到了自己童年 不知不觉中 一家六口 已经走到集市中央 四周围着许多摊贩 他们有卖农产品的 有卖各色蔬菜瓜果的 有卖水果的 还有卖包子的 有许多林峰曾经见过的 却叫不出名字的东西 林峰不由的有些感慨 看到一个老汉 推着一辆小板车 车上放满了东西 他不禁想起小的时候 父亲每天都要去城里上班 有时候 还会带一些好吃的东西给他 乡下的集市不算很大 没走多久就到头了 过年要热闹些 现在冷清 林峰看了看天 回去吧 晚上 吃完饭 原本计划明天早上走 林峰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 就准备晚上出发 潘姆在洗碗 江明拿了一小搭钱过来 直接塞到潘姆的口袋里 你这个孩子 干啥呢 妈 这些钱你收着 过年我们有钱了 再给你一些 别嫌少 有了我们肯定多给 潘姆叹口气 我们老两口就俩一个孩子 你好好对他就成了 至于我们 还没到需要开口 要你们钱的份 自己留着好好跟俩 把日子过好 妈 林峰听到这里 悄悄走去院子 院子 潘姆给车上装东西 有橘子 红薯 花生 玉米渣 白菜 蒜苗等等 还有两大蛇皮带的新米 总而言之 只要他们有的 给林峰和江明都备了一份 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我们家也就这些了 别嫌弃 改天再来家里玩 临走前 看着院子里 依依不舍的两位老人 江明心里很不适滋味 林峰和张雨昕 也不由地想到自己的父母 晚上八点出发 十点半送江明到家 潘磊抱着熟睡的江晨晨 谢谢你们啊 林峰小声说 我应该谢谢叔叔阿姨才是 江明扛着东西 开车路上小心点 到了发个消息 嗯 回到别墅 看着熟睡的妻儿 林峰有种不忍心 叫醒他们的冲动 老婆 起床了 我们到了 老婆 张雨昕醒了 我们到了呀 嗯 两人抱着宝宝 回到楼上睡觉 张雨昕去洗澡 林峰则将农产品 放到厨房里去 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响起 定 由于宿主带宝宝下乡体验生活 奖励洗水单一颗 住 洗水单 每人最多服用三颗 服用三颗后 身体将达到人类极限 第252章 灵式同装 第二天 太阳照就升起 日子过得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 林峰感觉自己又变帅了 具体体现在 头发很柔顺 皮肤更白皙 五官更加深邃立体 感觉整个人充满了力量 身体也更加轻盈 好像全身上下都长高了不少 张雨昕也发现了 林峰的变化 觉得眼前的男人 跟往常有些不同 但是又谈不上哪里不同 就是让他脸红心跳 怎么了 张雨昕凑近看林峰的皮肤 妒忌道 你说你平时也不护肤 就用个洗面奶 怎么皮肤一天比一天好 林峰故作不知 摸了把脸 有吗 我怎么不知道 张雨昕又问 你身上的香味 比之前又浓了一些 这个林峰还真闻不到 之前 张雨昕就提到 他身上有一种很好闻的香味 他以为是洗衣液的香味 没太在意 后来 张雨昕发现 林峰身上的香味浓了一些 还特意跟家里的洗衣液 做了一番对比 发现 是林峰身上自带的气味 淡淡的 闻着给人感觉 像是一款诱人的香水 前调香味清淡 给他感觉很舒服 很放松 中调香味浓郁 一种浮想翩翩的香味 非常独特 后调香味悠长 那种挥之不去的香味 让人不能忘怀 是吗 我不知道 张雨昕也是一头雾水 除了自己偶尔喷香水 林峰是一个连香水 都不会碰的人 那他身上的香味 是怎么来的 算了 想不出来就不想了 老公 我去学校了 好 妈妈再见 宝宝们再见 林峰把所有的精力 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 早教课让他们学会了很多 也比之前懂事很多 转眼 一个月过去 团结路的店铺装修完成 看上去非常温馨 接下来就是进货 早在店装修时 要买什么货 两个人就已经已定好 货员由刘波去跑 他干了一件大事 刘波跑到支店里品牌的货员厂家 要做属于自己的儿童服装品牌 品牌就叫零式童装 没有品牌商赚差价 这样他们能赚更多的钱 而且还要做电商 在网上品牌同时发布 所以原本计划的开业时间一推再推 店铺是自己的 只交个水电费就好 不用给租金 耗得起 到12月中旬 刘波拿到样品 急匆匆来到阳城 哥 嫂子 你看看 和之前我们卖的品牌 一个厂家做出来的 做工质量不会有问题 看看样品 他们面向的受众 是一个月到三岁的宝宝 这些款式都是之前卖爆的 顾客反响和喜欢做的 张雨昕非常满意 林峰也感觉不错 这次你做得好 刘波笑说 如果不是有哥的财力支持 这是没这么顺利 人家是大厂生产好几个线的品牌 如果不是林峰这位老板身家过亿 人家厂子那边面都不愿意见他的 冬天的衣服样式可多了 宝宝的秋衣秋裤 睡袋 背心 毛衣 外套 羽绒服等等 这都是基础的 女宝宝的衣服款式就更多了 单单是裙子就有好几种 刘波 林峰和张雨昕 连着好几周都在选衣服款式 在各大APP看销售款式 终于现在尘埃落定 等厂家那边生产出来 接下来货一到就可以营业 前到位 厂家优先给他们供货 十天时间 第一批货他们就能拿到手 转眼 快到了元旦 第一批货到了 从总店把陈小彤调过来 又招聘了两名售货员 花了两个晚上 大致将这批货做了验收 决定元旦开业 而另一边 玉华里的装修早已经完工十多天 这段时间正在购买座椅 跟预期计划的一样 元旦开业 在第一批货时 刘波高薪聘请一家网络营销团队 据说 APP很多店家都是他们团队策划 三宝成了模特 穿上网上店铺的衣服 咔嚓咔嚓顿摆拍 按照林峰和刘波的想法 团队设计店铺 并取名为四胞胎之家 一顿操作下来 正是在国内两大APP上线 与此同时 招聘了专业的客服小姐姐四名 经过短时间对货物的培训后 正式工作 而办公室地点就成立于荣泰豪亭 林峰第一套房子 客厅改造成了工作间 两个卧室 四名客服小姐姐睡 包吃包住 待遇很好 有了客服 接下来就是物流正好 小区外面有三家快递公司 刘波跟他们达成合作 忙碌下来 刘波受了整整试经 人却特别有精神 元旦前一天晚上 刘波把自己父母带上 和林峰一家 在安兰店里 提前庆祝元旦快乐 经过这件事 大家对刘波 都有些刮目相看 刘波却笑着说道 我就是一跑腿的 干的都是体力活 如果没有风哥的支撑 谁管我是什么东西 早把我给轰出来了 毕竟这个年代 有钱好办事 钱到位 是不就是顺理成章办成的吗 安兰嘖嘖嘖出声 你小子 还学会谦虚咯 刘波很认真的说 真的 我没有开玩笑 那些大厂 只接待老顾客 有来头的顾客 有实力的顾客 一笔订单 动辄都是几百万的 最少的订单 也是几十万的 接待我的那个负责人 得知我们的情况后 见了一次面 就再也不打理我 最后都是吃笔门羹 我实在是没办法 只能亮出风哥的身价了 安兰一听 饶有兴趣问 你是怎么做的 刘波嘿嘿 风哥不是在银行 办了一张黑金卡吗 他让银行操作一下 资料给负责人一看 人家态度立马来了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QDelta Net 简直比女人还会变脸 看见我 笑得那叫一个亲热 恨不得立即跟我拜把子 所以后期 没费什么功夫就谈妥了 安兰竖起大拇指道 你小子 可以啊 不错 以后加油干 被安兰这么一夸 刘波憨笑几声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第二百五十三章 两地同时开业 明天就是元旦 林峰要带着宝宝们 一起参加开业仪式 刘波有些迷信 说四宝个个都带着财运 只要带上他们来店里 那就是一个活招牌 带货王 所以 为了迎接新店开业 林峰带着四宝去店里 一大早 拱门气球砸好 开业的花篮 也陆陆续续送来 到了九点过 四宝胎之家正式开业 林峰和张雨希 站在门口发传单 四宝一排排站 也发传单 可积极了 一家人的颜值 就已经吸引眼球了 偏偏宝宝 个个都这么天真可爱 最关键的是 四宝和二宝 都非常有经商头脑啊 对每个人路过的人 都非常礼貌地打招呼 阿姨我们这里 有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 哇 小弟弟好可爱 阿姨要不要给小弟弟 买一件衣服 穿上去更好看 叔叔你好帅啊 要买衣服吗 超好看的衣服 以上就是二宝 甜言蜜语的轰炸 四宝嘛 嘴巴虽然没这么甜 但是勤劳 跟一只小蜜蜂似的 跑来跑去的发传单 可积极了 大宝性格不活泼 也不会说好听的 只能踏踏实实地发传单 至于三宝嘛 主打就是一个佛系 传单我给了 你爱要不要 就这样吧 别说周围路过的人 就连周边的商铺员工 都站在店门口看热闹 宝宝们穿的 就是自家品牌的衣服 起到了很好的带货效果 而且 衣服的质量 确实没得说 都很好 款式也都是 大众喜欢的样式 一上午 店里的衣服 卖出去了三分之二 要知道 这只是一上午 而现在的店铺 可是整整300平米的店啊 除了衣服之外 其他东西 也卖出去很多 刘伯把销售视频 还有宝宝们的照片 发布到电商 App首页 网上的销量 那是突飞猛掌 转眼到了中午 宝宝们吃的 都是便当合理的饭 大人们则是叫的外卖 风哥 要不你晚一点再走 下午还有一波人流量吗 因为今天是元旦放假 高峰期人群 都是在下午这个时间段 等宝宝们在房车醒来时 已经是下午三点半了 人流量逐渐多起来 还好刘伯已经让陈晓彤 铺好了货 可以使劲买 下午就更热闹了 四包太出名了 林峰让宝宝们 坐在收银台那里 不许乱跑 店里顾客太多了 四包邀功问 爸爸 四包棒不棒啊 林峰给他点赞 不仅四包棒 你们也一样棒 宝宝们开心地笑了 似乎能帮大人做一件事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到了傍晚五六点 人更多了 今天元旦 梅城的店铺 同样也要开业 所以 等林峰出发回梅城时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临走前林峰说 我会在梅城待两天 店里的事你就多操心 有什么事打我电话 刘伯带着歉意 对不住阿风哥 一忙就到这个点了 没事 这店我也有责任 那你开车慢点 到了打电话 成 到达梅城明月山庄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 张雨夕和宝宝们 已经睡着了 她去房间 把宝宝和大人的床铺好 然后叫醒张雨夕 两人将宝宝们 轻轻放到床上 折腾完 林峰给父母打个电话 给刘伯发个消息过去 又给林家俊和江安明发个消息 做完这一切 等她躺床上时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在店里 江安明和林家俊发来视频 前期 由于宣传做得非常到位 在玉华里周边发传单 在玉华里拉横幅宣传 玉华里里面 又有LED屏加持 玉华里也在配合宣传 所以 元旦这天 分店的生意非常非常好 好到什么程度 爆满还要排队的地步 第二天 林大山夫妇掐着点上门 正好是宝宝们醒的时候 哎哟 我的小孙孙 想不想奶奶和爷爷啊 我的小乖乖们 一两个月不见 又长大了一些 看到我们可爱的三宝 躺在沙发上 这是没睡醒 夫妻二人逗着孩子 林峰在厨房做早餐 张雨昕还在睡 爸 妈 你们要吃吗 不吃 我们是吃过才来的 现在早餐 林峰给宝宝们 喝的是鲜牛奶 吃的是自己做的鸡蛋面包 这些都是在房车里都备好的 热一热 就可以给宝宝们吃 来 奶奶带你们去洗小手手 林峰给宝宝们 把早餐摆好 自己喝牛奶 吃点面包 外加煎蛋就好 周翠兰牵着宝宝们出来 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 他们现在一个个 像个小大人似的 比小文还懂事 这早教课 也没白上 冰箱没有食材 他们来带来了不少的水果蔬菜 还有鸡鸭鱼肉 爸妈 你们中午想吃什么 周翠兰逗孙子呢 敷衍着 你看着弄 我随便 林大山问 这次你们来 要待几天 林峰准备午饭 两天吧 去店里和瑞哥的驾校看看就回去 林大山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跟老婆一起斗小孙孙 他们跟爷爷奶奶 讲述回乡下的那些事 四宝手上笔划着 我们看到 好大 好胖的猪 那么大 那么大 周翠兰瞪大眼睛 演技上线 是吗 这么大的猪 你们在哪里看到的呀 四宝一开心 说话就忽斥忽斥 在 在我朋友家里 二宝过来补充 是江晨晨外婆家 我们还看了蜗牛呢 周翠兰非常配合 蜗牛啊 他们长什么样子 四宝抢答 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他小 又 又不好看 擅长延伸补充的二宝说 这么小 上面 上面有小房子 爬得好慢好慢 大宝终于插上嘴 说了一句 在石头缝缝里跑出来的 周翠兰一副没有见过世面 故作吃惊 原来蜗牛长这样啊 外婆还没有见过呢 改天 你们带我去见蜗牛好不好 宝宝们点头 下次 我将奶奶一起看 周翠兰逗他们 如果奶奶没有跟你们在一起 怎么办 一直没出声 三宝说 拍视频给奶奶看 周翠兰捧着三宝的小脸蛋 这个办法不错 奶奶喜欢 张雨夕揉着眼睛下来 软软说 老公 走 他迷迷糊糊坐在饭厅 并没有察觉 客厅多了人 林峰把早餐递过去 张雨夕笑着说 老公 你真好 比心 爱你么么的 林峰眉毛一挑 爱你 么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孩子相处的时间长了 张雨夕在家里的性格 越来越像的孩子 顺着林峰的视线看过去 就看见客厅林大山夫妇 张雨夕瞬间惊醒过来 爸 妈 你们来了 林大山点点头 嗯 周翠兰笑明明说 起来了呀 张雨夕赶紧解释 昨晚上我睡得比较晚 所以 今天起来晚了点 周翠兰笑了笑说 快吃早餐吧 以后该吃午餐了 张雨夕有些尴尬 匆匆吃完早餐去洗餐盘 趁林峰不注意 不轻不重您一把 老公 爸妈来了 你为什么不来叫我 让他睡到了十一点半 这下 他们得怎么想自己啊 试问 自己儿子一天在家操吃家务 带孩子 儿媳天天睡到中午才起来 还啥事不做 吃啥啥不胜 人心都是肉肠 换做自己 不得心疼儿子 林峰笑了 他们又不是第一次见你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不清楚 话虽这样 可我还是 想给他们一个好印象啊 林峰哄着他 好了好了 不气 我父母不会在乎这个 张雨夕嘟着的嘴 上面都可以挂灯笼了 在厨房给林峰打下手 脸上余怒未消 老婆 干啥 你下午跟妈他们去御华里 我下午去见一下瑞哥 看看他办的驾校怎样了 张雨夕嗷了一声 回头 我再来御华里找你们 张雨夕又嗷了一声 吃过午饭 林峰拿出几瓶好酒给林大山 林大山眼前一亮 都是好酒啊 林峰笑着说 这个我要交给妈保管 你想喝的时候 跟他说 林大山的笑容 瞬间凝固在脸上 周翠兰呵呵一笑 呆 就要这么做 你不知道他现在喝酒 可厉害了 一天没事跟你二伯 不是喝酒打牌 就是去钓鱼 小日子过得可舒服了 上了年纪 也不为自己身体考虑 林大山小声辩解 这不是两个儿子长大了 我肩上没什么重担吗 周翠兰反问 怎么了 我就不是你的重担 林大山赶紧解释 你不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了 诚诚诚 我不跟你辩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我无理取闹 没啊 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我下半辈子的重大 QDelta Net 哼 突如其来 被父母秀了一脸恩爱 林峰和张雨昕都有些无奈 林峰 张雨昕 第254章 美女搭讪 林峰红宝宝们午睡 张雨昕早上睡到11点 可不能再午睡了 不然公公婆婆会怎么看自己 跟猪一样吗 张雨昕不睡午觉 跟婆婆在客厅聊天 说起最近林家发生的事 最热闹的 当属林小兰的折腾 这都怀孕四五个月了 跟那个宋义去见了父母 才知道 人家南方和前妻 还没有办离婚手续 只是分居两地而已 你三伯和三伯母知道了 气得都进医院去了 说以后再也不认她做女儿 你说说 这是闹的 说话间 林峰下楼 老婆 你过来 我有事跟你说 妈 房间都铺好了 你们要午睡就去睡吧 张雨昕一边上楼一边问 老公 什么事 林峰牵着她 去午睡啊 看一眼张雨昕 我知道你想睡 担心我父母有想法 硬撑着 张雨昕大为感动 没办法 午睡已经成为习惯 到点就困了 挽住林峰的手臂 张雨昕大为感动 老公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 林峰叹口气 你也别乱想 我父母不是那样的人 平时怎样就怎样 别太刻意 张雨昕嘟嘴 我这不是怕爸妈不高兴吗 他们的儿子在家待 不仅要照顾孩子 还要照顾老婆 天天围着家里转 而席却一天只知道睡和吃 什么也不干 虽然他们疼爱我是知道的 可再怎么说 你才是他们的儿子 见睡了吃 吃了睡 他们心里自然是有想法的 林峰叹口气 算了算了 你要真这么想 我也说不过你 每天陪宝宝们午睡 林峰到点也犯困 下午 林峰起床 周翠岚没睡 在收拾家务 妈 别忙了 我们在这里住不了几天 周翠岚笑着说 反正我没事 闲着也是闲着 对了 你们今年过年 是不是要去雨昕父母家 林峰点头 雨昕也想他们 成 走之前跟我说一声 带一些我做的香肠腊肉过去 雨昕的妈可喜欢吃这个 上次来 就让我给他准备一些 Q Delta Net 前几天还问我这是 说要把买肉的钱给我 我哪能要啊 你要出去 林峰人已经到了玄关 换鞋子 妈 我开爸的车 去瑞哥的驾校看看 你和雨昕下去 去玉华里逛一逛 我去了就来找你们 好 林峰开着越野车 开了接近四十分钟的路程 来到梅城郊外 林瑞在驾校待了这么多年 一套手续流程下来很顺利 没遇到什么事 办公室的地点 就是他之前的买的那个门面 训练场地就在这里 离市中心远是远了点 但是这个地方开阔 非常适合练车 毕竟是大车 总不能像小车一样 去马路上练吧 林瑞比之前瘦了很多 人也精神了 林峰 来了 瑞哥 我不抽烟 孩子不在这儿 也不抽 觉得没意思 林瑞带着他 参观了场地练习要用的车 叫车不用说 里面有新有旧 旧的是林瑞找关系 买的八成新 稍加包装 跟新的没区别 八辆大车 都是全新的 是驾校的牌面 逛了一圈 林瑞问林峰 满意步 林峰笑了笑 不错 瑞哥办事还用说 过年我请你吃饭 林峰笑说 今年过年 我要回羽西父母家 到时候看情况定 成 从驾校出来 开了五十多分钟的路程 来到玉华里 老婆 你在哪 我跟宝宝们三楼的游乐场 叫什么来着 什么宝 那你们玩 我去店里看看 好 林峰来到店里 这个点 生意不错 服务员小姐姐上前招待 你好 请问几位 林峰摇头 我不是来吃饭的 我等你们老板 服务员小姐姐 好的 林峰随便找个位置坐下来 喝着茶 今天林峰穿的是上次张雨昕 在上下九步行街 买的黑色长大衣 经过三次洗经法髓 林峰抗寒能力 比普通人强了不少 没成这个天 已经开始冷了 里面一件长袖T恤 再加一个外套 一点都感觉不到冷 林峰超高的颜值 以及醒目的身高 还有身上干净的气质 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成为焦点 尤其是那些女生 频频回头 两眼冒星星 这不 店里面有两位 穿着性感打扮时髦的美女 一边用餐 一边还不忘记补妆 当林峰出现在店里后 两个人眼睛都看直了 等了大概两分钟 发现没有同伴 果断行动 两个小姑娘 直接坐在林峰对面 正在看视频的林峰 抬起头 长腿美女 小哥哥 你是一个人吗 要不要我陪陪你啊 大胸美女 反正 我们现在也无聊 不如拼个桌怎么样 林峰淡淡说 不好意思 不拼桌 长腿美女 很直接地亮出 微信二维码 那我们家的好友 交个朋友怎么样 林峰露出手上的戒指 不好意思 我结婚了 两人顿时一愣 麻痹 只看脸了 没有观察细节 长腿美女 眼里的失望藏不住 却还是不放弃 没关系啊 就是做个朋友吗 大胸美女点点头 就算你结婚了 也可以拥有 自己的朋友吗 林峰 是他带孩子太久 跟社会脱节了 还是现在的小姑娘 都这么随心的吗 自己已经示意的很明显了 他淡淡一笑 从手机里翻出张雨夕的照片 这是我老婆 第255张 妆太浓 人太丑 照片上 张雨夕穿着一件居家服 精致的脸蛋 卫尸粉带 笑容极其甜美 惊艳了两个姑娘 出于本能的极度 他们觉得这张照片 肯定是屁股的长腿美女 小哥哥 你老婆确实很好看 不过这张照片是屁股的吧 大胸美女 我看着也像 这皮肤哪有这么好的 还有这唇色 一看就知道涂了口红 长腿美女 不止呢 这眼睫毛根根分明 一看就是化妆高手 技术很好 大胸美女 还有这鼻子 这么挺 是用了阴影高光打出来的吧 面对两个女人的平头论足 林峰皱着眉头 表情有些不悦 自己没别人漂亮 就要勇敢承认 别什么事都推到化妆身上 我老婆 在家从不化妆 反而是你们 擦粉还是瓜腻子 用了多少修容和遮瑕膏 两个女人脸色微微一变 长腿美女不服输地说 你又不是女人 怎么知道她不化妆 大胸美女也紧随其后说 对啊 说不定都是背着你偷偷化的 营造自己是素颜美女的假象而已 长腿美女轻哼一声 你们男人 哪里有我们女人了解女人 大胸美女笑着说 就是 说不定你老婆还整容了呢 正说着 林峰就看见张雨夕进店 四处张望 寻找她的身影 林峰露出一抹炫耀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就让你们看看 我老婆本人 林峰站起来 冲张雨夕回首 老婆 我在这儿 张雨夕刚露出的笑容 但看到林峰身边 两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时 渐渐凝固 因为要上课的缘故 不能穿得太暴露 张雨夕的衣服款式 都是以简单干练为主 除了鞋子之外 很少有高跟成熟款式 都是运动休闲款式 张雨夕白皙修长的双腿 再加上运动鞋 少说有一米七二 这身高 比绝大多数女生还要高 再加上 周身散发出来的冰冷气场 妥妥的冰山美人 两个小姑娘扭头一看 被气场震慑得不敢吱声 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 刚才看到的照片 那笑容极其甜美 但是跟现在的女人 宛如两个人 张雨夕淡淡地瞥了她们一眼 老公 这两位是 林峰搂着她 扭头就走 妆太浓 人太丑 我也不知道是谁 两个小姑娘听了 气得胸膛起伏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刚才近距离观察 张雨夕确实是素颜 口红都没有涂 毕竟她们也是化妆高手 对方有没有化过妆 自己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没办法 面对碾压式的打击 她们只能灰溜溜地坐回去 张雨夕眉眉眉微一跳 老公 不错呀 林峰看了她一眼 是在夸我 张雨夕眉眼弯弯 当然 其实刚才那两个小姑娘 没她说的那么难看 身材很有料 长相也还行 再加上穿一风格暴露 对于男人来说 还是很有杀伤力的 但林峰为了自己 抵制住了这种诱惑 她真的很开心 对了雨夕 你怎么来了 刚才遇到二伯母了 她跟妈在游乐场看孩子 我就趁机过来看看 其实是自己离不开林峰 习惯有她陪伴在自己身边 走一会儿都会想念 家俊她没来吗 她说快到了 说曹操 曹操就到 林家俊笑着说 我来了 等很久了 林峰摇头 没有 去办公室坐一会 嗯 张雨夕说 那你们忙 我去照顾孩子了 这里有个办公室 除此之外 还有一张简易的床 有时候 王陆会带孩子来看她 小宝宝困了 也能有地方睡 杨诚那边怎么样 林峰淡淡说 一切如常 我看了你新店开业 生意火到爆啊 林峰笑了笑 这次能做自己的品牌 多亏了刘波 这一年 她成长得很快 能独当一面了 林家俊笑着说 你看人向来是不会错的 聊着聊着 林家俊说起宋益这个人 前段时间 她找我借十万块钱 我没借给她 小兰还找我来着 她真的是 越活越回去了 那个男人太会装 听林家俊吐槽了一会 林峰看时间不早了 我走了 留下来吃饭 不了 我回家吃饭 然后要回阳城 这么敢 明天雨昕要上课 等他们学校放假了 我就带雨昕 去她父母那边过年 也对 是时候去一趟 雨昕有两年多没回去了 这次我陪她好好玩玩 撑 啥时候回来 我们几个兄弟聚一聚 大年十五怎么说 也要回来一趟吧 林家俊送林峰出门 去游乐场的路上 碰到了宝宝们 每个人手上都拿着玩具 跑过来跟她炫耀 爸爸 这是奶奶给我买的小公主 好不好看 这个变形金刚是 爷爷给我买的 帅不帅 我这个是奥特曼 大不大 我这个是小钢琴 不仅完了 还收获了小礼物 宝宝们别提有多开心了 回到林家 周翠兰说 什么都不要儿子做饭 去去去 怎么说 也要让你尝尝妈的手艺 林大山站在一旁 劝道 还是别了吧 我想尝儿子的手艺 周翠兰狠狠瞪了他一眼 儿子已经好久没有吃过我做的饭菜了 可我吃了很久啊 啥意思 觉得我做的难吃 还是吃腻了 咋了 别家的好吃 你去别家吃啊 我没别的意思 哎 算了算了 你做吧 林峰对他们半嘴 已经稀以为尝了这样吧 我一会给爸做几道他最喜欢吃的 林大山大喜 好 周翠兰轻哼一声 你别惯着你爸 他口味都被你养雕了 现在看我做饭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挑得狠 林大山别别嘴 我儿子要给我做 你管得宽 不跟你说了 我去哄小孙孙了 第256章 回魔都 很快 寒假就到了 安兰趁着这个机会 也跟林峰两人一起回魔都 这样也可以顺便照顾宝宝们 去之前 把当天的机票提前买好了 过年时 店里最忙了 安兰不放心 一定要亲力亲为才行 两个小时后 飞机抵达魔都国际机场 张富永和赵立真 在街机口望眼欲穿 表情着急又期待 因为他们乘坐的航班 会有不定期的延误 提前等情况 所以 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机场 来了 来了 赵立真开心的跟个孩子似的 激动的不行 正在看手机的张富永 马上抬起头 哪儿呢 赵立真责怪 让你平时少看手机不听 现在老花眼了吧 张富永 这跟他看手机有关系吗 街机的人这么多 他站在后面 看都看不到好吗 不过下一秒 他就在人群中 看到鹤立基群的女儿和女婿 高颜值 气质绝了的夫妻二人 以及萌到爆炸的四胞胎 瞬间成为众人的焦点 赵立真嘀咕一声 我怎么感觉女婿越来越帅了 张富永一看 还真是 赵立真喊着 雨夕 林峰 安兰 孙孙们 林峰现在 一手抱一个宝宝 没有半点压力 左手是没睡醒的三宝 右手是缠着要她抱的四宝 张雨夕手上是二宝 安兰手上是大宝 可把安兰给累的 这才一回来 手臂就酸了 四宝妈 永远都是精力最旺盛的那个 哒哒哒往前跑 外公 外婆 我们来了 张富永将扑进怀中的四宝抱起来 有没有想外公 四宝声音脆脆的回答 有 赵立真赶紧问 那有没有想外婆 有 张富永开心的眉开眼笑 来 让外公看看 小家伙长帅了没有啊 嗯 还是那么可爱 那么帅 四宝嘿嘿一笑 安兰把迷迷糊糊的大宝 交给赵立真 阿姨你来抱吧 这小子太沉了 我手臂都要抹了 我去拿行李 赵立真接过来 哟 还真是呢 这身上的肉肉没白长 石胖 他哄着大宝 大宝醒醒 看看我是谁啊 还记得吗 大宝缓缓睁开眼 外婆 赵立真开心了 哎哟 大宝还记得外婆啊 有没有想外婆 大宝点点头 张雨夕手上的二宝也醒了 迷茫地看了看周围 妈妈 我们在哪 我们到了外婆这里 看 这是谁 二宝精神了 哇 外婆 外公 夫妻二人不约而同回答 哎 张雨夕从林峰手上接过三宝 三宝不愿下地走路 还想缠着爸爸 林峰抱着他 我去帮忙拿行李 安兰这次回来 做了保密工作 谁也不知道 赵立真和张富勇 也是看到人之后才知道 安兰想给父母一个惊喜 为了宝宝们的安全着想 车上都安装了儿童安全衣 夫妻两人各开一辆车 加上安兰 位置刚好 先送安兰回家 到了小区 安兰又激动又忐忑 自己已经好久没回家了 他们看到自己 肯定很开心 林总 辛苦你了 我先回去了 林峰笑了笑 跟安兰挥手告别 半个小时之后 林峰开车来到一个别墅去 到家了 张雨西下车 看着眼前的建筑 恍如隔世 两年前 自己离家出走 那是绝望又无助 带着一股不计后果的傻劲 在遭遇现实毒打后 才知道自己想得太天真 可正因如此 误打误撞 和孩子爸爸相遇 开启自己的幸福生活 现在想想 真的是物是人非 赵立真看出女儿在想什么 轻声说 别傻站着了 回家吧 张雨西点点头 进屋后 张雨西才发现 他们已经把客厅的茶几 张富勇的收藏等等 都搬走了 把空间腾出来 摆放儿童玩具 宝宝们一看到好多的新玩具 并没有第一时间跑过去玩 而是看向林峰 林峰微微一笑 去玩吧 来 我带你们来房间 打开门 不知跟张雨西离开时 没什么不同 唯一不同的是 换了一张大床 没有靠墙的这一边 都加了防止儿童翻阅的围栏 别墅一共有四个房间 一个是佣人房 一个是客房 还有一个是主卧室 另一个就是次卧 张雨西住的主卧室 面积比翠湖别墅的主卧室 还要大一点 东西你们慢慢收拾吧 我做晚饭 说完便迫不及待地走了 说什么做晚饭 其实就是想跟小孙孙玩了 哎呦喂 一个个长大 太讨人喜欢了 张雨西坐在床上 左右看了看 鼻子有些发酸 林峰打开箱子 整理大人和宝宝们的东西 收拾完才发现张雨西情绪不对 怎么了老婆 张雨西略带哽咽 没什么 就是感觉自己有时候 挺不懂事的 林峰抱着她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事情都过去了 现在我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 挺好的 张雨西看着林峰 老公 你说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相遇 会怎么样 自己大概会依旧住在老房子 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 过着拮据 而又焦虑的生活 林峰哄着她 没有如果 事实上我们相遇了 这或许就是 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 张雨西也觉得挺神奇的 或许真是两个人的缘分到了吧 第257章 不生孙左想福 张雨西收拾好情绪 却洗了把脸 拉着林峰 给她介绍别墅结构 其实跟我们家差不多 只是布局有些不同 张富永买的这套别墅 有十多年了 车库在别墅的左手边 类似于搭建的车棚 看样子 是人工搭建起来的 至于原本的车库附一楼 张富永改装成了自己的收藏室 里面摆放的 都是他这么多年收藏的古玩字画 参观完别墅后回到了客厅 两位老人就像老小孩似的 陪着宝宝们做游戏 大宝和四宝跟老爷子玩打枪枪 玩具枪会发出突突的声音 还带机关 张富永毫无形象地躺在垫子上 垂死挣扎 捂着胸口 假装受伤 啊 你们的枪法 太厉害了 我 我受伤了 张富永一边洋装痛苦地叫着 一边摸到玩具枪 他拿起枪 立即对着两个宝宝射击 可是你们万万没想到 我也有枪吧 哈哈哈哈 四宝捂着自己的胸口 非常夸张地表演着痛苦的神色 啊 我受伤了 哥哥 大宝藏在赵立真身后 拿出枪对准张富永 张富永丹尬演技 再一次上线 捂着胸口 假装痛苦道 啊 你们再一次打中我了 真是厉害的神枪手呢 说着 张富永一动不动 假装自己被击毙了 四宝和大宝开心了 还要玩 还要玩 对于他们而言 这种游戏 能一直乐此不疲地玩下去 这边 赵立真在给二宝和三宝的 巴比娃娃边头发 给他们穿小衣服 来 我们把这个王冠 给小公主戴上 好不好 让他们跟你们一样 漂漂亮亮的 现在 我们来给小公主们选一选 看看他们穿什么鞋子好看 三宝喜欢精致又好看的东西 指着一双上面闪闪发光 戴着钻石的鞋子 那我们就用这个吧 看上去很好看呢 二宝 你选什么 脱鞋吧 也可以 凌峰看了看时间 去厨房和张雨昕一起做饭 你们别坐 我来坐 赵立真刚要起身 二宝让他给巴比娃娃 扎个丸子头 跟他一样 赵立真又坐了回去 你们等着 我一会过来 张雨昕笑着说 妈 你就陪孩子们玩吧 我和凌峰坐 夫妻二人在厨房忙碌起来 张雨昕小声说起赵立真的事 以前 家里有佣人做一日三餐 打扫卫生 我妈什么都不用做 现在 我妈开了自己的舞蹈班 没以前忙了 开始重新当起家庭主妇 厨艺勉强还过得去 多好吃谈不上 他为了保持身材 口味都比较清淡 大多数都是水煮的 偶尔还做养生餐 我爸受不了啊 我心好心好心好着他吃 吃着吃着 我们一家人也就习惯了 以前这种平常的事 现在成了他的回忆 凌峰在厨房一阵翻找后 笑着说 我看出来了 这厨房 调料都是基础的 摆放的碗筷 都是两人的 多余的餐具 都收在头顶的柜子上 冰箱里什么都有 四十分钟后 凌峰把饭菜做好 张雨昕高喊 妈 爸 带宝宝们洗手吃饭了 好嘞 顺便看他们后背有没有汗 知道了 一切准备就绪 大家落座吃晚餐 赵立真说 吃完饭 我们去对面的小公园散散步 等到了小公园 有很多人晚上溜湾散步的 都是附近小区的 有不少人跟张雨昕一家都认识 这不 就碰到一个阿姨 哟 立真 这四个孩子是多胞胎吧 你的外孙 赵立真一脸的自豪 没错 他们都是我的外孙 今年一岁半了 对方震惊了 还真是你的外孙啊 四胞胎 你女儿也太能生了吧 赵立真轻哼一声 是我女儿有本事 对方嘖嘖嘖 我之前就听小区的人说 你做外婆了 没想到是真的 有福气啊 赵立真微微一笑 我也觉得自己福气 看到张雨昕和林峰 对方笑着说 这不是雨昕吗 好久没看到你 原来是生孩子去了 赵立真的闺蜜 张雨昕认识 但只是有点印象 连个名字都叫不出来 叫了一声阿姨 对方打量林峰 这是女婿吧 长得真是一表人才 和你女儿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一直感慨 你现在有福气哦 女儿成家立业 不用操心了 赵立真笑说 你不也有福气 听说你女儿今年 给你带回来一个外国女婿 一提这个 对方感慨 别提了 说以后要在国外生活 一年到头 怕是见不上几次面 张雨昕安慰她 只要那人对你女儿好 以后夫妻好好过日子就成 对方马上吐槽 还过日子 呵呵 天天吃面包吃牛排 你说那东西 能有啥营养啊 说让他们做饭 不听 张雨昕笑着说 年轻人是这样 等以后做父母 就懂了 对方的表情 那叫一个糟心 呵呵 说是完够了 再考虑要孩子 你说他们是不是疯了 一个33 一个31 这女人越晚生孩子 越是对大人和孩子不好 说了不听 真是要气死我了 赵立真忍不住心生同情 安慰她 别气了 身体是自己的 俗话说得好 而孙子有儿孙福 不生孙子我想福 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自己折腾去 对方看四宝的眼神 那叫一个羡慕 不知道我 什么时候才能抱孙子哟 这样一对比起来 她觉得自己好惨一妈妈啊 第258章 百亿身价 继续往前走了没多久 又遇到熟人了 张富勇 赵立真两人 那叫一个开心 见到熟人 就炫耀自家小孙孙 以及优秀的女婿 宝宝们也是非常乖巧 嘴巴又甜又懂事 完全不像是一岁半的孩子 把赵立真认识的同龄人 羡慕得要死 之前就有传张雨昕 未婚生子的事情 虽然没有实锤 但是八九不离十 这件事情 大家都藏在心里 没有怎么说风凉话 但是世上就没有不托风的墙 夫妻二人都听过一些 说什么自家女儿不检点 好好的留学生 回来喂狗了等等 这一次 他们夫妇决定 让那些人闭嘴 看到没有 我的女儿貌美如画 我的女婿帅气多精 孙孙们又听话又懂事 他们现在老幸福了 几个阿姨和赵立真 一边走一聊天 你女婿做什么的 赵立真难掩得意 她呀 做投资的 目前身价几个亿吧 他们都震惊了 不敢置信问 真的假的 这么年轻就身价过亿 赵立真底气足 傲然说 当然 这个可以查的 没有做假 顿了顿又说 不对 应该不止几个亿 扭头问林峰 林峰 你现在包括不动产 一共有多少 林峰想了想 大概有上百亿吧 赵立真也是吓了一跳 这下底气更足了 她问 上百亿啊 我记得几个月前 才几个亿吧 林峰配合说 买了一家酒店 开了两个店 生意都很不错 赵立真自豪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其他人都傻眼了 觉得赵立真这种人 没必要装 一名舞者 还是有自己的骄傲和清高 其中一人酸了 立真啊 你女儿真有眼光 给你找了这么好的女婿 就是就是 我就说 你女儿自身条件这么好 又是外国名牌 大学毕业 未来一定能嫁得好 看看我说准了吧 年纪轻轻 就身价百亿 不简单啊 没错 还给你们二老一口气 生了四个孙子 这种福气 我们是羡慕不来的 我就说你气色一天比一天好 当用了什么回春护肤品呢 看她们羡慕的表情 听她们说着恭维的话 赵立真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她故作叹口气 哎 我当初不同意女儿远嫁 虽然女婿有钱 可我们家也是小有资产的 嫁过去 万一被欺负了怎么办 天高路远的 我能看得见 你们也知道 我就与其这么一个孩子 一直宝贝得很 得这丫头也死心眼 非要跟着她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只能妥协了 其他人赶紧说 有一说一 你女婿是真的帅的 个头又高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哎呀 别说这些了 你女儿找了这么好的女婿给你 是我的话 都开心死了 就是 你现在这是炫耀 赵立真见好就收 笑着说 的确 这么多年 她对我女儿是好的没话说 当公主一样捧着 另一边 张富勇照样对着认识的人 一顿炫耀 把同龄的老爷子们 羡慕得不行 做父母的 心头最在意的 就是孩子的终身大事和前途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现在 你可以放心养老了 一天别这么辛苦工作了 就是 要是我 一天天去打高尔夫 去爬山 去旅游 这样的女婿玩 我也想给女儿找一个 这个点 起疯了 也是时候回去了 在一群同龄人羡慕的目光中 一家人离开 赵立真和老公两个人满面红光 一副打胜仗的样子 夜深人静 赵立真坐在床上 心里美滋滋的 今天这口气 憋了这么久 终于吐出来了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初一个个在背后 怎么说语气 现在知道 什么叫打脸了吧 我女婿 百亿身架 一直看书的张富勇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赵立真优雅一笑 抬高下巴 你女婿 加上不动产 有百亿之多 张富勇一下摘掉老花镜 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赵立真冷哼一声 你看我是在 跟你开玩笑吗 张富勇久久出神后 才缓缓说 好 这小子有出息 不枉费雨夕跟着他 是啊 要说 还是我们家雨夕有眼光 张富勇抓住问题 你什么意思 说你眼光不好了 赵立真淡淡反问 你觉得呢 哎 你 你把话说清楚 懒得理你 你 你 算了 不跟你扯这些有的没的 这边 张雨夕趴在凌峰胸口问 老公 你真有这么多钱 是啊 张雨夕没吱声 凌峰问 怎么了 张雨夕笑了 原来我才发现 老公你这么有钱啊 那我是不是 捡到宝了 凌峰搂紧他 没说话 第二天 凌峰到点就醒了 下楼时 赵立真正在哼着小曲熬粥 一边听养生讲座醒了呀 粥一会就能吃了 凌峰闻到淡淡的糊味 轻微的 只有他能闻到 过去洗手 假装不经意看一眼 锅里的粥 果然快糊了 妈 我来吧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了 赵立真笑着说 我特意买了一个砂锅 慢慢熬 正说着 砰一声 砂锅爆炸了 就在爆炸声响起的那一刻 凌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赵立真迅速拉开 与此同时 用锅盖挡住二人 这一炸 惊醒了楼上的妇女 第259章 这女婿 太能干了 咚咚咚 伴随着急促的脚步声 张富永妇女两个下来一看 顿时惊呆了 厨房内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溢出的粥 砂锅几乎是蓝腰炸开 临峰关了火 转眼就看见张雨夕冲过来 到处检查 一张小脸 早已吓得花蓉失色 老公 快让我看看 有没有受伤 凌峰见张雨夕 吓得浑身发抖 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心中意软 我没事 还好我跟妈躲避及时 不然就炸在身上了 张雨夕不确定问 真的没受伤吗 凌峰摇头 真没有 张雨夕这才想起 妈妈还在呢 赶紧询问 妈 你没事吧 刚才自己第一眼看到的人 就是凌峰 别的都没注意到 赵立真刚才脑子一直在发猛 现在清醒过来 摇头 没事 张富勇跟张雨夕一样 仔细检查 确定没有受伤 才松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赵立真心有余悸说 还好凌峰反应快 否则我肯定会受伤 张富勇顿时又怒又好笑 我让你以后别碰砂锅 你就是不听 好了 又炸了 凌峰和张雨夕一听 顿时心里一惊 原来这不是第一次爆炸啊 赵立真脸色微微一变 尴尬地说道 这都好几年前的事了 怎么老实提啊 再说了 你怎么能怪在我头上呢 肯定是砂锅质量出了问题 张富勇都忍不住要笑了 质量出问题一次 我还能相信 但这都两次三次 今天这是第四次了 赵立真瞪大眼睛 哪有四次 张富勇掰着手指数 第一次 你是在雨夕上高三时 给他鸡汤 是不是炸了 赵立真反问 有吗 张富勇立即说 怎么没有 张雨夕回忆了一下 小声说 妈 那次家里的阿姨告诉我 砂锅的确炸了 赵立真扯了扯嘴角 我怎么不记得了 张富勇继续说 第二次 雨夕在国外上学 你去租房地儿看他 我们是不是逛遍了大大小小的超市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砂锅 还是炖鸡汤 是不是又给炸了 这个他们三个人都有记忆 赵立真一时被噎住了 还有呢 张富勇说 从那之后 我是不是告诉你 不要用砂锅 你不听 第三次是我生病 你给我熬鸡汤 又给炸了是不是 赵立真不甘心 怪我了 张富勇见他这表情 又气又好笑 这不怪你怪谁啊 可能你跟砂锅天生八字不合 索性以后就不要用砂锅了 你说这次两次 或许是质量问题 我相信 可是三次四次出现同样的问题 你说那是砂锅的问题吗 可不就是你的问题吗 张雨昕和林峰都觉得匪夷所思 如果说这是巧合 那也太巧了吧 赵立真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我用砂锅 还不是给你们炖鸡汤啊 哦 现在说 我跟砂锅不合 炸了是我的原因 好 那我以后再也不碰砂锅 你今后想吃到我炖的一口鸡汤 没门 我不做了 张富勇赶紧说 看你说的 我又不是不让你炖鸡汤 只是不要用砂锅 电压力锅不行吗 赵立真冷哼一声 那个能比砂锅炖的香吗 张富勇 不都是炖鸡汤吗 有什么区别 看父母半嘴 做儿女肯定要去劝架 这时 林峰听见楼上传来四宝的声音 我想去看看孩子 张雨戏点点头 扭头哄着赵立真 妈别生气了 爸不是那个意思 他这是关心你 才不让你碰砂锅呢 有些玄乎的事 解释不通 我们能避免就避免 你说今天 如果不是有林峰在 你肯定会受伤 那可怎么办 张富勇赶紧说 你说鸡汤重要 还是你这个人重要 赵立真哑口无言 但是心里还是气呢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你快去看看小孙孙吧 张雨戏点点头 嗯 等女儿女婿都走了 赵立真一个眼神扫过来 张富勇赶紧赔罪 对不住对不住 情急之下说了一些语气重的话 别生气 我不是故意的 赵立真冷哼一声 坐下来拍了拍胸 张富勇倒也主动 赶紧去收拾残局 赵立真长叹一口气 决定以后啊 真不碰砂锅了 楼上 林峰收拾宝宝们时 突然笑了 张雨戏问 笑什么 林峰说 原来炸厨房 是会遗传的呀 张雨戏 林峰依旧记得 之前在别墅 张雨戏要给自己做饭 差点没把厨房给炸了 那件事情 林峰到现在还记忆深刻 张雨戏想了想 为自己辩解道 我做泡面 煮个鸡蛋还是可以的 但是 做太复杂的 就感觉双手不听使唤 不知道为什么 以前林峰就觉得这类人神奇 没想到 自己会娶一个这样的老婆 还好自己有技能加持 对做饭毫无压力 老婆 你来 我去做饭 好 等林峰下去 张富永已经打扫完成了 辛苦你了林峰 不辛苦 我经常在家做饭 习惯了 你要是觉得 带孩子做家务这些太累 就找个阿姨帮忙 目前为止 我都可以应付 等孩子大一些再看吧 嗯 不到半个小时 林峰把大人和宝宝们的早餐都做好 他们不约而同享 这女婿真的是太能干了 第二百六十章 宝宝们的演技 吃完早餐 赵立真和张富永带着宝宝们在院子里玩 为了红宝宝们开心 张富永在院子里挖了个浅池塘 只有二十厘米宽 十五厘米深 长度两米 里面养着买来的几条小豆鱼 一个个只有小宝宝们的巴掌大 张富永还特意制作钓鱼竿 勾上挂鱼饲料 还挺像那么回事 宝宝们排排坐 一人手拿一个钓鱼竿 有模有样的钓鱼 赵立真和张富永两个人 也加入进来 还别说 真有效果 第一个钓到小鱼的是三宝 看到鱼竿再动 一扯小鱼就上来了 可把哥哥姐姐们给羡慕的 三宝拿着自己的小桶 哒哒哒地往屋里跑 爸爸妈妈 我钓到鱼鱼了 客厅 张雨昕正在给林峰看家里的老相册 见三宝过来 林峰赶紧接住他 怕摔了 看 这是我钓的 我是最先钓到 哥哥姐姐们一条都没有 夫妻二人见三宝这么献宝 可不得彩虹屁夸一下 动手能力强 哇 三宝好棒好厉害 不错不错 加油哦 三宝重重地点头 踢着小水桶 哒哒哒又跑出去了 林峰叮嘱 慢点跑 小心别摔着了 好 三宝跑回去 乖乖坐好 接着就看到大宝也钓上来了一条 开心地嗅起一笑 三宝赶紧说 哥哥好棒 三宝是最文静的 所以钓鱼不急不躁 大宝 二宝和四宝三个人性子比较急 鱼儿往那边游 鱼沟就往那边移 这样怎么能钓到鱼 大宝还好一点 没过多久又钓上鱼了 再看四宝和二宝 四宝是那种 不管能不能钓到鱼 自己开心最重要 二宝也想要可爱的小鱼儿 因为跟四宝挨在一起做 所以根本就钓不上鱼 可怜巴巴的看着赵丽珍 委屈巴巴的 外婆 赵丽珍赶紧让二宝远离四宝 带着他跟三宝坐在一起 不到两分钟 鱼儿就上钩了 四宝完都差不多了 发现哥哥姐姐每个人都有小鱼 就他没有 这种落差 在小朋友身上也会有体现 不过四宝没心没肺 又不走寻常路的人 果断蹲下来 用自己的小水桶去捞鱼 嗯 这做法果然很四宝 四宝这一闹 其他宝宝怎么钓鱼 而且 他们觉得捞鱼 也很有意思呢 夫妻挽着孩子们袖口 看着他们玩 赵丽珍看着他们脸上的笑脸 忍不住也跟着笑了 还是孩子多了好啊 另一边 再看相册的凌峰发现 张雨昕真是从小美到大的人 在赵丽珍的熏陶下 她从小开始学舞 身体柔韧性极好 原本以为 母女两人会走上相同的道路 成为一名舞者 没想到最后 在成长的过程中 张雨昕发现 自己喜欢做一名老师 教育学子 最后 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舞这条路 赵丽珍虽然惋惜 但还是全力支持女儿的想法 年轻时的赵丽珍 也可以说是风华绝代 现在也是一位美丽优雅的女士 眉宇之间 还有当年舞台绝代的影子 老婆 明年夏天 我们就举办婚礼 张雨昕愣了一下 心生期待 好 每个女人 对自己的婚礼 都充满了幻想和期待 张雨昕在高中时 就幻想过自己的白马王子 会以什么方式娶自己 那天 自己必然会穿着洁白的婚纱 而她将会骑着白马过来 中午 又到了临峰做饭的时候 赵丽珍过来说 我们中午出去吃吧 我知道一家餐厅味道不错 我带你去尝尝 随后 一家人收拾出门 我都属于一线城市 张雨昕家庭算是中等片上的条件 赵丽珍也是小有名气的舞者 现在退休 还经常去做评委 来到一家高档中餐厅 因为是饭点 除了包厢外有空位 外面的座位都满了 但是包厢也要收费标准 按人头算 婴儿不计费 但是独立的包厢没有 只能听包厢 类似于包厢有两三桌 张雨昕忍不住感慨 生意还这么好啊 这是一个六人做的圆形餐桌 餐厅提供儿童餐饮 临风来之前 都给宝宝们喂饱饱了 他们玩玩具就好了 赵丽珍点了这里的特色菜 又把菜单给张雨昕 你们想吃什么点 张雨昕凑过来 老公 这个我最喜欢吃 很好吃的 你尝一尝 还有这个 赵丽珍笑着说 吃不了这么多就别点了 回头再来吃 服务员飞快地用自己一个软件 操作一番后下单 她的送上水果和茶等等 然后站在一旁不出声 目光却一直落在宝宝们的身上 内心在尖叫 天 四胞胎 每一个都好萌 好可爱 看到他们 自己单身狗 都忍不住想结婚生孩子 突然 三宝手中的玩具掉 服务员赶紧过去捡起来 笑眯眯说 给小朋友 三宝冲她一笑 软软说 谢谢阿姨 哇 她的小心脏啊 血槽都空了 不用谢 服务员完全控制不住自己 小朋友 你几岁了呀 三宝伸出一根手指头 一岁半了 服务员挺意外 真看不出来 长得这么好 十五分钟做鱼 菜上齐全了 自从上次四宝被落过一次之后 这段记忆力 似乎逐渐消退了 吃货之力 又开始觉醒了 四宝眨巴着小嘴 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顿时觉得 手上的玩具不香了 跟大宝眼巴巴瞅着 无动于衷不同 四宝是行动派 叫着 外婆 赵立真赶紧笑了 怎么了四宝 四宝刚要说抱抱 被二宝截足先登 外婆 二宝想你了 抱抱 四宝有点猛地看着二宝 仿佛在说 干啥呢 赵立真抱起二宝 眉开眼笑地问道 二宝想外婆了呀 现在二宝的甜言蜜语 那是张嘴就来 还处于无形 二宝盼着赵立真的驳梗 二宝想外婆抱抱了 他歪着脑袋问 闻了闻味 一脸好奇问 外婆 你吃的是什么 好香啊 二宝可以吃一点吗 面对这样的小天使 赵立真犹豫 啊 这个 二宝眨把眼睛 不行吗 一点点 也不行吗 赵立真无法拒绝 外婆看看你能吃什么 二宝赶紧说 二宝吃饭饭最乖了 不挑食 赵立真最后给宝宝 加了一块清蒸鱼 仔细检查没有鱼刺后 才给二宝喂 叮嘱道 慢慢吃 抿着吃 二宝吃完 眼睛亮晶晶 好吃 四宝 大宝 张富勇朝他们看过来 就在四宝觉得 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时候 看到了一旁的大宝 为了吃 他稳不住了 大宝很少卖萌 一直都是实干形 他为了口吃的 也朝张富勇一笑 外公 大宝也要抱抱 张富勇笑呵呵地抱起他 大宝想外公了吗 等大宝落在张富勇怀中后 也不回答问题 指着桌上一道道美食说 外公 我想吃 成 外公看看 给你吃这个吧 好像是面粉做的 大宝 只能吃一点哦 不能多吃 美食到嘴 大宝吃得没开眼笑 四宝 他看看这个 看看那个 急得颠小屁屁 从最开始 到现在 张雨昕和林峰都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他们了解 每个宝宝的性格 说出去 谁会相信 一岁半的宝宝 演技了得呀 尤其是二宝演技 信手拈来 小嘴巴甜的 巴拉巴拉的制造烟雾蛋 再看看大宝 演技尴尬 跟二宝根本就没办法比 而四宝 那着急的小表情 夫妻二人觉得又可爱又搞笑 不知道 身为吃货的四宝 接下来会做什么 在家里有规定 宝宝们是不能吃大人的饭 他们还太小 口味不能吃太重 一来对他们身体不好 二来 他们吃了太口味重的食物 以后不爱吃饭 觉得口味淡 偶尔吃一次是可以的 四宝的目光看过来 夫妻二人十分有默契的低头 假装什么都没有看到 发现对方行为后 不由的相视一笑 最后 四宝将目光落在一旁边的服务员身上 突然 他想叙叙了 骤然 灵感一闪 服务员上前询问 小宝贝 怎么了 四宝是一服务员把自己放下来 我要叙叙 只要离开这个餐椅 他就自由了 要下来吗 四宝点点头 我要叙叙 服务员笑着说 阿姨带你去 好不好 林峰起身 不用麻烦你了 我带孩子去 他要看看 四宝是真的想叙叙 还是一次找的借口 带四宝去洗手间 一看还真是想叙叙 四宝看着林峰 爸爸 我饿了 我也想吃饭饭 看到四宝这样 林峰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四宝作为吃货 没有发脾气 没闹 性格很好的 好 不过就一次哦 四宝捧着林峰的脑袋 额头上狠狠亲一口 谢谢爸爸 最爱爸爸了 也不能厚此薄彼的 别的宝宝肯定少不了的 餐桌上宝宝们能吃得很少 林峰挑选之后 小心翼翼地喂给他们 一个个都满足了 解了嘴意 宝宝们离开餐椅 就不想坐回去了 服务员笑着说 我们楼上有儿童玩耍区 可以带宝宝们去那里玩 赵立真擦了擦手 我吃好了 你们吃 我陪宝宝们 第261章 杜倩生日会 游乐场里面设施非常丰富 而且场地还很大 只有几个宝宝在里面玩耍 其中还有个七八岁的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 这个孩子 赵立真觉得有些眼熟 似乎在哪里见过 一时半会没想起来是谁 直到家长来后 赵立真才回忆起来 这不就是 与兴那个叫杜倩朋友的姑姑吗 他们还有几面之缘 这不是那个 对方也觉得赵立真眼熟 一时半会叫不出名字来 赵立真淡淡说 你是杜倩的姑姑吧 我对你有印象 杜倩姑姑一拍额头 想起来 你是张雨昕的妈妈 赵老师吧 赵立真也是阅人无数 女儿当初 两个最好的闺蜜 安兰自己是知根知底的 杜倩高中转到雨昕班上后 两个人认识了四五年 开始几年 赵立真没觉得什么 后来发现 这丫头心思重 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 她内心还是欣赏这样的人 不像自己女儿看着精明样 本人又单纯又善良 但是后来 出了那种事之后 赵立真还上门找过杜倩 她的阅历告诉自己 杜倩这丫头 以后再不能来往 杜倩和陆博宇要结婚 且杜倩要结婚的事 她是从别人嘴里知道的 现在 更是对杜倩没有半点好感 连带陆博宇 也很失望 外婆 你看 我发现了一个小花花 二宝哒哒哒跑过来 手里拿着戴着纺钻的发卡 呈现花形 非常漂亮 赵立真看了 也不由心生喜欢 阮生说 那我们等一下 把这个交到前台去 让她的主人认领她好不好 二宝有些不舍 可是 是我捡到的呀 可能是她的主人 不小心掉在这里 看她这么漂亮 主人一定很喜欢 丢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她肯定很着急 就比如 二宝 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不小心弄掉了 那你是不是也希望 有善良的人见到她 然后还点你呢 二宝想了想 被说服了 那好吧 赵立真接过来 那外婆帮你保管 等我们下楼的时候 二宝拿去前台 好不好 二宝点点头 听话地说 好 杜倩姑姑 目光就没有从二宝身上挪开过 这是你孙女 长得真漂亮 跟她妈妈一样呢 赵立真笑了笑 任何称赞她孙孙的 她都开心和自豪 杜倩姑姑又说 看那几个长得也很好看 跟你家孙女 还有几分相似呢 赵立真非常骄傲 却又矜持地说道 他们都是我女儿生的 杜倩姑姑震惊了 真的假的 生四个这么厉害 赵立真没有说话 杜倩姑姑的神色变得奇怪 那你女儿真厉害 一口气声这么多 赵立真得意一笑 不是人人都有这个福气的 杜倩姑姑又说 养大要花费不少钱哦 赵立真轻哼一声 但但说 还可以吧 再来四个小孙孙 我们都养得起 杜倩姑姑凑过来小声问道 那个 孩子她爸 找到了没有 杜倩家的亲戚 都知道张雨夕未婚先孕的事情 但是现在 连她找没找到爸都不知道 杜倩真是太可恶了 赵立真脸色疏然一变 接着又笑了 找到了呀 杜倩姑姑吃惊 找到了 赵立真岔开话题 你们怎么在这里 这魔都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刚回来 这才在外面吃的第一餐 就遇到了他们 这缘分 真是妙不可言 今天是杜倩的生日 前段时间 她因为怀孕 胃口一直不好 这部情况刚好转 再加上又是她的生日 所以我们就定在这里吃饭 听了杜倩姑姑的话 赵立真似乎想到什么 问道 怀的是个儿子 杜倩姑姑诧异 你怎么知道 赵立真扯了扯嘴角 眸光微微一闪 我之前见过杜倩 她跟我说的 说完 赵立真又皱起眉头 接着问道 那她今天生日 陆薄宇有来吗 杜倩姑姑点了点头 不知道赵立真 为什么要问这个 另一边 吃完饭后 张富永拿出手机 宠张雨昕说道 我给你妈打电话 让她下来 我们回家 十分钟 赵立真笑着进包厢 问林峰 觉得怎样 好吃吗 林峰由衷说 味道很不错 赵立真笑了 那我们走吧 不过 走之前 带你们去见一位熟人 张雨昕和林峰 没察觉什么 张富永跟他夫妻二十多年 怎么会不知道 这笑跟寻常不同 他问服务员 808号包厢在哪里 请跟我来 张富永小声问 你在搞什么 赵立真目视前方 笑容微微泛着冷 你别管 张富永心中有一丝不好的预感 是独立包厢 可容纳二十人同时就餐 进去时 里面有说有笑 看样子很热闹 张雨昕和林峰跟在后面 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声音 顿时脸色微微一变 林峰没见其人 但是他耳利好 众人的交谈 听得是一清二楚 大致猜到了用意 见张雨昕脸色不好 将怀里的二宝换个手臂 另一只手牵着张雨昕 老婆 有些事 从安岚嘴里 林峰略知一二 自然也猜到 张雨昕神色不对 是为什么 张雨昕昂起头 就看见林峰含笑地看着她 目光温柔如水 瞬间 心头的那些情绪 烟消云散 她露出一抹笑容 听赵丽珍的声音响起 哟 挺热闹啊 赵丽珍的声音 让欢声笑语逐渐消失 纷纷转头看向门口 只见包厢内 陆伯与父母 以及杜谦父母 都在这里 陆傅是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人 反应最快 赵老师 张老爹 你怎么来了 陆母同样是一位退休的舞者 从长相 身段 和舞蹈成就 远不如赵丽珍 尤其是这几年 陆母发福严重 没有半点分资 看到赵丽珍 丽珍美丽依旧 眼里妒忌一闪而过 也跟着丈夫站起来 稀刻稀刻啊 杜谦父母跟张与希父母 交集渗手 谈不上多数 不过未来亲家起身相迎的 他们也不能怠慢 随后起身 但又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尴尬站着 挺傻的 其他人都坐着 一副不明所以的样子 陆傅笑着说 坐坐 一起吃 赵丽珍摆手 不用了 我听说你们在这里用餐 就过来看看 丈夫涌进屋后 脸色也跟着阴沉下来 赵丽珍看向陆薄宇和杜倩 我听说 你们要结婚了 第262章 炫耀女婿 听到这话 陆薄宇欲言又止 似乎不知道 应该怎么回答 杜倩挺着肚子 站了起来 说道 对啊赵阿姨 到时候 你们一定得来喝我们的喜酒 赵丽珍笑了一下 神色生疏冷漠 不来了 我很忙 没空 赵丽珍突然想到什么事的 看我这记性 光顾着和你们说话了 众人 赵丽珍一转身 就看见自家老公杵着 用力推开他 闪开 张富勇 赵丽珍招手 笑眯眯说 我的小孙孙们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NAT 就看见几个小可爱 蹦跶出来 一个个可爱的不得了 打扮得更是精致 没有见过 比他们还可爱的萌娃了 宝宝们一出场 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小小的人身上 赵丽珍一脸炫耀 如你们所见 他们是四胞胎 是我的外孙孙们 来 给大家打个招呼的 宝宝们挥着小手手 用最纯真 最天真无邪 最可爱的笑容 给他们打招呼 众人一片暴击 天啊 四胞胎 他们一个个都好可爱 这几个孩子 一看就养得好 有两岁多了吧 你看那个女娃娃真好看 长大一定是个大美女 真是有福气啊 孙子们个个都可爱 我要是有四个孙子 不得开心思 养四个 要花好多钱哦 是费钱 但是孩子盘着盘着 不就盘大了吗 就是 你看人家那身装扮 会没钱吗 听着众人的议论 知道当年那件事的人 都震惊了 陆父说不出话来 都是与希生的 天哪 太能生了 他酸了 陆家人丁稀薄 如果有这么一个 能生孩子的儿媳妇 那自己的开心思 陆母无法相信 张与希那身板 生四个 现在得瞅成什么样 陆薄宇自然也是震惊万分 从孩子们的眉色中 找到了张与希的影子 他看向门口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杜倩在宝宝们出现的那一刻 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此事件即将成为 自己丈夫的男人 目光却看向别处 脸色顿时猛然一沉 赵丽珍将所有人的神色 尽收眼底 毫不掩饰炫耀的神色 这是什么话 我外孙 能不是他生的 说起与希 赵丽珍向站在门口外的女儿招手 与希来 张与希内心任何想法 隐藏于心 纵然他不想救世重提 不想与这些人碰面 可如今溅在弦上 不得不发 这一次 他必须以绝对胜利之资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这样 才不会辜负自己母亲的一番举动 所以 在得知赵丽珍用意之后 快速给自己化了一个淡妆 不化妆 就已经很美了 再稍加点缀 已是惊人之资了 当张与希现身 站在赵丽珍身边时 不约儿童冷吸一口气骗人吧 生了四个孩子的女人 身材怎么可能这么好 假的吧 我一亲戚生孩子 直接从九十多斤飙到了一百四十斤 减都减不回去 就是 四胞胎得多大的肚子啊 每个四五年 根本就恢复不了 更别说像他这样了 你看杜倩 这才几个月 就胖了好几圈了 之后不知道得胖成什么样子 嗯 这个张与希 不就是那个跟陌生男人 闭嘴 人家还站那儿呢 陆伯宇看着张与希 比两年前还要光彩照人 美艳绝伦 陆母瞪大眼睛 半天说不出话来 本能地看了一眼未来而袭 这一比较 简直是云泥之别 心里顿时有一种 被赵丽珍压一头的感觉 但她很快调整过来 笑道 与希跟两年前一样 一点都没变 你说你 一走就是两年 杳无音信的 可把你父母给担心坏了 孩子他霸找 刚要说什么 陆父打断他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就是重提做什么 陆母仿佛充耳未闻 孩子他爸 你找到了吗 她觉得自己这么说 已经很客气了 赵丽珍等的 就是她这句话 她一拍手 女婿 当然找到了呀 凌峰 挺拔的身躯 英俊的面容 清觉干净的气质 往人群中一站 一看就知道是人中龙凤 因为洗精法水 浑身带着通体的贵气 在服用完最后一颗洗水丹后 举手投足 更是浑然天成的优雅 这种刻入骨子 与后天相比 截然不同 陆伯宇看着眼前 外貌和气质 远胜于自己百倍的男人 心里很不适滋味 赵丽珍笑着说 我女婿 林峰 有一个身价百亿女婿 她介绍起来都底气十足 林峰淡淡一笑 大家好 陆父跃人无数 一眼就知道 这年轻人不简单 当下主动打招呼 林峰是吧 我跟你老丈人是好朋友 你可以叫我陆叔叔 张富永心里呵呵搭 叫什么陆叔叔啊 人家是大老板 叫陆总 林峰得知张富永的态度 生疏又冷漠地说 陆总 陆父只能说 你太客气 赵丽珍目的是什么 当然 是给女儿出一口气 外加炫女婿啊 赵丽珍眼嘴一笑 不是我在这里吹 说的都是实话 我这女婿啊 也算是小有资产 不多 也就几百亿而已 人年轻 又有身价 难免孤傲一些 你多体谅体谅 最后这句话 是对着陆伯与父母说的 赵丽珍炫耀的样子 顿时激起了陆母的胜负欲 是不是啊 这么年轻就身价百亿 赵丽珍笑了一下 没有刻意掩饰 对陆母的不屑自己儿子 没那个能力 就怀疑其他人 这样不太好吧 陆母气得脸都红了 你 陆父赶紧站出来打圆场 瞪了一眼妻子 今天既然碰到了 那我们改天组个局怎么样 赵丽珍指着乖巧的宝宝们 看到了吗 我们要带小孙孙 很忙的 改天吧 张富永也笑着说 对呀对呀 毕竟可是四个孙子 忙得很 第263章 张与希怀孕了 就在这时 四宝有些犯困了 她走到凌峰跟前 软软又秀气地说道 爸爸 四宝困困 要睡觉觉 凌峰蹲下来抱起她 神色温柔 爸爸抱着睡 三宝抱着凌峰的腿 爸爸 三宝越大越黏凌峰 在她跟前 把娇气这个毛病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宝长相清秀可爱 除了大宝之外 是最懂事的那个 不争吃 不争玩具 只争爸爸的抱抱 在家还好一点 出去就成了凌峰的挂件 大多数都在怀里抱着 张与希有些吃女儿的醋 可那毕竟是自己 十月怀胎生的宝贝 三宝又这么乖 就算心里有点点醋 面对三宝 也瞬间烟消云散 与希伸手从凌峰手中 接过三宝 来 妈妈抱 爸爸抱弟弟 三宝打个和哈欠 趴在张与希的胸口 一副没意见的样子 凌峰接过四宝 柔声问 四宝快睡觉觉 再等一会 我们就能回家了 四宝乖巧地 搂着凌峰的脖梗 非常可爱地说 嗯 我们回家家 与刚才冰冷竟然不同 夫妻二人面对宝宝们时 眼里的疼爱和温柔 藏都藏不住 一眼就让人看出 他们是好爸爸 好妈妈 大宝 二宝 察觉到气氛不对 会比平时要乖吗 怎么可能 他们听出 外公和外婆 在夸自己的意思 二宝赶紧对陆傅说 对答对答 外婆跟外公要跟我们玩 很忙的 没时间吃饭 他指着桌上的酒 外公不能喝酒 外婆说的 大宝嘴皮功夫 没二宝利索 成了捧根 我们要去钓鱼 去动物园 游乐场呢 喝酒会生病的 不能让外公生病 二宝也跟着复读基石地说道 就是就是 对对对 陆傅诧异 他们多大了 就这么能说会到了 赵立真难掩得意 一岁半了 众人再次吃惊 开玩笑吧 一岁半的孩子说话 这般头头是道 陆傅吃惊 真没看出来 赵立真得意洋洋说 我家宝贝们是比同龄人孩子聪明一些 罢了 不跟你们说了 你们继续聊 继续吃 我呀 带我们孙孙回家去睡午觉了 二宝顺着张富勇的裤子 手脚利索地往上爬 外婆 起来了 二宝要钓鱼鱼鱼鱼 张富勇笑着说 没问题 我们这次买一些小金鱼回来 一起钓怎么样 二宝拍手 好啊好啊 说着 一家人突如其来的出现 又走得干脆利索 陆傅想送 张富勇抬手冷冷道 不用了 忙你的去吧 一转头 对二宝眉开眼笑起来 爷爷知道一个水族馆 全是各种各样的鱼鱼 哇 好爷好爷 陆傅欲言又止 最后看着一家人离开 回去的途中 张富勇说道 今天你妈这样做 你别介意 林峰语气带着一丝愧疚 与其的是 安兰都告诉我了 让他受委去了 说实话 换作以前 张富勇绝对不会给林峰一个好脸色 甚至还会抱走他一顿 但是了解事情前因后果 也怪不得人家林峰 人家本来要负责的 现在日久见人心 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个有责任心的孩子 女儿嫁给他 比嫁给陆柏宇那傻播玩意儿 强几百倍 几万倍 以前觉得陆柏宇为人处事不错 现在看来 出轨杜欠那种女人 不就是个心好心好心好玩意儿吗 眼睛被狗屎呼了 这边 赵立真感觉自己浑身都舒畅了 一边开车 一边还哼着小曲 后座位上 宝宝们都已经睡着了 张雨昕则是看着窗外 赵立真问 怎么了 生妈的气了 张雨昕回过神 没有啊 妈你喜欢就好 我无所谓的 赵立真轻哼一声 幸好你没有嫁给陆柏宇 那陆家人 我现在一个都瞧不上 你离开这两年 他们一家是什么样的人 我也摸清楚了 原本以为陆柏宇不错 娶了杜欠 真是让我失望 陆家思想有些传统 想要搞儿子来继承家业 我今天就要陆家人看看 我女儿有多厉害 张雨昕有点尴尬 妈 这个有什么好比的 赵立真反问 为什么不能比 女人能生呀 不好吗 一口气生四个 雨昕 你多厉害啊 张雨昕刚才还有点情绪的 现在瞬间没了 妈 我知道我厉害 你以后别再提成妈 赵立真轻笑 不提不提 谁想到 这个话题 很快再次提起 突然 张雨昕感觉胃里一阵翻涌 有一股恶心想吐的感觉 妈 靠边 赵立真吓了一跳 赶紧找地方靠边停 车刚停稳 张雨昕开车门冲了出去 扶着树干呕起来 赵立真给他腐背 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是不是吃坏东西了 张雨昕一句话都回答不上来 只一个劲儿干呕 好半天 张雨昕才缓过进来 赵立真递给他纸巾 关切问 感觉好些了吗 张雨昕点点头 感觉好多了 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吧 赵立真突然目光如炬地看过来 吓得张雨昕一个机灵 妈 你 你这么看我做什么 赵立真问 你们有没有做好保护 张雨昕没听懂 啊 赵立真称怪 啊什么呀 你懂的呀 张雨昕愣了一回 才反应过来 我 我们 赵立真又惊又喜 会不会是怀孕了 张雨昕瞪大眼睛 不会吧 赵立真左看右看 我们小区对面有家药店 买个试纸测一测就知道了 到了小区 赵立真将车停在药店门口 一分钟后出来 这一幕刚好被张富勇看在眼里 寻思了一下 打算回头问问 四人将孩子们安置好 林峰刚要跟张雨昕说什么 就被赵立真给叫走了 张雨昕临走时 似欲言又止 林峰读不懂她的眼神 感觉有些奇怪 张雨昕叫到房间来 把试纸交给她 催促道 快去试一试 张雨昕一看 妈 你怎么买这么多 多试几个才准确啊 别说了 快进去 张雨昕拿走四个 目测还有七八个左右 她心里忐忑 在等结果 短短的一瞬间 她做了最坏打算 如果怀孕了 怎么办 难道要生下来吗 第264章 巧妙的误会 等待的时间 非常的煎熬 五分钟后 试纸终于出结果了 都是一道杠 张雨昕终于松了口大气 赵立真在卫生间外 心情复杂 作为女人 她当然知道 怀死胞胎的痛苦 如果有了 怎么办 思来想去 赵立真决定不干预 把决定全交给小夫妻 咔嚓 门开了 赵立真忙上前问 怎么样 张雨昕笑了 没有中标 赵立真听后 心里略有一丢丢失望 不过也替女儿开心 那可能就是胃不舒服 张雨昕点点头 我也这样想的 我怀孕四宝的时候 孩子一上身就有反应 能察觉到的 赵立真皱眉 你们小夫妻 平时做那种事 也要做好保护措施 以防中标 张雨昕点点头 回到房间 就看见林峰正在看书 莫名的心里有一股火 林峰和尚书问 妈叫你做什么去 张雨昕决定吓一下林峰 板着脸 我怀孕了 林峰啊了一声 觉得自己听错了 你 你怀孕了 张雨昕点头 是啊 怎么 你不开心吗 有没有想过生下来 林峰还处于错愕中 没理会张雨昕的话 反问 你确定 你真怀孕了 张雨昕点头 是 林峰静了静 才说 可是你上个月正常来的呀 这才过去了半个月 怎么怀 张雨昕心里梦了一下 对哦 这才过去半个月 怎么怀孕 张雨昕眨把眼睛 我也不知道啊 测试就有了 林峰摊手 结果我看看 这回 他大概明白 张雨昕是在开玩笑斗自己 张雨昕神色无异 我扔了 林峰招手让张雨昕过来 来老公这里 张雨昕乖乖走了过去 林峰给他把脉 张雨昕诧异 老公 你干什么 林峰松口 似笑非笑 老婆 你确定怀孕了 张雨昕没有正面回答 你觉得呢 林峰没想到 张雨昕会拿着屎 跟自己开玩笑 搂着他 刮了刮他的鼻子 顽皮 有没有让你怀孕 你老公 我心里没说 在你断奶后 我就服用了那方面的药 女性在给宝宝们喂奶时 通常情况下 是不会怀孕 是不会怀孕 那期间 他很小心 抽屉里从不断火 后来给宝宝们断奶之后 他就服药 张雨昕心里咯噔一下 顿时紧张起来 你 你吃药了 那药会对身体有影响吗 林峰笑说 没有影响都是中草药成分 他抬起张雨昕的下巴 说 怎么拿着是开玩笑 刚才可把我吓了一跳 张雨昕嘟着嘴 说了事情原由 原来如此 林峰推测 可能午餐有你不适的食物 如果不放心 我们去看看 张雨昕摇头 觉得有些小题大做 我现在挺好的 没有恶心想吐的感觉 林峰点点头 那有什么不舒服的 告诉老公知道吗 张雨昕乖巧的硬了 又问 老公 如果我真的怀孕了 生吗 林峰皱眉 我不会让这种可能发生 我们有四个宝宝就成了 没必要再生 张雨昕追问 为什么呀 你这么喜欢孩子 喜欢孩子 不一定就非要生孩子 你生四胞胎 已经够辛苦了 我可不想再让你遭这样的罪 张雨昕心里甜甜的 就算你要二胎 我也会给你生的 不过可能还会是多胞胎 林峰瞥她一眼 想都别想 张雨昕鸣嘴一笑 另一边 打算午睡的赵丽贞 正坐在梳妆台取耳环 张富永问 我刚看你去药店了 怎么了 赵丽贞 没怎么 就是有些不舒服 买点药 张富永问 你哪里不舒服 赵丽贞懒得跟她说这个乌龙 不关你事 张富永在赵丽贞看不见的地方 默默翻了个白眼 不领情就算了 赵丽贞躺下午睡 张富永正准备也睡了 想起自己将血压要没吃 打开赵丽贞的手提包 哎 这是什么这么多 张富永拿出来一看 下一秒 吓得东西都掉了 老 老婆怀孕了 不会吧 自己这么厉害 在得意的同时 张富永慌得一批 顿时感觉一片茫然 看着睡着的妻子 张富永默默把东西放回去 决定去抽一根烟 冷静冷静 凌峰下楼时 就看张富永抽烟的孤独背影 爸 你怎么了 张富永正在出神 烟都烧到手指了 一个惊醒 赶紧把烟扔掉 你不午睡 我下来倒杯水 哦 凌峰接完水 看着满怀心事的张富永 询问 爸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张富永几次都欲言又止 这种事吧 说出来还是挺尴尬的 毕竟孙子都一岁半了 要是让女婿知道了 不得笑他们 吃饭回来都好好的 这会愁上了 为什么 爸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跟钱有关吗 能用钱解决的事 都不是事 张富永挥手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不是为了钱的事 凌峰问 那是什么 张富永长叹一声 神色为难 这件事你别管了 说完的 起身上楼 连连叹息 弄得凌峰摸不着头脑 回到房间 把这件事跟张雨夕一提 张雨夕眉头一皱 这件事我跟妈说 让她去问问 下午 午睡起来 赵丽贞就看见床边坐着张富永 吓了她一跳 捂着胸口生气问 你坐这里一声不吭 干什么 张富永问 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 赵丽贞瞪她一眼 旋即起身收拾 张富永追问 就没有吗 赵丽贞转身 板着脸看她 哟 别一天到晚莫名其妙的 说完 走出房间 张富永 赵丽贞下楼 就看宝宝们已经醒了 正在客厅玩呢 顿时眉开眼笑起来 妈 张丽贞起身 将赵丽贞拉到一旁 我有个事跟你说 什么事 刚才 林峰在客厅看见爸抽烟 似乎有心事 问她也不说 什么 她竟然敢在家里抽烟 张丽贞 妈 重点难道不是后面那句话吗 第265章 安兰到访 听到这话 赵丽贞顿时吃笑出声 她能有什么心事 我们最大的心事就是你 别的都不重要 如今你和林峰恩恩爱爱 宝宝们也都听话 我们没啥心思 她就更没心思了 一天天过得别提有多舒服了 前段时间我去高尔夫球场的 哼哼 跟一个女教练聊得可开心了呢 她 哼哼 行事 越是到后面 越是吐槽 张玉希 她叹口气 妈 你去问问吧 或许爸真遇到什么困难了 如果因为钱的事 不好意思开口 我跟林峰说 赵丽贞皱眉 好 我去问问她 一边上楼一边嘀咕 竟然敢在家里抽烟 真是有勇气啊 赵丽贞哒哒哒回到房间 把正在一筹莫展的张富勇 吓了一跳 赵丽贞走到她跟前 语气冰冷 我刚在客厅闻到了烟味 是你抽的 张富勇猛啊 一个小时之前抽的半根烟 她是狗鼻子吗 这还能闻到尾 狗的没她那本事 肯定是林峰张玉希告诉她的了 赵丽贞一般情绪 都不太能生气 偶尔就是做做样子 即便是这样 张富勇也无力招架 莫娜的点了点头 是 是啊 赵丽贞下巴微微一抬 谁给你的勇气 张富勇肩膀微微一耸 不回答 还不是你给我的勇气 赵丽贞坐在梳妆台前 说吧 为什么抽烟 张富勇坐直了 拉住她的手 老婆 你 赵丽贞甩开她的手 皱眉 好好说话 张富勇深吸口气 郑重其事问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赵丽贞听着她语气 捎带的质问 脸色微微一沉 把话说清楚 张富勇起身 从包里翻出七个市值 这个你怎么解释 赵丽贞皱眉 解释什么 上面不是有说明书吗 张富勇沉声说 不管如何 我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赵丽贞明白了 原来是担心女儿怀孕 她摆个舒服的姿势 做好 以身优雅 那你希望 有 还是没有 张富勇纠结不已 都这么大的年龄了 还是不要了吧 骚得慌 如果 哟 你自己的决定 我都支持 看我做什么 我能做主啊 张富勇诧异 让我做主 你能做什么主 就是问问你的想法和意见而已 张富勇擦了擦冷汗 哟 就生吧 现在三胎都放开了 很多人孩子上大学了 都准备再生一个呢 他们又不老 还不到五十岁 年轻着呢 以后在家里也有乐子 这么一想 张富勇豁然开朗 就这么决定了 赵立真呵呵呵一声 声 雨昕的身体 你不考虑了 张富勇一呆 雨昕 跟雨昕什么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啊 这是她 说到这里 赵立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猛然瞪大眼睛 弄了半天 你以为是我 我 我怀孕了 妈呀 最后这句话 她都有些难以启齿 赵立真又气又好笑 拿起身后的靠枕丢过去 我怀孕 亏你想得出来 你自己什么身体 心里没点数 我要怀孕 早就怀了 张富勇顿时觉得被羞辱了 你把话说清楚 有什么好说清楚的 都是有孙子的人 别整一些疯狂的想法 赵立真懒得理他 直接起身往外走去 张富勇重重冷哼 在摩拳擦掌 这句话 她记住了 原来自己 在她心里 是这样的人 晚上给我等着 张雨昕见赵立真出来 妈 你怎么了 脸都红了 赵立真掩饰说 可能是被你爸气的 对了 我爸是怎么回事 赵立真冷笑一声 她 别搭脸 什么是没有 就是一天想法多 竟整一些幺蛾子 张雨昕 下午 安兰一家三口造访 安兰父母这段时间 一直忙着给酒店升星 准备在年前完工 大家都这么熟了 没必要磕到寒暄 安兰母亲找机会 把赵立真带到一边 看来两个人要说悄悄话 安兰母亲打量赵立真 掩不住笑意 听说你今天跟陆家撞上了 还去打人脸了 赵立真诧异 你怎么知道的 消息也太灵通了吧 安兰母亲催促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快跟我说说 你都干什么了 赵立真抬起下巴 笑得一脸得意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安兰母亲笑 具体细节我不清楚 快跟我说说 闺蜜这么久了 对方什么性格 她会不知道 在那种情况下 暗兵不动 退一步海阔天空 绝不是她的作风 还能怎样 我女婿这么优秀 我不得炫耀炫耀 我的小孙孙都这么可爱 我不得炫耀炫耀 安兰母亲扯了扯她的衣袖 快跟我说说 你都是怎么炫耀的 赵立真鸣嘴一笑 其实那天并不是撞上的 是我故意找上门 从杜倩姑姑那里知道 他们在店里 给杜倩过生日呢 该在的人都在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不做点什么 岂不是浪费这个机会 有其母必有其女 安兰这边也拉着张雨昕 问今天中午发生的事 我这女婿啊 也算是小有资产 不多 也就几百亿而已 她学着赵立真的口吻说话 莫了笑得不行 说得好 不愧是阿姨 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打脸她们 哎 好可惜我不在场 真想看看陆伯宇那一家的嘴脸 还有杜倩 听说她怀孕到现在 已经肥了二十斤了 这样下去 不知道胖成啥样 陆伯宇一直对你有想法 这次看到林总 肯定死心了吧 得意完了 安兰拖着腮说道 雨昕 说真的 你运气真好 要是现在你嫁到陆甲 肯定是另一番情景 纵然陆伯宇有多爱你 愿意为你付出 终究还横着她父母 张雨昕点点头 也感慨自己因祸得福的幸运 晚饭是林峰做的 饭桌上 张富勇又提到 赵立真炸了砂锅这事 赵立真尴尬不已 饭都堵不上你的嘴 是不是 张富勇黑黑一笑 当笑话说一说而已 安兰母亲大笑之后 忍不住调侃闺蜜 没错 应该让你远离砂锅炖鸡汤 这道菜不适合你 赵立真轻哼一声 反正之后 我是不会熬鸡汤了 想喝都没门 张富勇马上抱怨 除了砂锅 你不能用别的锅炖鸡汤 赵立真回道 不会 第266章 跟闺蜜聚一聚 长辈们在互相开玩笑 他们晚辈也在私底下 聊着自己的事情 安兰冲张雨昕说道 雨昕 要不要跟以前的小姐妹聚一聚 他们让我带上你 一起聚个餐 没别的意思 就是聚一聚 张雨昕想了想 算了 你去吧 安兰回道 撑 你不去我也不去 到时候我找个借口打发了 吃完晚饭 安兰一家三口就离开了 赵立真给宝宝们喂水果 一边跟张富勇说 安兰这丫头 也稳重成熟了不少 以前来家里 哪一次不是杂杂乎乎 跟猴子似的 张富勇给四宝擦嘴 孩子嘛 总会有长大的那么一天 林峰和张雨昕在厨房洗碗 大多数都是张雨昕看着林峰坐 来到摩多 我就是东道主 明天我带你和宝宝们出去玩 林峰擦洗厨房台面 不过之前 你可以跟安兰一起 跟你的朋友聚一聚 张雨昕靠在墙上 我不太想去 你知道我不擅长应酬这些 林峰擦了擦手 把围裙挂上 回答张雨昕的问题 有安兰在 我不担心 出去玩一玩吧 跟以前的朋友走动走动 联系联系挺好的 林峰是鼓励张雨昕多交朋友 别看一天在学校接触那么多人 可是自从唐秀芬和韩文走了之后 张雨昕在学校 就没有能谈得上话的朋友 张雨昕想了想 好吧 难得回来一趟 随后 张雨昕给安兰打电话 如果那边拒绝了 自己就不用去了 好啊 如果你有不自在什么的 跟我说 我带你走就是了 我安兰做事 除了个别人 不会看别人的脸色 那就把时间定在明天下午吧 至于地址 我跟周一聊一聊 看看有什么新的 好玩的地方 第二天 吃过午饭 赵立真接到电话 舞蹈团有个过年的大单 让他到场谈 张富永这边也有事 所以林峰在家照顾孩子 张雨昕都不想去了 去吧 我一个人照顾宝宝们 完全没问题的呀 张雨昕犹豫 这样吧 离我们聚餐不远有个公园 你和宝宝们在那里玩 完事了 我到时候来找你们 林峰想了想 好 家里有四辆车 其中一辆是张雨昕的 林峰和张雨昕开车的是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两辆车 张雨昕将他们送到目的地公园之后 开车离开 公园很大 人很多 林峰带着宝宝们打算逛一逛 一手抱二宝 一手抱三宝 至于出门就变哈士奇的大宝和四宝 根本就不需要他做什么 只要跟在他们身后 提醒他们 以防摔着了 磕着了 别跑远了就成 小孩子的乐趣 是大人们无法想象的 突然 大宝和四宝叫他 一副发现宝藏的样子 林峰走过去 怎么了 四宝指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说 爸爸 你看这是什么 林峰走过去一看 赫然发现 是一个黑巴的塑磕袋 外表并不起眼 里面却装了四达一捆好的钱 应该是四万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折叠好的 各种面质的钱 最少五毛面质 都用橡皮筋捆好的 林峰检查了一下 都是真钱 除了钱之外 还有一张医院缴费单手续 时间就是在昨天中午 林峰猜测 这可能是治病的钱 看了那一捆各个面质的钱 这 或许还是救命钱 四宝开心地问道 爸爸 好多好多的钱 我们是不是可以买玩具 二宝点着头 可以买很多巴比娃娃 大宝紧随其后 还有奥特曼 变形金刚 三宝佛系 所以让他对有的东西并不看重 所以很理智地说 可是 这个不是我们的钱啊 捡来的东西 不是我们的 就要还回去 四宝非常不了解 问 为什么要还回去啊 仿佛是在说 我凭本事捡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还回去 二宝眨巴着眼睛 可能是不小心吧 大宝没说话了 林峰拿出缴费单 给宝宝们看 你看 这是医院的缴费单 说明有人生病需要钱 既然需要钱 那就说明 这笔钱对他们而言很重要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怎么会不要呢 肯定是因为某种原因 不小心掉了 你说 丢了这么多看病的钱 这主人能不着急吗 他们对生病 医院的概念 是很模糊的 但是林峰表现出来的 让宝宝们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这是别人很重要的钱 我们不能占为己有 如果你们想要买玩具 吃的 都快可以告诉爸爸 爸爸给你们买 知道吗 宝宝们点点头 Net 四宝问 那现在怎么办 林峰想了想 干脆我们就在这等一等 没准一会主人 就出现了呢 长椅上 林峰拿着黑色塑料袋 宝宝们就围在长椅周围 玩小车车 宝宝们比赛 谁的车车可以开得更远 玩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过去了半小时 也没有等到来人 宝宝们也玩饿了 林峰从背包里 拿出便当盒 给他们吃小混沌 又过去了半个小时 还没有人出现 可能对方也不知道 把钱忘在这了吧 思索一番后 林峰起身 走吧 我们想别的办法 用艾比搜索附近的派出所 步行五百米就到了 林峰用安全绳 带着宝宝们来到派出所 宝宝们看到他们 眼睛都在闪闪发亮 乖巧地跟在林峰的身边 一位警察过来问 你们有什么事吗 林峰把黑色塑料袋交给他 孩子捡到了这个 我们在原地等了一个小时 也没有见到人 所以来派出所 没准施主报案了 也说不定 警察打开一看 目测有四万多的现金 还有一张医院缴费单 缴费金额蛮大的 而且有一捆钱应该是凑的 各个面值的都有 警察见二宝 往林峰怀里钻了钻 三宝躲在林峰身后 显然也有些害怕 他立即露出笑容 没再绷着一张脸 来这边 我们做个笔录 一边走一边 红宝宝们 小宝贝别怕 我是警察叔叔 不是坏人 虽然我长得很凶 我可是好人呢 林峰哄着二宝和三宝 没错 警察叔叔专门抓坏人 坏人见了他们 都要跑得远远的 他们会保护我们的 二宝和三宝的一听 果然没之前那害怕了 第267章 邱明山车神 警察坐下来 表扬了大宝和四宝 这两个宝宝就很棒 你们是四胞胎 宝宝们都点了点头 警察看他们这么可爱 让宝宝们拍拍座 开始做笔录 林峰爆出个人信息 然后大概描述了下事情 警察笑眯眯的 看着四宝他们 我问一下 到底是哪位宝贝发现的呢 四宝举手 是我了 怎么发现的呢 四宝回忆 就是 我看到里面有东西 就看了一下 就这些吗 四宝点点头 警察夸奖他们 你们真是识惊不昧的好孩子 知道捡了东西 送到警察叔叔这里来啊 真棒 被夸的宝宝们 都有些小害羞 这时 就看见一位中年男人 急匆匆来报案 说是自己丢东西了 大冷天的 男人急得满头大汗 神色极为慌张 警察同志 我丢了四万多块钱 接待的警察安抚他 你别着急 慢慢说 你丢了多少钱 在哪里丢的 中年男人 四要哭了 丢了四万三千五百二十块五毛 他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装着 Net 就在这里不远的广场公园丢的 接待的警察继续问 你是怎么丢的 来人回答 我睡在长椅上 医院给我打电话 匆匆忙忙我就走了 不知道是被人偷了 还是丢了 不管是哪种可能 找回来的机会都非常渺茫 说完 男人捂着脸就哭了 怎么办 那可是我儿子的救命钱啊 完了 都完了 都怪我 都怪我好睡 好睡 说着 中年男人开始啪啪啪地扇 自己耳光 大家都吓了一跳 赶紧过去拉住他 你别这样的 我们警察会想办法 把钱给你找到的 中年男人非常怀疑 找得到吗 多过去三个多小时了 肯定没有了 那不一定啊 万一被谁捡走了 碰巧对方又是好人呢 中年男人燃了一丝希望 会吗 警察安慰他 会的 这个世上好人还是很多的 接待室内发生这么大的动静 大家都走过来一探究竟 林峰和接待室的警察互看一眼 巧了不是 这中年男人 十有八九就是施主 警察走过去问道 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是哪家医院的缴费单 缴费金额又是多少 中年男人擦了擦眼泪 是第三医院的缴费单 缴费金额是九万八 嗯 对上了 警察从背后拿出一个黑色塑料袋 交给中年男人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丢的 男人如获至宝 打开一看 数了数钱没少 顿时开心的跟个孩子似 恨不得给警察跪下 谢谢你啊 太感谢你们了 这笔钱找到了 我儿子第二次手术 就有望了 警察扶起他 走到一旁 露出身后的凌峰 你该谢的人不是我 是这位小兄弟才对 是他捡到你的钱 又在原地等了一个多小时 见你没来 才来我们这里报案 凑巧 他做完笔录正要走 你就来了 这可不就是缘分吗 中年男人对着凌峰 就要跪下 谢谢小兄弟 你真是好人啊 人没有到绝望时 是体会不到这种感激他人的心情 凌峰赶紧把人扶起来 大哥 其实发现前的不是我 是我孩子发现的 其实这件事 凌峰没必要把宝宝们带出来 但是为了让他们知道 实惊不昧的道理 凌峰理应让他们站出来 接受他人的感谢 看着眼前心怀感激 都快哭了的叔叔 宝宝们感受到 对方传递的情感 想哭 可是又非常开心 似乎做了一件 非常了不得的事 中年男人 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做卸礼 钱是不能给的 自己拿着就孩子的命了凌峰 看出他的为难 淡淡一笑 我们也算有缘 留个联系方式吧 改天我去医院看个孩子 中年男人忙掏出手机 177 彼此留下联系方式之后 男人匆匆离开 凌峰其实也想跟过去看看 可宝宝们怎么安置 医院那种地方 他是不想带宝宝们去的 另一边 张雨昕和安兰碰面后 去了一家咖啡厅 这里有两位容貌出色 和张雨昕年龄相仿的美女等着呢 短头发的是周仪 卷发的周仪的朋友 叫宋甜 周仪是张雨昕的高中同学 宋甜是经过周仪的介绍 和张雨昕认识 两个人起身相迎 安兰推开周仪 别抱我 化着妆呢 抱粉底蹭掉了怎么办 两个人私下微信聊天 车速那是一个比一个快 脾气一个比一个爆 安兰跟周仪性格有些相似 而宋甜跟张雨昕的性格 有些相似 除了张雨昕没有联系他们之外 安兰都有联系 要知道当初 四人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张雨昕说 消失就消失 说不联系就不联系 他们也没觉得是塑料姐妹 发生那些事情 他们能够理解 再说 安兰这种闺蜜都没联系呢 他们的感情 还没人家那么深 周仪故作嫌弃 你想多了 谁要抱你啊 安兰呵呵一笑 微信上把我挨得死去活来 一见面就傲娇了 周仪白眼过去 挨你个锤子 安兰别嘴 Dumb 相比较 张雨昕就落落大方 微笑着跟周仪和宋甜打招呼 安兰不愧是安兰 丑话我说在前面 雨昕你们是知道的 有点设恐 周仪你好好做人 别吓着雨昕了 周仪不解 我怎么了 安兰黑黑一笑 几年不见 你如今是秋名山车神啊 周仪马上反应过来 你好意思说我 任由他们彼此互损 宋甜打量张雨昕 叹口气 你好像一点都没变 还是那么好看 张雨昕回到 你也是啊 还是印象中的那个样子 宋甜掀开自己的刘海 给你看看 我凸成什么样子了 张雨昕一看 果然凸了一些 她安慰 很正常啊 现在年轻人不都开始秃顶了 周仪凑过来 哈哈 现在不是都爱说 我变秃 也变强了吗 刚好我也涨工资了 宋甜看着张雨昕的长发 好羡慕 你有这么好的头发 张雨昕 周仪也说 对啊 酸了酸了 安兰跟着说 我也酸了 接着她又说 甜 你那算什么 看看我的 看到了没 我的头发也少了很多 再加上我天天蹦迪 再这样下去 我他妈只能戴假发了 宋甜凑过来一看 是挺严重的 周仪切了一声 这算什么 你快来抓一把我的头发 安兰叫起来 卧槽 这么多 周仪 第268章 双胞胎 瞧不起谁呢 三位外表光鲜亮丽的美少女 都有各自的烦恼 这手当其冲的 就是掉头发 唉 再这么凸下去 真是要玩的节奏啊 周仪问 雨昕 你怎么没有凸啊 这话怎么听着 他秃才正常啊 张雨昕长发披肩 三个人轮番过来摸他的头发 看看他的发量 对着他的头发 平头论足一番 周仪和安兰两个人 大呼视道不公 毕竟他们底子不行啊 这头发 又多又顺滑 还这么无黑光亮 雨昕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周仪妒忌得不行 比起当会计的送甜 自己做广告策划 才是最要命的 天天曝干熬夜 通宵做策划案 那更是家常便饭 一洗头 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他一度以为 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 但是去医院检查后 屁是没有 后来 只要一洗头 他心里就莫名的烦躁 索性把头长发剪短 眼不见为净 张雨昕一脸茫然 我没怎么刻意去做 悬洗发水 也没有特意去挑选 用的 就是最普通的 你们可以试一试 个人感觉还不错 听到这话 换来的却是安兰一阵 哀声叹息 我知道原因了 周姨和宋田 狠狠看过来 张雨昕也诧异 什么原因 安兰角柔坐坐地说道 因为 人家有一个宠她 如公主一样的老公 食指不沾洋春水 柴米油盐酱醋茶 也不需要她操心 孩子只负责逗逗就好了 每天就是吃饭 睡觉 工作逗孩子 焦虑是什么 挣钱是什么 她能体会到个屁 安兰捂着胸口 故作自爱自怜 不像我们单身狗 没人疼没人爱 外表公主 内心得变成金刚 每天为了工作 为了钱 累死累活 哪天不是熬夜苦干 我们不掉头发 谁掉头发 三人听完 张雨昕第一个表示不服 我有照顾宝宝好吗 而且 为了我的工作 我每天也很焦虑啊 安兰反驳 似乎是来自单身狗的愤怒 你有男人 我们有啥 林总一天天把你和孩子 照顾得体贴入微 衣食住行 压根不需要你插手 就你那点焦虑 林总一个么么哒 就解决了 张雨昕无言以对 好吧 自己一天过得 确实挺无忧无虑的 就工作那点烦恼 看到宝宝和老公的笑容 也都烟消云散了 周姨趁着话题 笑着说 看样子 雨昕过得很幸福啊 那我和田儿也就放心了 张雨昕笑了一下 脸上难掩幸福的甜蜜 安兰黑黑一笑 你们还不知道 雨昕的老公有多帅吧 更不知道 她生了几个宝宝 对吧 周姨抓住关键字 几个 双胞胎 安兰哈哈一笑 我们雨昕可是牛人好吗 双胞胎 你瞧不起谁呢 NAT 周姨 宋田 二人目光纷纷看向张雨昕 那 难道是三胞胎 张雨昕撬脸瞬间红了 怎么有一种难以启齿的感觉 涌上心头 安兰看张雨昕被问得哑口无言 哈哈大笑 对了 你不是跟我说 林总和宝宝们在公园玩吗 干脆我们就带他们两个认识认识 话音刚落 周姨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 一边拿外套 一边催促 还等什么 快点啊 等他们来到公园 林峰和宝宝们刚从派出所回来 走了这么远的路 摸一摸宝宝的后背 果然出汗了 林峰用汗金给他们垫上 他们手上玩的是中途买的新玩具 老婆 我们在一棵很大的榕树下面 嗯 好 我和宝宝们等你 有周姨和宋田 这两熟路的 没花费什么功夫 就到了榕树下 只见榕树下的草坪上 一无比帅气的男人 一身干净的气质 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 正在和宝宝们玩耍 眼神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 偶尔露出的笑容 更是帅得一塌糊涂 宝宝们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足足有四个 虽然宝宝们看着不像一岁多 可直觉告诉周姨和宋田 他们就是张雨昕的老公和孩子们 很快印证了他们的猜想 是对的 男人似有所感 抬头看过来 然后跟身边的宝宝们说了什么 宝宝们纷纷抬起头 然后开心的哒哒哒跑过来 一边跑一边喊妈妈 周姨和宋田 深吸口气 震惊不已 四宝跑到最前面 一下扑进张雨昕的怀中 迫不及待地想跟妈妈 一起分享捡钱的精力 妈妈 我们捡了好多好多的钱 爸爸说 我们不能要 要还给人家 二宝这时也跑过来了 抢着回答 爸爸说 有人生病了 需要钱 那个丢钱的叔叔 都哭了 大宝呼吱呼吱说 我们还见到了警察叔叔 好凶哦 三宝过来 搂着张雨昕 甜甜一笑 妈妈 三宝想你了 张雨昕在他们七嘴八舌中 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对着宝宝们各种夸 做得很好 那个钱对人家可是很重要的 不然那个叔叔 怎么会急哭了呢 是不是 今天你们都棒棒的 妈妈给你们点赞 来 让妈妈轻轻 看到这一幕的周姨和乔可 酸了 因为宝宝们实在是太可爱 太招人疼 安兰蹲下来 来 过来轻轻干妈 张雨昕拍她一下 你化妆了 安兰这才想起来 略有些失望 哎呀 算了 回头补上 周姨和宋甜心痒痒 想要抱抱小天使们 可他们还不认识自己了 那就先来的自我介绍 嗨 宝贝们 我们是你们妈妈的朋友 我是周阿姨 这是宋阿姨 张雨昕对宝宝们点点头 嗯 他们都是妈妈的好朋友 二宝嘴最甜 我是二宝 阿姨们好漂亮啊 周姨和宋甜蹲下来 看着她 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 真会说话 二宝也很漂亮呢 第二百六十九章 教育孩子 跟早晚无关 周姨见二宝不认生 笑眯眯地说道 阿姨可以抱抱你吗 二宝主动投怀送抱 还嘴特甜地说道 阿姨 你身上香香的 小小的人 软软似无骨 抱在怀里那么舒服 麻痹 好想生一个这样的小天使啊 宋甜眼馋 目光看向刚才最活泼的四宝 宝宝 你是几宝啊 我是四宝 那我能抱抱你吗 好啊 安兰在一旁打去 是不是眼馋了 喜欢赶紧自己生一个玩 周姨爱不释手 整了整二宝的衣服 白了一眼安兰 找谁生啊 人影还没有见着呢 看着走近的凌峰 周姨小声叫起来 Net 卧槽 雨夕 你老公真特么帅 随后又违心说 但是比我家 爱豆差了那么一点 宋甜看过去 刚才距离远 只看出是个帅哥 现在近距离看 真的帅得一塌糊涂 不仅颜值高 身材还很好 而且这气质 绝了 还有这随风飘来的淡淡的香味 好特别 非常好闻 凌峰一手拿着背包 一手拿着玩具 冲着周姨和宋甜 微微汗手 张雨夕笑着说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周姨 这是宋甜 这位是我的老公 凌峰 张雨夕在介绍凌峰的时候 眼中都是光 凌峰嘴角微微一勾 温柔地说道 你们好 我是张雨夕的老公凌峰 你好 周姨用肩膀撞了撞张雨夕 笑咪咪打招呼 你好啊 我听雨夕说 你们在魔都待到年后 现在魔都变化挺大的 回头我带你们好好逛一逛 今天太仓促 也没有给宝宝们带见面礼 下回一定补上 一旁的宋甜 也点了点头 张雨夕笑 你们这样就太见外了 周姨呵呵一笑 我来得慢 没抢到头号干妈的位置 这二号干妈的位置 非我莫属啊 所以 这件面礼 肯定不能守 张雨夕也没再说什么 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 周姨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时间 你谢信号 信号 信号什么呀 宝宝们谢我够了 时间不早了 我回去还要做企划案呢 改天我有空了 请你们吃饭 安兰急了 那你得快点 我年前要回阳城 周姨嘿嘿一笑 跟我有什么关系 安兰挥拳 信不信 老子一驼子弄死你 周姨一闪 宝宝们都看着 别让他们学坏了 安兰放下拳头 冷哼一声 你要是敢不请我吃饭 试试吗 周姨故作瑟瑟发抖 神色张狂 哟哟哟 我好怕呀 安兰别嘴 吹死你 周姨弯腰给宝宝们挥手说再见 阿姨要走了 下次再见 拜拜 宝宝们挥着小手 不约而同说 阿姨再见 宋田笑说 我也要走了 再见宝宝们 阿姨再见 两人一边走 一边商量 宋田问 地铁还是打车 周姨摇头 没钱打车 坐地铁 月初我买了一个 两万多的笔记本 穷得吃土都没机会了 周姨是做策划的 对电脑配置要求很高 哪一台电脑拿出来 不是一两万的 宋田和周姨家境都还好 在魔都一线城市中 他们父母做着小本生意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 怎么说 也有几百万的存款 这次聚会 张雨昕感觉还不错 大概是有安兰热场 彼此聊得都很开心 丝毫没有感觉生疏 安兰问 我要去逛一逛 要不要一起 林峰看了看时间 不了 我回去要做饭了 宝宝们也该饿了 这不 刚说完 捧跟四宝赶紧说 爸爸 四宝嘟嘟嘟嘟 安兰挥手 撑 那我去逛逛 看看什么东西 适合当员工福利的 买一些回去笼络人心 回到家 赵立真和张富勇 还没有回来 张雨昕在客厅 陪着宝宝们 给他们打电话 爸 你回来吃饭吗 不回来吃啊 好 妈 爸今晚上不回来吃饭 你呢 哦 也不回来吃啊 那早点回来哦 挂完电话 张雨昕冲着厨房喊 老公 爸妈都不回来吃饭 比如 我们就吃面条吧 厨房传来凌峰的声音 好 大人和宝宝 都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 唯一不同的是 宝宝们的西红柿 用破壁机打碎 熬成了糊 鸡蛋炒得嫩滑 盛出来 用弄成适合宝宝们 吃得碎渣 他们的面条 都要掰成小结 方便能用饭勺吃 忙完了宝宝们的晚饭 凌峰每个小碗都盛好 放一旁边晾一会 这边 大人的面条也好了 趁这个档口 凌峰给宝宝们 炖莲子猪肚汤 到晚上 宝宝们每个都喝一点 也就差不多了 宝宝们吃饭没问题 除了三宝吃得慢一点 都很乖 吃过晚饭 赵立真回来了 一进门 就看见一个个小可菜 朝自己扑来 开心的哟 哎呀 外婆回来了 开不开心啊 看外婆都给你们买了什么 当当当 玩具 喜不喜欢 她的口袋里 提了不少玩具 一亮相 宝宝们都超开心 来 这个是大宝的 这个是四宝的 分发玩具结束后 赵立真叮嘱 你们玩完了 可以互相换着玩 不许争抢哦 四宝拿着玩具 跟赵立真说了 今天捡钱的事 她开了头 其他宝贝们 都围着赵立真 你一句我一句地抢着说 联盟带猜 再加上互动 赵立真大致明白了 赵立真非常欣慰 抱着小孙孙们 爱得不行 你们做得很对 不属于我们的钱 我们不能要 包括捡到的东西 不是我们的 我们也都要物归原主 如果有一天 你们丢了东西或者钱 是不是也希望 有人还给你们呢 我们期待他们的时候 也希望自己 也能变成那样的人 赵立真知道 他们现在还小 说这些未必能明白 但是教育孩子 从来都不跟早晚有关 第270章 张雨昕的秘密 宝宝们拿起玩具 哒哒哒跑去客厅完了 赵立真坐下来 累得叹了口气 张雨吸到杯水 妈 你喝水 赵立真喝了几口 润了润嗓子 接着说道 今天有家艺术公司 想跟我们签长期合作 嘴皮子都磨破皮了 价格还是没弹拢 人家就想白嫖 一分钱都不给 呵呵 不知道哪来的脸 浪费我一天的宝贵时间 赵立真拿出手机 给张富勇拨过去 电话一通 张富勇一开口 就在那大舌头 老 老婆 赵立真语气一冷 你在哪呢 竖起耳朵仔细听 听到了几个熟悉的声音 顿时脸色一沉 什么时候回来 张富勇笑着说 我们再玩一会 一个小时后就回家 赵立真什么都没说 直接挂了电话 张雨昕过来 替张富勇说话 可能吧 是因为应酬走不开 妈 我们多体谅体谅他 赵立真眼角的余光 看一眼林峰 小声说 我听到里面 有你没叔叔的声音 你说 我能放心 张雨昕脸色微变 那我让林峰 把把接回来 赵立真示意他小声点 别让林峰去 免得让他接触 你没叔叔 张雨昕觉得有理 催促赵立真 妈 那你快找人 对了 你知道他在哪吗 赵立真狡黠一笑 翻出手机里的 一个情侣APP 打开之后操作一番 定位到了张富勇的位置 赵立真起身 去给安兰父亲打电话 林峰听力过人 将母女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 等赵立真离开后 他问 梅叔叔怎么回事 张雨昕诧异 老公 你听到了 一个沙发上 我能听不到 张雨昕叹口气 梅叔叔是我爸的 商业合作伙伴 曾经还是同学 开始呢 喜欢玩老虎鸡什么的 后来一发不可收拾 还带我去爸去玩过几次 输了一百多万 NAT 这事还是之后 我妈看转账记录 发现了端倪 后来就陷着我爸 跟梅叔叔来往 那段时间 我妈盯得可凶了 随时查岗 而梅叔叔 原本家产上亿有了 听他们说 败光了几千万 我离开魔都时 梅叔叔和梅阿姨 正在闹离婚 和我爸还有联系 可我妈看得紧 我爸输了钱 也清醒了 但是人有时候 面对这种事 其实是很难控制的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 因为这种事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呢 一百多万 对于张家来说 不算多 可关键是 姓梅的是个隐患 弱大的魔都 你总不能把人 给赶出城吧 只能自己做好工作 监督到位 张雨昕看着林峰 顿时紧张起来 老公 你要答应我 千万别碰那东西 林峰笑道 不会 你老公我清醒着呢 不会干这种蠢事 赵立真心神不宁 回到客厅 时间不早了 你们带孩子去休息吧 晚上九点 林峰正在给宝宝们洗脸 洗手 洗屁屁 张雨昕心不在焉的 给宝宝们穿衣服 林峰接过她工作 你下楼去陪陪妈吧 孩子交给我来照顾 好 辛苦老公了 张雨昕下楼 看见赵立真 正正出神看着前方 目无焦距 妈 有消息了吗 赵立真回过神来 神色带着一丝气苦 给你爸打完那通电话后 就关机了 我心慌得不行 刚才 你安叔叔打电话过来 说你爸跟没叔叔在一起 我听是那种大圆桌子 七八个人一起玩 一听就知道在玩什么 你说 你爸会不会也玩了 他这么蠢 没准几个人合起来 坑他也不一定 你说那个姓没的 要不要脸 我都明确跟他说了 别再找你爸 你看看 越说 赵立真越想打人 张宇夕安慰他 妈 你别着急 这件事 或许不是你想的那样 赵立真没说话 安兰父亲把人带回来了 老婆 你 张富永刚要说什么 就被赵立真的脸色给吓到了 赵立真扭头笑着跟安兰父亲说 不好意思 这么晚了 还让你跑一趟 安兰父亲摆手 哎呀 你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客气的毛病啊 他看一眼张富永 我去的时候 他没再玩 可能是没玩 你好好跟他说 赵立真点头 嗯 那我走了 辛苦了 跑一趟而已 哪里辛苦了 送走安兰父亲 赵立真淡淡说 雨昕 你上楼睡觉 我有话跟你爸说 张雨昕看一眼张富永 让他自求多福吧 他回到房间 宝宝们都已经睡了 林峰在用他以前的台式电脑 不知道在鼓刀什么 爸回来了 嗯 你在看什么呀 张雨昕凑过去 就发现自己的一本电子版日记 还有一些霸道总裁的言情小说 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 什么邪君的小娇妻 什么提神老婆 还有家喻户晓的白老师 以及一本 什么高中成绩并不理想的书 他的电脑好多年没有用了 这是他高中时买来学习用的 后来出国用笔记本 到毕业换了两三个 这台式电脑很少用 就一直留着 所以张雨昕都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第271章 系统奖励整层写字楼 看到电脑里 那些羞涩的字眼 张雨昕赶忙跑过去 用手捂着电脑屏幕 老公 不许看 林峰其实早就看完了 除了白老师 以及高中成绩不理想这两本 让他感到有些意外之外 那些言情小说 还是能够理解的 当初 他不也是看了很多玄幻小说吗 动不动就恐怖如斯 默契少年穷的 他还挺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的 毕竟这些 都是属于他青春的一部分 本来没觉得什么 但张雨昕表现让他一下子来了兴趣 他饶有兴趣问 怎么了 我有什么不能看的 张雨昕直接关了电脑 反正就是不让你看 林峰摊手 不好意思啊 我都看到了 其中那本高中成绩不理想 是什么来的 张雨昕扭头 估计是高考教学视频吧 可他是text格式 那他就是教学记事本 林峰 好吧 自己也不再问了 张雨昕被林峰这一打岔 才想起来自己有事要做 老公 你先睡 我去看看妈和爸他们 张雨昕躲在楼梯口 如果父母吵起来了 自己去拉架 赵立真是个冷静的人 他坐在沙发上 目光冰冷 你怎么跟姓梅的在一起 张富永赶紧解释 老婆 我这次跟你发誓 我没有完 也没有跟他联系 NAT 赵立真的脸色稍好 那你们是怎么碰到的 张富永喝一水 今天我去谈生意 回来途中刚好碰到他 除了他之外 还有人跟他一起 说好久不见了 一起喝茶聚一聚 你的电话 就是在这个时候打来的 我准备给你回过去 谁知道手机没电了 赵立真 神色无异 继续说 张富永的神色坦坦荡荡 刚开始去 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聊着聊着 来了三人 说一起玩一玩打个牌 我一看有老梅在 就没完 梅一会 又叫来了两个人 说热闹热闹 赵立真眼睛一眯 他们劝你打没有 张富永点点头 劝了 但我没完 说要回去 态度很坚持的 我正要走 老安就过来了 他就算不过来 我也是要回来的 赵立真警告他 你是知道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让我知道了 离婚 张富永赶紧说 是是是 以后我见了老梅 都不搭理他 赵立真冷哼一声 信你的鬼话 张富永正色说 以前我跟老梅保持联系 说白了 他除了好赌这点 人脉还是有的 我看中的 就是他手里的人脉 路子多 现在我女儿和女婿 幸福美满 有车有房有存款 而我只需要挣够养老钱 到时候 不给女儿女婿添麻烦就对了 生意嘛 挣多挣少就这样了 现在不比以前 赵立真轻哼一声 夫妻多年 他相信张富永这次真没完 反正我丑话说这脸 以后你再跟老梅婚一起打牌 别怪我不给你面子 张富永忙不迭点头 你看我行动吗 赵立真又说 不洁身自好 让女婿跟着学坏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 这可把张富永吓了一跳 不会不会 我绝对不会 赵立真翻个白眼 没好气问 吃饭了没 吃了吃了 张雨夕听到这里 亲手亲脚上楼 回到房间 林峰正在跟寄养宠物的老板视频 大白肥肥乖乖听话 我们再过段时间就回去了 张雨夕凑过来 老公 让我看看大白和肥肥 大白和肥肥状态还不错 尤其是大白 对着镜头 使劲摇动螺旋桨尾巴 还冲着手机汪汪汪叫 林峰挥手 再见大白 肥肥 张雨夕 大白 肥肥 再见 夫妻二人想他们 觉得这次应该把他们空运过来 林峰放下手机 爸妈怎么样 没吵架 和平处理 深夜 脑海中传来系统叮咚的声音 叮 由于宿主教育宝宝 明白识经不媚的道理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奖励复利广场A栋八号整层写字楼 整层写字楼 这个奖励也有点太牛了 毕竟摩托的房价 那可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第二天吃过早餐 林峰想着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那个孩子 看看自己能不能做点什么 毕竟相识也是一种缘分 赵立真没意见 今天我跟你爸都在家里 把孩子放家里就成 医院那地方都是病人 孩子尽量少去 张雨夕跟着说 老公 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 林峰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那我赶在中午前 回来给你们做饭 听到这话 赵立真顿时有些愧疚 女婿来家里做客 还要让她做饭 这确实有点不地道 你不用管我们 宝宝的饭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这个时候 林峰一般都不会反驳长辈的意见 笑着说 好 总之 尽量赶在中午之前回来 女儿女婿一走 张富永赶紧表态 别指望我做饭 你知道我厨艺的 大人吃不死 小宝宝可不行 赵立真反问 那总不能让女婿回来做吧 自从她来了 都是她在做饭洗碗 你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张富永觉得是挺不好意思的 拿出手机 那我就看看外卖 里面有什么适合宝宝们吃的 赵立真懒得理她这个神经病 我说你越来越回去了是不 给宝宝们吃外卖 这艘主意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张富永反问 你有办法 只见赵立真给安兰母亲打电话 直白地说 今天雨昕跟林峰出去了 我们不知道应该给小孙孙做什么 哦 那你快点过来 赵立真放下手机 得意地说道 嘿嘿 安兰他妈 一会就过来 张富永有些不好意思道 麻烦人家不好吧 赵立真反问 那你有办法 电话那头 听到两人在斗嘴 安兰母亲都要笑叉气了 第272章 一切都会好的 另一边 安兰穿着睡衣 从楼上下来 见到母亲在偷笑 忍不住问道 妈 你在笑什么呢 安兰母亲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笑着说 我笑雨昕她妈 刚说雨昕跟林峰两人出门办事 孩子留在家里 林峰说 中午回来做饭 她不想麻烦女婿 让我过去帮忙 估计上次砸了砂锅 让她在女婿面前做饭 挺尴尬的 这次让我过去 也是想让林峰放心吧 毕竟家里有个会做饭的 也能让女婿放心 安兰笑得不行 估计阿姨也是 没办法 才想出这么一招来 安兰母亲笑着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 张雨昕在车上 接到安兰发来的消息 忍不住笑了 我妈把安兰她妈叫过去了 你猜怎么着 是给宝宝们做饭 林峰在银行里 取了五万现金 开车来到第三医院 在医院对面的超市 买了一些水果 又见有人买牛奶和面包 林峰也照样买了一些 随后 又去隔壁的花店 买了一束花 这才发现 有的花篮自带水果 喂 大哥 我到了 好 我在住院部门口等你们 挂了电话 不到十分钟 人来了 下来一个胡子拉叉 不休蝙蝠 神色憔悴的男人 他看到林峰格外热情 小兄弟 你怎么来了 林峰笑着说 我说过 有空来看看你的孩子 男人又感动又开心 谢谢你的心意 你空手来就是了 不用带这些的 林峰笑着说 大哥 孩子在几楼 Q Net 男人哦了一声 我带你们去 来 东西给我拿着 医院有一种抹不去的消毒水气味 张雨昕不喜欢闻这个味道 而且给她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电梯里 这种气味就更明显了 不舒服的感觉 也变得越发强烈 林峰似乎看出张雨昕的难受 上臂一览 将她抱在怀中 她紧挨着林峰 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空气中的消毒水味 也没那么难闻了 她传递而来的安全感 不再让张雨昕感到不安 而是踏实 幸福和依靠 电梯里 有两个女人在交谈 看样子是认识 A是为中年女人 提着几个便当盒 还有几个食品袋装的馒头 应该是从食堂回来 你那个医生怎么说 要不要继续住院 B跟A年龄相仿 神色痛苦又带着木然 哽咽说 医生让我们接回家 看能熬多久算多久 说在医院住着 也是浪费钱 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去买好吃的 趁着现在还能吃 A眼里是同情和难过 却又燃起了希望 我们要看今天化验结果是不是矮 如果是 让我们有心理准备 保守估计要花七八十万 不过还有百分之十五的机会 可能不是矮 希望我们是那百分之十五的信任 B神色已经是绝望的冷漠 我们是彻底没救 一点希望都看不到 癌细胞扩散到全身 全是疙瘩 只有等死了 叮的一声 两个人都出了电梯 电梯里的其他人 心思复杂 角落里 有人偷偷哭着 最后歇斯底里大哭 没有问他 他似在发泄那般 我们家那个 今天上午咽气了 张雨希转头埋在凌峰胸前 不敢听这哭声 也不敢看那人悲痛的神色男人 深吸一口气 笑着说 到了 病房有四张病床 都躺着病人 病房很乱 到处都放了东西 空气除了消毒水的气味 还夹杂着饭菜的气味 更有臭脚味 所以 病房的扑面而来的那股味 真的是一言难尽 最里面靠窗的病床上 正拉着帘子 来人解释 孩子妈正在给孩子擦洗身子 马上就好了 说着 把柜子上的东西收拾好 把花树和水果放上去 又把两箱牛奶放在墙边 忙完这一切 男人把小床折叠起来 坐吧 张雨希摇头 我站着就好了 林峰说 大哥 我看你需要休息 太憔悴了 毕竟这是医院 有的人有些讲究 男人也不再推迟 坐下来笑着说 照顾孩子 没有不憔悴的 多亏了你十惊不昧 手续费的钱缴上了 昨天就把手续做了 医生说很成功 只要恢复得好 就没什么问题了 说起这笔钱 男人都不知道 怎么感激林峰 林峰觉得自己 没做什么 钱是宝宝们发现的 他只是 做了应该做的 说着 帘子掀开 就看见一个 大约八九岁的小男孩 躺在病床上 旁边站着一个 中等个头的女人 我先把水倒了 男人指着林峰说 儿子 就是这位叔叔和他的孩子 捡到了钱 还给了爸爸 小男孩非常懂事说 谢谢叔叔 如果没有你们 我爸肯定找不到那钱 我就没法做手术 林峰笑了笑 你今天多大了 九岁了 那你加油 医生说 你过段时间就能出院了 孩子的脸上 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 嗯嗯 我会加油的 已经做妈妈的张雨昕 看不了这个 眼眶一红 鼻子一酸 被孩子的笑容 动容的响哭 林峰不动声色的 把一个手提袋 放在孩子的床头 这是叔叔阿姨 送给你的礼物 等我们走了之后 你再打开 好不好 孩子眼睛亮晶晶 嗯嗯 我最乖了 随后 林峰和张雨昕 携手离开 等他们一走 孩子就迫不及待的 让爸爸打开手提袋 是个小恐龙玩偶 还有个机器人 男人惊呼 有一打钱 有五万 显然是刻意留下来的 女人赶紧说 还愣着干什么 快拿去还给人家 男人这才反应过来 踢着袋子冲了出去 直接追到住院部大厅 男人火急火燎地跑过来 把袋子里的钱 还给林峰 小兄弟 这钱我不能要 还给你 林峰还是挺意外的 并没有接过钱 但笑着说 就当我是跟这个孩子有缘 这钱给他买一些好吃 好好补一补 男人态度依旧坚持 心意我知道了 但是这笔钱 我不能要 你们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也是辛辛苦苦挣来的 上次你能把捡来的钱交出来 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这笔钱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收 林峰一时间没办法 张雨昕出马 这位大哥 要不你给我们打个欠条 等你什么时候 手头宽裕了再还 男人刚要说什么 张雨昕打断他 化身为老师 带着不容反驳的语气说 你先别急着拒绝 想想后续医药费 肯定不少了 要花钱 孩子就算回去休养 也需要钱买好吃的 伙食必须要好才行 你看现在物价这么贵 一斤猪肉 都要三十多块钱 这钱你拿着 用在刀口上 男人感动得不行 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一个劲说谢谢 他去咨询台找来纸和笔 我给你们写张欠条 张雨昕想了想 既然借 那我们再借你五万 凑成十万 男人猛摇头 五万够了 医生说 观察一周后 没大问题 就可以回家休养 有什么情况 再联系医生 等回家 家里有他奶奶和孩子妈照顾 我就出门打工 有收入来源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张雨昕点了点头 好 有什么困难打电话 男人写了欠条 找到印尼 按上手指印 交给林峰 林峰收起欠条 我们有事先走了 你回去照顾孩子吧 男人朝二人深深鞠躬 然后走了 第273章 半个外婆 回到病房 整个病房的人都在看着她 女人虽然内心 不想把钱还给人家 毕竟对于负债累累 后续还不知道 要花多少钱的情况下 这五万 就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借到钱了 但是出于良知 这笔钱她不能要 也不该是他们的 看到男人拿着袋子回来 问道 还了吗 男人摇头 没有 他们不收 我写了一个欠条给他们 女人一喜 真的 男人点点头 我刚才已经把钱存银行里了 这笔钱等儿子出院后用 女人有种被掐着喉咙 终于松了口气的感觉 男人轻声对儿子说 儿子 家有好起来 以后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谢谢叔叔他们 知道吗 小男孩乖巧地点点头 我以后会报答他们的 Q Net 病房里的其他人都说他们的好运 你们这是遇到好心人了 运气真好啊 人家估计也是有钱 不在乎那五万块 就是 换做是别人捡到了那些现金 早就自己花了 还送去派出所 你梦吧 他们也是心疼小家伙 真替他开心小小年龄 打针吃药 不哭不闹 很疼的时候 才会哭几声 趁父母不在时 还让医生用便宜的药 因为他们家 没钱了 他还不想死 因为爸爸妈妈会伤心的 医生和护士和同病房的 都是又心疼又喜欢 回去的路上 张雨夕脑海 回想起孩子在病床上的模样 心里就难受 自己宝贝摔了一跤 磕破点皮 哭得凶一些 他都难受 面上却还要鼓励孩子要坚强 恨不得这些痛楚 都转移到自己身上 他无法想象 自己生病了 会是怎样的痛 凌峰握住他的手 似在安慰 张雨夕深吸口气 老公 你把宝宝们照顾得很好 谢谢你 宝宝们任何事都亲力亲为 这都快一岁半了 感冒都没有过 真的很了不起 凌峰N了一下 我们宝宝身体棒棒的 你别乱想 导航来到复利广场 到处都是招租广告 出售广告 复利广场 今年三月份修建完成 全是甲级写字楼 已有AB两栋 每一栋有35层楼 很多商户公司 企业 酒店 美食餐饮等等 都已纷纷入住 还有不少国内知名 公司的分公司 也在这里 不远处的C栋 连地基都没有打 凌峰在网上查了一下 众说纷纭 有说资金紧缺的 有说老板跑路的 还有说代钱出国的 五花八门都有 凌峰停下车 和张雨昕找了半天 才知道 怎么从停车场出来 老公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凌峰牵着他的手 我们逛一逛 凌峰停车在B栋停车场 从另一个门出来 要去A栋 走路大概要半小时的时间 可不得逛一逛吗 乘坐电梯 来到A栋15层 然后 张雨昕就看见凌峰拿出钥匙 打开了门 然后输入了自己的指纹 门 打开了 多么熟悉无比的画面 张雨昕问道 老公 这 里面都是毛坯 但是非常之大 超出了凌峰的想象 他内心诧异 面上不动声色说 我买了这一整层楼 张雨昕吃惊后 选择支持凌峰 老公 你打算做什么 之前我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什么 回去再说吧 好 回到家 还没到中午 安兰母亲正准备做饭 他笑着说 人回来了 赵丽贞叹口气 这孩子 还是不相信我呀 安兰母亲嘲笑他 因为你能炸锅呀 凌峰回来没闻到饭菜味 知道自己回来的及时 并不是不相信赵丽贞 也不是觉得宝宝宝太娇气 少吃自己做的一餐会怎样 就是习惯成自然 自己会放心很多 凌峰人在玄关 就笑着说 我回来了 果然就听见哒哒的跑步声 宝宝们开心的叫声 啊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一个转身 宝宝们已经冲过来 凌峰蹲下来 展开双臂迎接 一个个扑进凌峰的怀中 跟头小牛一样 有力气 凌峰稳住身子 搂着他们问 今天在家有没有乖乖的呢 宝宝们点头 二宝笑咪咪说 我超想爸爸呢 凌峰笑 我知道宝宝们想爸爸了 所以爸爸快快的就回来了 张雨昕正在换长靴 站在凌峰身后笑着问 怎么 就没有个人关心一下妈妈 我这么大的一个人 你们没看见吗 还是 觉得妈妈的怀抱不温暖了吗 刚说完 宝宝们一个个扑进张雨昕的怀里 力道之大 如果不是凌峰搂着她 肯定要摔倒 张雨昕蹲下来搂着他们 一个个摸摸打 一家人在玄关腻歪了一会 凌峰对客厅的赵立真等人说 我做饭去了 中午想吃什么 赵立真正在喝茶 我随便都可以 安兰母亲笑说 我也不挑食 张富永正在收拾东西 我也不挑食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赵立真问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哼 凌峰在厨房忙碌 宝宝们牵着张雨昕的手 来到客厅 四宝问 妈妈 你有给四宝带玩具吗 张雨昕摇头 没有 爸爸妈妈今天出门办事去了 没有买玩具 赵立真说 家里有这么多玩具 先玩着吧 宝宝们略有些失望 三宝自己爬到张雨昕的怀中问 妈妈 你们出门办什么事了呀 张雨昕搂着她 还记得我们 捡到钱的那位叔叔吗 宝宝们点点头 他们的宝宝生病了 我们今天去看她 她是哥哥 比你们大很多 宝宝们一听到生病 脸色都变了 估计是被打疫苗支配的恐惧 不由的 对这位没有见面的小哥哥 同情起来 张雨昕继续说 哥哥吃了药药 打了真真过段时间就好了 等她好了 如果我们还在外婆家 就去看她们好不好 宝宝们点点头 他们是喜欢结交小朋友的 如果见到哥哥了 要送什么见面礼好呢 总不能我们 两手空空去吧 如果我们带了礼物 哥哥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 她一开心 就会好得更快了 听到妈妈这么说 宝宝们都积极踊跃地发言 大宝 我有好多好多变形金刚 送给哥哥吧 二宝 哥哥会喜欢芭比娃娃吗 张雨昕想了想 不知道呢 二宝只有芭比娃娃吗 二宝想了想 那就送小恐龙吧 四宝说送奥特曼 三宝说送个王冠 张雨昕问 王冠公主的吗 三宝摇头 勇士 张雨昕怜爱又欣慰地摸摸宝宝们的头 玩具都是共享的 但是每个宝宝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大宝对变形金刚情有独钟 二宝喜欢芭比娃娃 还有一个搞怪的 三宝喜欢跟音乐有关 四宝喜欢各个类型的奥特曼 上一秒他喜欢迪迦 下一秒就喜欢孟比优斯 很花心的 接下来 宝宝们似乎达成一致 既然把玩具送人了 他们要张雨昕和林峰买新的玩具 安兰母亲在旁边说 小孩子对玩具喜心宴就很正常 买来的玩具都是玩意会就不玩了 赵立真点头 就那一点新鲜劲 安兰母亲羡慕照顾一个孩子都累 更别说照顾四个了 还把他们教得这么好 赵立真又忍不住炫耀了 蓝眼得意地说道 我之前在对面的小公园 遇到了一对双胞胎 我们是八月八生的 他们是八月七生的 差一天 走路是利索 说话还可以 表达能力不得行 跟我们孙孙根本比不上 你来之前 我教他们被雨昕手机的电话号码 两三遍就记住了 安兰母亲点头 这几个孩子好好培养 以后一定有本事 不是说三岁看到老妈 一个个还教得这么好 没见过耍什么脾气 大哭大闹的 赵立真说 我之前想着 待他们应该很累啊 结果把玩具给他们一放 自己就开始玩 要须须拉臭臭 就会跑过来跟我说 安兰母亲叹口气 羡慕你哦 我孙子还不知道 猴年马月能见到 今天我让安兰去相亲 熟人的儿子 我见过几次 还不错 就不知道能不能看对眼 赵立真也为安兰母亲着急 好闺蜜嘛 就要一起做奶奶 才有意思啊 安兰这玩儿玩性大 整天不着四六的 现在挣到钱了 估计以后更不会结婚了 说完 赵立真凑到安兰母亲耳边 小声说道 说到这里 羽西如果不是遇到那事 也是个不想结婚的 安兰母亲愁苦 哎 别提这件事了 一提就上火 赵立真十分大方说 没事 反正我孙子多 他们也喜欢你 你也是他们半个外婆 安兰母亲 可是 她想要自己女儿生的外孙啊 第274章 做慈善 凌峰做好午餐 端到餐桌上 看到这色香味俱全的菜品 安兰母亲又忍不住酸了 心里想的 都是自己未来女婿 不知道我那未来女婿 有没有像凌峰这么好的厨艺 赵立真安慰她 就算没有 直接去你们酒店 享受大厨的手艺 不也可以吗 安兰母亲叹口气 凌峰这厨艺 跟我们大厨也不相上下 还能随便吃 就问你羡慕羡慕 凌峰今天给宝宝们 清蒸了两条鲈鱼 使用技能之后 剑鱼骨鱼刺完美剔锄 看在场目瞪口呆 张雨夕都戏为常了 拿着鱼肉分给宝宝们 这手艺厉害啊 赵立真看了桌上 最后一条鲈鱼 跃跃欲试 结果 明明是跟凌峰一样的步骤 一条鱼被她弄得面目全非 还遭闺蜜吐槽 我说你消停一下 你在做饭这方面 是真没一点天赋 张富勇还补一刀 现在网上不都说 能不能行 心里没点数吗 赵立真瞪她一眼 说得跟你会似的 吃完晚饭 凌峰说跟张富勇商量见识 两人直接去了书房 赵立真不操心男人们的事 逗着小孙孙跟安兰母亲说 今天晚上再回去吧 安兰母亲常常叹口气 也好 免得一天添给他们妇女做饭 还被各种挑刺 女儿开了餐馆之后 口味也变叼了 要不是 看在她是轻生的 让她饿死算了 书房内 张富勇得知 富力广场写字楼的事 又吃惊又意外 他也没问 买写字楼做什么 只问 你打算做什么 我目前打算成立一个儿童基金 张富勇想了想 这样吧 我邀你和安叔叔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细细规划一下 林峰点头 好 二人下楼 张富勇 我跟林峰出去一趟 还邀上老安 赵立真略诧一问 你们干什么去 张富勇难掩激动和得意 林峰买了一层的写字楼 打算成立一个基金会 我们过去实地考察考察 赵立真和安兰母亲惊呼 一整层 张富勇见两人这么惊讶 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赵立真当然要去看看 安兰母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索性也去看看 这都走了 让张雨昕一个人带孩子午睡 林峰看了看时间 要不我们晚半个小时出发 我去把宝宝们哄睡着再走 他人没意见 半个小时后 张雨昕和宝宝们一起午睡 林峰等人出发 车上 张富勇提到了C栋的事情 之所以没有修建起来 其实是资金不够 A B两栋在修建中途 就把预算花光了 毕竟走的是国际路线 上面一看太好钱 索性把C栋这个项目停了 但是富力广场 无论是设计都非常好看 成不了地标性的建筑物 但根据周围的发展来看 未来这里极有可能寸金寸土 我跟你安叔叔两个人 从某些渠道得知 今年过年魔都要动工修建八号地铁 赵立真皱眉 不是晃了好多年吗 这次靠谱吗 安兰父亲说 这次靠谱因为大领导换人了 重启了八号地铁 他已经跟这些品牌商家 银行等都承诺过 八号地年后动工 会把富力广场周边也带动起来 张富永点头 不然你们以为 一时间怎么会有这么多商家品牌入住 他们一个个还不是听到了风声 上面给了承诺才这么赶的 批文都下来了 知道的人很少 每点渠道是不会知道的 那些小有资产的 等文书发下来才知道 人身处的位置越高 就能获得一手内部消息 抵达A洞来到15层 整层楼的面积是1600平米 使用率在50%以上 目前市场价为16万每平米 也就是1.6亿 这是张富永他们二人 之前找人问过的价格 他们两个很可惜问 你确定要成立儿童慈善基金会 他们都看着林峰 张富永与众星常说 我知道你的为人 年纪轻轻 想要做慈善 说句真实话 我内心很感动 就是你的真实为人 所以我觉得 你这条路不好走 你也知道现在发展 他们都是过来人 见过太多太多 有些话不好说的太直白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打算试一试 运作几年看看 我如今为人父 必然要以身作则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系统如今不再给现金奖励 只有收入翻倍奖励 煤城两家自住于火锅店 扬城上下酒不行接的店铺 万达广场店铺 团结路店铺 以及星豪国际酒店加起来 每天都在给他创造翻倍的金钱 现在的他 不说成为首富 但是几百个亿 还是随随便便能拿出来的 这么多钱 总要花出去 自己和张雨昕 也不是那种花钱如流水 只懂得享受的人 那就钱花得有意义吧 作为四个孩子的爸爸 在孩子已经启蒙时 做一个力所能及的好榜样 虽然可惜 但是女婿心意已决 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 这是一份慈善事业 他们更不好说什么 成 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我有认识的人 回头跟他说说 到时候你们谈一谈 听张富勇这么说 林峰笑了 谢谢吧 张富勇笑了笑 小子 我没看错你 之前对林峰的欣赏 又上升了一个高度 回去的路上 作为长辈的几个人 蛮感慨的 这件事就暂且到这里 三天后 张富勇带来一位 风尘仆仆 一副宝金沧桑的中年男人回家 这位就是张富勇给林峰介绍的人 一直做慈善事业 对这一块领域是行家 林峰将这件事交给张富勇去办 毕竟慈善基金会成立在魔都 自己在阳城边长莫及 到时候 自己年莫给张富勇一笔费用 全当他辛苦的 这也是张富勇主动提出 林峰不在魔都 自己帮忙打理的提议 这个人姓曾 林峰喊他一声曾叔叔 老曾一脸感激 小伙子 你真是大好人 林峰笑了一下我做爸爸了 面对有些事能感同身受 所有想做点什么 老曾是深有体会 他并不是一开始 就是做慈善的 张富勇说 我问了 他们可以直接联系工商注册 省得我们自己跑一趟 老曾说 办公室不用那么大 占据600平米就够了 其他的 我们可以暂时租出去 因为是你自己的 所以价格方便 可以比别人便宜 林峰点点头 也可以 张富勇笑着说 招租的是我去办 在魔都待了几十年 认识不少人 你等着吧 我消息一发出去 肯定有很多人抢着药 我们可以用这笔租金来做慈善 这样一来 也算是两全其美 第275章 出租办公楼 晚上 张富勇开启炫耀模式 在自己工作微信里 发了一条朋友圈 招租 富力广场A洞 约1000平米招租 英女婿买下一整层办公楼 奈何面积太大 只能用一半 自己的办公楼层 价格绝对比外面要优惠 先到先得 九宫阁里 前三个都是拍摄视频 后面六张是购买合同 名字 合同编码等重要信息打码 价格也模糊了 隐约能看出是8 8亿 但是1600平米没做处理 还有拿到的产权证件等等 发完之后 张富勇就盯着手机看 果然 不到两分钟 留言点赞私信的 不计其数 赵立真从卫生间出来 就看见他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笑什么呢 张富勇卖关子 看我的微信 虽然是工作后 但老婆也肯定是要加的 赵立真好奇地点开朋友圈 一看就乐了 没看出来 你也会炫爱啊 张富勇砸把嘴 我一来把事情做 二来女婿也炫了 三来把某个人也气了 赵立真问 谁 张富勇翻出聊天记录 赵立真看了大致内容 陆博宇的父亲 夸张富勇 有这腰牛批的女婿 还说 一直想找几个合伙人 拿下富力广场的写字楼 平摊租金 各干各的互不干预 奈何这件事 一直没谈妥 赵立真冷哼一声 警告张富勇 别把陆家人扯进来 糟心 张富勇翻个小白眼 你当我傻呀 我消息一发出去 好多人私信我 还有好几通电话我都没接呢 不差姓陆一个 赵立真这才满意 这件事 你自己看着办 张富勇保证 我办事 你放心 其实 他心中已经有人选 自然是跟自己长期合作的伙伴 价格这方面 早就跟林峰谈到了最低价 魔都可是超一线城市 而且 他们内部都知道 富力广场以后 周边的发展巨大 增值空间也很大 所以 最低价位为每平米70 可以优惠前几个月 等装修完了之后 再计算 这都是友情给到的条件了 张富勇在等陆博宇父亲的电话 果不其然 陆博宇父亲打电话过来了 张富勇黑黑一笑 来电话了 赵立真看他一眼 让他把握好分寸 喂 陆老板 是的 嗯 没错 你想租下来啊 这个 那我问一下 你打算出多少啊 50美平米 太少了 怎么也要90 我已经很便宜了 你人卖广 去打听打听 就知道 能不能50美平米拿下来 成 你考虑一下 我要睡了 挂完电话 张富勇呵呵冷笑 真会做梦 给51平米 他怎么不去抢呢 这要牛批 随后 张富勇联系几个彼此都熟悉的客户价格 最后谈到75 超出最低价5块钱 张富勇立即发了一条朋友圈 已经租出去了 不用打电话咨询了 不到30秒 陆博的电话再打来 张富勇很直白地告诉他 对方是和自己合作多年的老生一伙伴 就这样铁的关系 人家都没有降到70 他哪来的脸 认为自己50就会租给他 这天晚上 张富勇睡觉都是张着嘴的 另一边 林峰在给宝宝们讲故事 偶然提到帐篷这件事 宝宝们对图画书上的帐篷很感兴趣 爸爸 我们可以睡在帐篷里面是不是啊 是啊 那帐篷里面会冷吗 不会的 那我们也买帐篷回来 睡在外面好不好 林峰想了想 外面天气冷 不如这样吧 把帐篷搭在屋子里 好不好 宝宝们觉得户外搭帐篷才有意思 林峰想了想 那就等晚上他们睡着了 再带回床上睡就成 张雨戏拿出手机 我记得离这里不远 有卖户外器材的 我们可以去那里买的 林峰想了想 那爸爸明天就去买超大帐篷 我们都睡进去好不好 宝宝们一口同声 好 那我们现在睡觉 好不好 好 林峰带着宝宝们去洗漱 带着宝宝们上小床睡觉觉 夫妻二人对每个宝宝 来个晚安文 晚安 我的宝贝们 晚安爸爸 晚安妈妈 张雨戏打个哈欠躺下 窝在林峰怀里 晚安老公 林峰轻轻他的额头 晚安老婆 第二天 宝宝们一叫起来 就想着帐篷的事 行 爸爸等一下就出门买 吃过早饭 林峰出门买帐篷 附近果然有一家 卖户外器材的店 样式挺全 林峰把对帐篷的需求一提 老板给了中高低三个选择 最终 林峰选择了价位三千左右的一款 可容纳十人的帐篷 长4米5 宽3米2 高2米 双层加厚房中雨 送的东西也挺多 餐具收纳包两个 太阳多功能蓄电灯两个 工兵铲 吊床 地定防风绳 折叠水桶等等工具 还有可以充气的枕头 充气床垫 西伯防潮垫的弄了八个 多余的是自己买的 考虑倒是林峰的需求 老板给他们换了一个双人睡袋 其他都是单人睡袋 老板笑着问 要不要来个便携式马桶 林峰点头 我看看 老板拿过来亲自示范后 林峰当时就决定买了 既然要露营的话 那肯定少不了烧烤 吃烧烤多有意思 那可是露营最大的乐趣 我这里有卖烧烤架的 还有烧烤木炭 我还可以给你们准备餐店 如果不需要 准备座椅和天幕 我们这里也有 林峰原本只是在院子里 或者室内搭个帐篷 和孩子们玩一玩 到了店里才发现 这里的东西应有尽有 加上明后两天的天气不错 倒也蛮适合野营的 上一次说去野餐 中途下乡去了 这次倒是个机会 验完货后 林峰冲着老板说道 那行 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都准备上吧 老板顿时没开眼笑 成 我把东西给你装后备箱了 第276章 一起去露营吧 林峰开车 满载而归 宣布等过两天天气好 就出去露营 这次他一共买了三顶帐篷 两顶帐篷是在露营的时候用 最后一顶帐篷是适合在家里用 可以容纳五到六个人 林峰和张雨夕把客厅的沙发挪走 然后打开包装 宝宝你们站远一点 这里有很多尖锐的东西 小心伤到你们 老婆我来安装就可以了 你带孩子站一边吧 张雨夕赶紧把孩子们带到旁边 老公 需要我帮忙吗 林峰一边看书明书 一边摇头 不用 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这种状况其实很简单 林峰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搭好了 张雨夕牵着孩子们上楼 走吧 我们去把小枕头拿下来 在客厅的帐篷里睡觉就好不好 宝宝们争先恐吼上楼 张雨夕在后面喊 小心点 宝宝们 宝宝们拿小枕头 张雨夕抱着他们的小被子 张雨夕叮嘱 你一定要看楼梯哦 不然会摔倒的 如果自己拿不动的话 可以告诉妈妈 妈妈帮你拿 这里面三宝最娇气 张雨夕看三宝拿得吃力 伸手说 宝宝 小枕头妈妈 帮你拿 怎么样 三宝摇摇头 不用妈妈 宝宝自己可以来 三宝一边小心翼翼地下楼 一边自言自语 妈妈 已经抱了很多东西了 宝宝不能 让妈妈抱更多的东西 宝宝没问题 宝宝做得到 张雨夕又欣慰又感动 林峰这边 已经把防潮稀薄垫垫好 又在上面铺了一床棉被 然后铺上毯子 宝宝们一个个拿着个小枕头 在外面排队等着 好了 可以进去了 林峰话音刚落 宝宝们就争先恐后地挤进去 在潜意识当中 他们还是会彼此相让 下意识地保护对方 彼此之间偶尔会伴嘴 甚至要打架 一劝就和好如初 感情还是相当深的 林峰拍拍手 宝宝们 先把我们的枕头放好 然后再让妈妈 把小被子放好 等做完这一切 我们再玩哦 张雨夕将小被子和枕头整理好 和林峰一起钻进去 宝宝们在帐篷里又跳又叫 开心得不得了 张雨夕躺在帐篷里回忆 上一次用过帐篷 好像还是在国外 去跟朋友一起露营的时候 林峰说 上次我还是大一 也是学校组织的露营 没想到 现在他们都是孩子们的父母了 小孩子的精力 是怎么都用不完的 张雨夕跟他们玩了一会 觉得精力都快要耗光了 老公你陪他们玩吧 我休息一会儿 林峰跟宝宝们折腾了一会儿 便说 把玩具拿到帐篷里 一起玩好不好 孩子们有了玩具 便会分散注意力 他们也能休息一会 中午到了 林峰去做饭 张雨夕在帐篷中 不知不觉 竟然睡了过去 赵立真和张富勇回到家 赫然发现 家里多了一顶帐篷 宝宝们跑出来 拉着他们进帐篷 外公 这个帐篷可好玩了 他就跟一个小房子一样 这个拉链可以拉上 这样我们就出不去了 爸爸安装了一个灯 可以打开的 晚上我们可以在这里睡觉 赵立真看了看 觉得很不错 笑着问 宝宝们喜欢吗 超级喜欢 爸爸最好了 张富勇见张雨夕睡着了 叫醒他 雨夕 起来别睡这里 回房间睡 张雨夕打个哈欠 我睡着了 赵立真笑着说 你回房间睡吧 张雨夕摇摇头 不用了 我去厨房看看 来到厨房 张雨夕问 老公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菠菜洗一下 用热水洗 这样不会有色口的感觉 哦 林峰每次给宝宝们炒的 都是菠菜叶 将菠菜叶切成碎 都这样宝宝们用饭勺就能吃 林峰每天变着花样 给宝宝们做吃的 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同时 还能吃得营养均衡 林峰厨艺好 宝宝们什么都吃 不会挑食 林峰炒完最后一道菜 开饭了 张雨夕过去教父母吃饭 带着宝宝们去洗手手 NAT 赵立真描一眼宝宝们的饭菜 不得不感慨女婿的用心 吃完饭 宝宝一个个耐着性子 等张雨夕用冷毛巾擦完嘴后 哒哒哒哒 一个个跑去帐篷完了 林峰问 爸 妈 你们这几天有空吗 我们一家人去露营 帐篷我都买好了 赵立真一听就来了兴趣 这几天我有空 要不把你安叔叔一家叫上 人多也热闹一些 林峰没意见 撑 到时候 我再去店里买一顶帐篷 中午 张雨夕给宝宝们讲故事 林峰则是去店里 又买了一顶帐篷 一回到家 四个宝宝疯了 呼啦一下全跑过来 吓了林峰一跳 怎么了 目光询问张雨夕 张雨夕叹口气 他们问你到哪去了 我说去买帐篷了 顺带就把去露营的事说了 他们午觉也不睡了 等着去露营呢 原来是这样 林峰蹲下来 我们明天再去 现在我们要睡觉觉 宝宝们从张雨夕那里得知 露营可以抓蝴蝶 捉昆虫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 他们听了新生向往 根本就睡不着 二宝拉着他的手 爸爸 可是我们想早点去玩啊 爸爸 你最好了 二宝最爱最爱你了 比妈妈还要爱你 快点带我出去玩嘛 张雨夕 四宝赶紧说 爸爸 我们会乖乖的 让我们去吧 大宝呼吱呼吱的说 大宝要去抓鱼 捉鸟 林峰看一眼张雨夕 张雨夕一脸无辜 我们以前露营的时候 抓过呀 就连文静的三宝 此时也急了 爸爸 你开车车 我们在车上睡觉叫 好不好 林峰福娥 做父母的 有时候挺纠结的 不想拒绝宝宝们 又不想让宝宝尝到甜头 最后 林峰非常严肃地说 好 这次以爸爸同意了 宝宝们立即手舞足蹈 好爷 一个个彩虹屁 吹到了天上 林峰不为所动 表情依旧非常严肃 你们在车上乖乖睡觉 等爸爸们收拾好了 就叫醒你们 一定要睡午觉 知道吗 不然爸爸会生气的 宝宝们不约而同地点头 张雨昕去楼上喊赵丽贞夫妇 又给安南打电话 林峰让他们收拾搬东西 自己去超市买烧烤食材 林峰买烧烤食材 又买了烧烤蔬菜 比如花椰菜 瓶菇等等 还买了粥黑鸭 薯片之类的 反正是他能想到的 全部都买了 第277章 立即大怪我 回到家 大家还在收拾东西 而宝宝们已经睡着了 张雨昕在敞篷里 哄着他们睡 平时都要睡一个多小时 今天就让他们睡半个小时吧 难想到 林峰去超市买菜前后 就花了半个小时 看到宝宝们睡了 林峰也不怎么着急了 帐篷这些 由赵丽贞和张富勇收拾 东西都放在院子里 统统搬上去就成了 林峰和张雨昕在厨房洗菜 然后重新打包装好 趁着这个功夫 他把宝宝们山药粥都熬好了 还给他们煮了一些鹤唇蛋 他们很喜欢吃 老婆 你去准备一些湿纸巾 把宝宝们的小马桶都带上 好 剩下的 林峰只需要准备一些水果 收拾完后 见宝宝们睡得香 不忍心叫醒他们 便亲手亲脚 将抱上安全座椅上 等到了目的地就好了 所以 林峰开辆车 张雨昕开另一辆车 张富勇开的是一辆老款的商务车 车上放着露营所有东西 张富勇在前面带路 张雨昕和林峰跟在后面 一家人 浩浩荡荡去露营了 今天中午天气还不错 到一两点 却出了大太阳 真是露营的好天气啊 驱车半小时 来到河边露营 但是这个地方 是需要缴费的 但是这个费用会退还给你 如发现露营人员 造成了环境污染 没有清理垃圾等现象会罚款 而且是罚巨款 来到管理辖区 找了一个地方平坦 太阳照得正好的地方 渣寨露营 宝宝们似有所感觉 四宝哼哼唧唧呢 张雨嬉笑 醒得真是时候 四宝迷迷糊糊问 妈妈 我们到了吗 是啊 我们到了 你看 那里是河边 其实就是个蜿蜒的小河 目测宽一米多 至于多深 还不知道 四宝一个机灵就彻底醒了 开心地叫起来 NAT 我们到了 我们到了 这一嗓子 把身边的二宝给惊醒了 我们到了 爷 我们可以玩了 二宝扑腾着 往车外走去 大宝和三宝 在另外一辆车里 大宝起来了 我们到了 大宝醒来 冲着张雨嬉甜甜一笑 妈妈 我爱你 张雨嬉心里一揉 妈妈也爱你 大宝听见外面的动静 穿好外套就下去完了 三宝懒洋洋的打得哈欠 三宝 起来了 我们去看有没有蝴蝶 我们去铺蝴蝶好不好 三宝一下子就醒了 收拾完宝宝们 张雨嬉 安兰和赵立真 三个看孩子 理由是 都啥都不会 别添乱 扎帐篷 搬东西等等 就是林峰 张富永和安兰父亲三人的事 安兰母亲整理食材 我们先捕蝴蝶 看看有没有蝴蝶 如果没有蝴蝶 也不要气馁 可能还有小昆虫呢 张雨嬉把捕捉网发给宝宝们 冲着林峰喊 老公 我和安兰带宝宝们去周围看看 有没有蝴蝶 林峰叮嘱 没问题 可你们要注意安全 不要跑远了 张雨嬉一边带着孩子们离开 一边回答 放心吧老公 我们不会跑远的 走吧 我们跟干妈一起去抓蝴蝶 看看有没有小昆虫 好不好 宝宝们一口同声说 好 他们早已经迫不及待 在张雨嬉和安兰一前一后的带领下 他们去蝴蝶 南方的秋冬天气是有蝴蝶的 几个人找了找 还真看到小蝴蝶的身影 宝宝们激动的哇哇大叫 妈妈 看蝴蝶 白色的 好漂亮 我要抓蝴蝶 张雨嬉赶紧示意宝宝们小声点 小声点 你们这样大喊大叫 会把小蝴蝶给吓跑的 如果他飞走了 我们就抓不到了 安兰点头 没错 我们一定要在蝴蝶停下来时 轻轻地靠过去 然后抓他 这样才有成功的机会 知道吗 宝宝们伸出指头 做个虚的动作超级可爱 恨不得在他们肉嘟嘟的小脸上 狠狠亲一口 只有两只蝴蝶 够他们玩的 凌峰搭建好帐篷之后 就看见孩子们玩得开心 张雨嬉和安兰也都像个大孩子 玩得不亦乐乎 妈妈 蝴蝶飞走了 飞走了 快抓住他 干妈 你好笨 跳起来啊 好可惜 刚才我差一点都能抓到他们了 宝宝们和两个大人 围着蝴蝶嘻嘻打闹 最终蝴蝶飞远了 张雨嬉喘口气 别追了 等他们飞回来了 我们再抓吧 安兰插着腰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累死我了 宝宝们精神都很好 看着远去的蝴蝶都失望不已 走 我们去爸爸那边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顺便喝点水 他都要渴死了 凌峰这边搭好帐篷之后 就去帮忙整理食材 张雨嬉来时 他正在点炭火 凌峰赶紧叫张雨嬉 带宝们离开 这里有火 别带宝宝们在这里 餐店上面有水果 你们去吃点水果吧 安兰母亲正在搭建餐桌 安兰喝口水过去帮忙 天目安兰母亲和凌峰 已经搭建好了 餐桌椅都是折叠鹅的 很方便 就是需要花点力气 安兰力气大 安兰母亲看他一眼 叹了口气 你说你力气这么大 怎么找男朋友 安兰 力气大 怪他吗 怎么了 力气大就有错 一旁的张雨嬉听了 没忍住笑了 安兰不敢往跟前凑了 走过来吃点水果压压惊 阿姨怎么了 张雨嬉一边给宝宝们用水洗手 一边问 安兰别嘴 还不是上次他丢安排的相亲 我不满意呗 然后他就看我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的 做什么都是错 估计呼吸都是错吧 张雨嬉轻声说 阿姨这也是关心你 安兰闷闷地说 我知道 可感情这种事不能强求啊 要彼此喜欢吗 没有感情做婚姻的基础 哪经得起什么大风大浪 顿了顿 安兰瞪着张雨嬉 都怪你 我妈现在可羡慕赵阿姨了 她都入魔了知道吗 只要是个男人 都想让我去相亲 张雨嬉恶然 这个跟我什么关系 安兰冷哼一声 以前相信 我妈觉得 是男人出了问题 现在相亲 我妈觉得 是我出了问题 真让她投秃 张雨嬉叹口气 这个我不能帮你 顶多是让我妈去劝劝阿姨 毕竟只要你想谈恋爱 不知道多少人追求你 这么多人 总要仔细挑选吧 安兰一边吃草莓 一边哀声叹息 还好我不住魔多 等过段时间 我回阳城就清静了 毕竟 谁不想要甜甜的爱情 只是对那个人没有感觉 他喜欢不起来 又怎么能去结婚呢 第278章 能干的女婿 宝宝们坐在餐店上吃草莓 还在想着蝴蝶的事情 张雨嬉笑着说 没事的 没有蝴蝶 我们可以去看看小昆虫啊 不过你们千万不要随便碰它们哦 有的小昆虫会咬瘦哦 四宝赶紧问 会痛痛吗 张雨嬉点头 会很痛的 林峰那边炭火也升起来了 过来拿烧烤食材 听见张雨嬉跟宝宝们的对话 不动声色的 在宝宝们身上 加了保护屏障 技能 这样 蝴蝶就不会叮咬它们了 吃完之后 张雨嬉和安兰 想休息一会 但宝宝们 早就迫不及待 想去探险 他们也不能 让宝宝们单独行动 跟在后面照顾着 这里不仅是林峰她们 还有别的人也来露营 离开林峰不远的 是一家三口 是个小女孩 大概三四岁左右吧 打扮得很可爱 拿着小铲子 和小水桶挖泥巴玩 这般 宝宝们蹲在地上 发现小昆虫 除了蚂蚁什么的 没发现别的 张雨嬉一边照顾宝宝们 一边和安兰交谈 安兰在拔草丸 管她 遇到合适的就结婚 如果遇不到合适的 我就去偷一个小孩 张雨嬉文言 满脸无语 安兰父亲和张富永 两个人搭建好帐篷 将各自帐篷内 布置一番后 觉得很有意思 两个人拿着小板凳 去小溪边看看 有没有小鱼 一看 还真有 安兰父亲赶紧吆喝一声 孙孙们 你们快过来 这里有小鱼 大概走五百米远 就是一个水塘 里面估计还有鱼 宝宝们一听有小鱼 一个个像飞奔的小马跑过去 林峰吓一跳 赶紧跟过去 张雨嬉也不放心 紧随其后 赵立真大喊张富永 你把孩子看好了 小心别掉在水里去了 安兰母亲也跟着喊 看好孩子们 张富永看着小马们过来 赶紧制止 别跑了 走过来就好了 小心点 小溪边的草地 已经被很多踩塌秃了 张富永和安兰父亲 让宝宝们站在边边看 指着水草丛某处 小声点 不能大声说话 会把小鱼吓跑的 他们一听到声音 就跑不见了 看到了吗 那里有一条小鱼 看 它动了 动了 宝宝们伸长脖子 仔细看 四宝叫起来 我看到了 看到了 旁边的三宝须一声 小声点 鱼鱼会让你给吓跑的 四宝赶紧捂着嘴 瞪大眼睛 只见躲在草丛的一条 手指大小的小鱼 动身如闪电一般游走了 嗖一声 就不见了 速度之快 让宝宝们都看梦了 刚要说话 张富永指着另一处 看到了吗 那里还有一条 你们别出声 爷爷看看 能不能网起来 宝宝们一听 激动的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张雨昕递过来 捕蝴蝶的网 小声说 爸 小心点 张富永点点头 接过网 跨在小夕的两边 准备捞鱼 把宝宝们一个个 看得无比激动 张富永咬牙 出手奇快 最后楼网上 什么都没有 宝宝们大失所望 张富永见状 赶紧说 他们跑得太快了 外公也是没办法 张雨昕安慰 就是 你看刚才那条小鱼 搜一下的就不见了 这么快 我们是很难抓到他们的 宝宝们点点头的 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小夕 盼着还能来一条小鱼 凌峰视力过人 一眼就看见 水草地下的石头旁 有两条小鱼 青涩鱼身 几乎与石头融为一体 凌峰示意张富永 把洛王给自己 宝宝们一看 眼睛亮晶晶的看着爸爸 一脸期待 凌峰示意他们不要说话 宝宝们都乖乖的点头 凌峰身高一米八几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只见他拿起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眨眼的功夫 鱼就在漏网里了 宝宝们开心地手舞足蹈 对凌峰一脸崇拜 爸爸 你真的太棒了 两个呢 爸爸好厉害 比外公厉害 外公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呢 凌峰将两条鱼放在小水桶里 爸爸看看 还有没有鱼 四个宝宝 两条鱼不够啊 张富永笑着说 还是年轻人厉害 这边 赵立真和安兰母亲 两个人开始烧口 赵立真回忆 上次我们吃了烧口 是什么时候来着 安兰母亲回忆了一下 至少有两年多 没吃烧口了 赵立真一回忆 还真是 在张雨夕离开之后 她就再也没吃过烧口了 安兰母亲看女儿再凑热闹 忍不住吐槽 你说凌峰捞鱼哄孩子 你说这么大的人了 还起劲得很 赵立真扭头一看 发现自己女儿笑得 比安兰还开心 跟小孩子差不多了 便说 女孩子嘛 娇气一点好 什么都会 想得多 不是一件好事 我说你一天天的 也别催太急 免得适得其反 赵立真凑过来小声说 我跟你说个事 别跟安兰说 安兰好奇道 什么事 赵立真有些无语 自己这么小声 咋 还是被她听到了 赵立真发现 自己鸡翅烤得有点老了 赶紧翻面 就在这时 小西边传来宝宝们 和他们各自女儿的惊呼声 看样子 凌峰又捞到鱼了 赵立真眉头一皱 你看我是不是烤糊了 安兰母亲扭头一看 是快糊了 但是糊了糊吃吧 赵立真犹豫了一下 凌峰 快来 这个要糊了 安兰母亲 有个能干的女婿 真好 凌峰又在小西这里 网到了几条 大小不一的小鱼 宝宝们对凌峰崇拜到不行 觉得她就是英雄 无所不能 凌峰这边刚忙完 就听见赵立真在喊自己 她赶忙跑过去 发现鸡翅要糊了 赶紧抢救 因为人多 所以凌峰买了两个烧烤架 一个素菜 一个烤荤菜 安兰母亲在一边帮忙 赵立真是爱莫能助 还被闺蜜嫌弃给赶走了 怕她一会把烧烤架 给炸了怎么办 赵立真哼哼唧唧的 陪小孙孙去 张雨夕便趁此机会过来帮忙 老公 你烤得真香 凌峰递给她一串刚烤的花椰菜 尝一尝味道如何 张雨夕一次 顿时赞不绝口 老公 你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怎么这么好吃 凌峰笑了笑 你去玩吧 一会烤好了叫你 这语气就跟哄孩子似的 不要 我要留下来 吃烧烤的最大乐趣 就是自己烤自己吃啊 张雨夕美滋滋 拿出自己喜欢的食材 自食其力 素菜熟得很快 凌峰叫他们过来吃了 不然一会冷了 就不好吃了 第279章 新伙伴喃喃 张富勇和安岚父亲两个人 坐着小凳子 一边照看宝宝 一边聊天 隔壁已经将帐篷搭建好 爸爸在弄烧烤 妈妈带着女儿过来 跟宝宝们打招呼 这小朋友长得挺可爱的 也礼貌懂事 我能跟你们一起看吗 宝宝们一抬头 发现是个漂亮的小姐姐 当然没有意见 当场就同意了 小姐姐蹲下来 看着小水桶 眼睛发亮 一脸激动 哇 你们有这么多条小鱼啊 都是在河里抓的吗 四宝一脸自豪的说 是爸爸抓的 用那个网 划一下就抓起来了 二宝指着张富勇 我外公抓了半天 一个都没有抓上来 大宝得意的说 我们的爸爸是最厉害的 三宝点头 头上的小丸子 对一抖一抖的 很可爱 小姑娘的妈妈说 楠楠 你跟弟弟妹妹玩 妈妈去帮爸爸 好不好 楠楠乖乖点头 好的妈妈 妈妈又叮嘱 不能欺负弟弟妹妹哦 你是大姐姐了 要懂事一点 明白吗 楠楠依旧乖巧地点头 我知道了 她还催促 妈妈你快去忙吧 我就在这里 楠楠妈妈有点不放心 张富勇和安兰父亲笑着说 你去忙吧 孩子 我们帮你看着 妈妈感激一笑 那谢谢两位老爷子了 举手之劳 不用谢谢 即便如此 楠楠妈妈 还是一步三回头 她回去之后 不知道跟丈夫说了什么 她又折了回来 估计还是不放心孩子吧 张富勇指着不远处的小凳子说 那里有凳子 你搬一个过来坐吧 楠楠妈妈 搬过来一个小凳子 陪在女儿身边 她开始没有发现宝宝们的长相 还以为是几家人的宝宝 现在一看 宝宝们长相都有几分相似 顿时差一问 他们是四胞胎 张富勇点点头 楠楠妈妈又问 多大了 差一个月左右 就一岁半了 楠楠妈妈愕然 长得很好 不像是一岁半的宝宝 张富勇问 你女儿呢 五岁了 现在上中班了 楠楠看着小水桶的鱼儿 提议说 我们可以挖一个坑 然后把小鱼都养在坑里 宝宝们一听 觉得有意思 欣然同意 五个孩子 装模作样地选择了一个地方 然后开始挖坑 这次来 小水桶 小铲子 都带着人 他们各自挖个字的 然后把小鱼养在自己坑里 大宝力气最大 又是闷头干的主 找来一个地方 闷头救啊 别的宝宝这才刚动手 他那边已经挖了一点 二宝和三宝力气最小 所以挖得最慢 他们两个人 进度都差不多 楠楠妈妈在一旁提醒女儿 要挖深一点 这样小鱼才不会游出来 宝宝们一听 很有道理啊 那就再挖深一点吧 这边 考得都差不多了 林峰每一样都分出来一些 给张富永和安兰父亲 两个人端过来一些 楠楠妈妈看到林峰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这个男人好帅啊 毕竟自己是严控 你好 林峰淡淡一笑 将东西放就走了 张富永笑着说 楠楠妈妈 你也吃 我女婿的厨艺很好的 楠楠妈妈摇头 不了 孩子爸已经开始自己烤了 楠楠年龄最大 挖的速度很快 按理说 应该是第一名 没想到 第一名是大宝 他挖了一个很大 又很深的坑 他擦了擦汗 问 爷爷 我这个可以了吗 张富永一看 可以了 所以 大宝第一个分到了两条小鱼 来 爷爷帮你 不过之前 我们要在里面装点水 这样小鱼才能活下来 没有水 小鱼怎么生活呢 张富永用另外的小水桶 打了一些水过来 倒进坑里 又给大宝两个小鱼 大宝开心极了 大喊 爸爸 妈妈 外婆 干妈 我养小鱼了 被喊到的人 一个个开心地回应他 大宝觉得不够 哒哒哒跑过来 妈妈 去看我的小鱼 大宝自己养的哦 张雨夕赶紧把嘴里 最后一口骨肉相连 吃完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大宝看向林峰 宝爸爸也要来 你们一起看 林峰临走时 叮嘱安家母女 要多翻动 以免烤糊 夫妻二人走到大宝 小鱼塘浑浊的水中 隐约能看见 两条鱼儿在游动 大宝得意又自豪地说 爸爸妈妈 大宝厉不厉害 夫妻二人对着大宝 就是一顿彩虹屁 不错不错 大宝很棒 那我们就把这两条 小鱼养起来 好不好 大宝点点头 我给他们取名了 夫妻二人饶有兴趣问 都叫什么 大宝笑眯眯说 大白和肥肥 这不是他们家 狗和猫的名字吗 即便是这样 夫妻二人觉得 这名字不错 第二名是南南 可是南南没有鱼啊 他征询其他小朋友的意见 你们可以分给我一条鱼吗 小的也可以 四宝一边埋头苦干 一边说 没问题 你就拿一条去吧 二宝没意见 可以 最后 南南的妈妈 捞了一来条小鱼出来 南南开心不已 谢谢你们 张富永见了笑着说 你们把孩子教育得不错 很懂礼貌吗 南南妈谦虚一笑 没有没有 毕竟是上了中班 已经是个小大人了 接下来就是四宝 四宝是什么人 能自己动手的 大多不靠别人 提着水桶 自己去打水 林峰赶紧跟上 儿子 你一个人去 四宝点点头 对啊 这样很危险的 要叫上大人才可以 看着四宝迷茫的眼神 林峰根据自己对儿子的了解 他肯定是误会了什么 牵着四宝的小手 来到小溪边 林峰告诉他 这个很深知道吗 非常深 四宝诧异了一下 这小溪水清 给宝宝们一种水浅的错觉 林峰左右看了看 找来旁边的一根树枝 来 看爸爸给你量一量就知道了 用小树枝一测试 当四宝看到小树枝都没进小溪里面了 诧异不已 林峰借此机会告诉四宝 以后要做什么 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知道吗 四宝点点头 知道了 第280章 过夜 林峰给小水桶装满了水 牵着四宝回去 给四宝的小池塘 也放养了两条小鱼 四宝美滋滋的 林峰折回去 提了两个小水桶回来 大宝已经挖好了 二宝表示一点都不着急 依旧慢条斯里的挖着 三宝却要急哭了 他不说话 低头一个劲挖着 张雨昕走过去 轻声问 三宝 怎么了 三宝力气小 半天了才一点小坑 能不急吗 三宝委屈的飙泪 真可谓是小仙女落泪啊 妈妈 我挖了好久 张雨昕问 那要不要妈妈帮你呢 三宝点点头 要 有张雨昕在 呼吱呼吱几下 就挖了一个大洞 三宝也不哭了 开心地笑了 谢谢妈妈 妈妈你最好了 林峰过来把小池塘倒满水 又给三宝放了两条小鱼三宝 开心极了 二宝不急不徐 没开枪 一直挖 张雨昕和林峰心疼啊 二宝做事是个细致的 加上又慢 就更费时间了 林峰轻声问 二宝 要爸爸帮你吗 二宝摇摇头 不用了爸爸 二宝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林峰想了想 站起来 那爸爸忙去了 二宝点点头 四个宝宝的性格 相处一会就一目了然 南南妈妈跟张雨昕打招呼 你好 这是我的女儿南南 我是她的妈妈 张雨昕微微一笑 你好 南南妈妈又吃惊又佩服 你真的好厉害 怀他们的时候 应该很辛苦吧 张雨昕笑了一下 都还好 这边聊着 林峰那边 已经把第二波烧烤做好了 好了 过来吃了 张雨昕叫南南妈妈一起吃 南南妈妈拒绝 我老公正在烤呢 正说着 那边人叫 他们回去吃烧烤 张雨昕说 你去吃吧 孩子们游看着 好 林峰拿了一些张雨昕喜欢吃的 两个人一边照顾宝宝一边吃 辣不辣 还好 微微辣 是我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之前张雨昕还是能吃辣的 自从怀孕之后 吃的都比较清淡 等生了孩子 喂宝宝们奶 所以也要吃的清淡 宝宝是八个月左右断奶 前前后后加起来 等张雨昕在碰辣椒时 已经发现 以前无辣不欢的自己 已经承受不住了 还好林峰处理好 慢慢的 让张雨昕开始吃辣 一直都在她的可控范围之内 等林峰和张雨昕吃完了 时间已经四五点了 林峰将带来的山药粥 用西薄套上防爆的小碗热一热 宝宝们吃饭饭了 张雨昕带着宝宝们去 洗手洗脸 提醒南南的妈妈 南南妈妈 你看着孩子 南南妈妈应了一声 张雨昕带着宝宝们去吃饭 等宝宝们吃完饭 南南妈妈端着烧烤过来 让大家尝一尝 这是南南宝宝烤的 味道还行 你们尝一尝 他们原本就准备了两个人的 也没多准备 所以端过来的烧口 也没多少 就是尝一尝口味而已 但是林峰这边准备充足 还剩了一些 就作为礼物交换了 宝宝们吃完饭之后 又去看小鱼了 眼看着天快黑了 林峰在每一顶蚊帐前面 都放着无烟蚊香 还喷了防蚊虫的药 晚上 林峰给他们热的蛋炒饭 还是用西薄纸热的 大家陆陆续续吃烧烤也都饱了 吃了一些 还剩了一些 送给南南家了 给南南吃 因为他们只给孩子 带了水和面包 哪里有营养啊 夜幕降临 各自回到帐篷里 张雨昕用水 给宝宝们洗小脸蛋 洗脚丫子 孩子们在被褥上滚来滚去 林峰倒完水回来 老婆 晚上上厕所叫我 张雨昕害羞的点点头 张雨昕给他们讲故事 现在的宝宝们 已经会问一些 很奇怪的问题 比如 妈妈 大灰狼为什么要吃人啊 吃别的小动物 不行吗 为什么有的动物要吃肉呢 不能吃草呢 他们为什么没有发现 外婆不一样了 如果大白变成了妈妈 我一定会知道 妈妈 吃了这么大的人在肚子里 肚肚会不会很大 会不会爆炸 张雨昕用求助的眼神 看着林峰 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林峰招手 宝宝们像一个个皮球似的 滚过来 林峰问 因为有的动物 只能吃特定的食物 才能生存啊 如果我们吃树叶 肯定不行对吧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 有很多只能规定自己吃的 至于为什么大灰狼会吃外婆 因为她超级坏啊 看到人就挖屋一口就要吃了 可能她认为好吃吧 至于什么原因 爸爸猜不出来 林峰非常有耐心地回答宝宝们的问题 末了 拍拍宝宝们的小屁屁 亲亲他们 我的小可爱们 我们要睡觉觉了 不过之前 我们要去叙叙哦 终于夜幕降临 帐篷里的太阳能蓄电灯 挂在帐篷顶上 这是宝宝们第一次睡帐篷 激动的都睡不着 听着外面蛙鸣声 他们睁着大眼睛 一动不动 爸爸 外面是什么声音 林峰回答 青蛙和昆虫的叫声 二宝担心问 他们会爬进来吗 这么一说 三宝明显抖了一下 是吓得 四宝两个字激动了 期待看到青蛙 林峰安抚二宝和三宝 别怕 他们是不会进来的 这个帐篷会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快睡吧 很晚了 终于 宝宝们熬不住了 一个个接着睡了 林峰将要登条案 一转身 发现了张雨昕 已经累得睡着了 他搂着她 开启技能 沉沉睡去 宝宝们半夜都要须须的 外面冷 所以林峰放了两个小马桶 在帐篷门口 到点后 林峰最先叫醒的 就是四宝 四宝蹲在小马桶上 林峰用自己的外套给他披上 怕着凉 一个个须须完 最后只剩下三宝了 每五分钟 是结束不了的 就看见三宝坐在小马桶上 裹着外套 套在林峰的身上 闭着眼 好像还在睡觉 其实他醒着 就是懒得睁眼而已 三宝叙叙完之后 林峰抱着他进睡袋 睡袋里都挺暖和的 不怕宝宝们会冷着 第281章 跟爸爸一样好看 第二天 林峰早早醒来 开始给他们做早餐 清晨还有点雾 冷嗖嗖的 但林峰是经过洗经法水的人 不觉得有多冷 点上烤架 林峰准备用这个煎鸡蛋 大人就指他 外加面包牛奶宝宝们的早餐 是羊奶粉 自己做的小馒头面包 做好后 用锡箔纸放在烤架一旁温着 最后 叫他们起床 一早起来能吃到早餐 简直不要太幸福 这个时候 太阳缓缓升在半空 看样子 今天天气不错 会是个阳光明媚的一天 宝宝们吃完早餐之后 去看自己小池塘的小鱼 鱼儿还活着 他们几个人商量 要不经下午再回吧 林峰没意见 他原本就想出来多陪陪孩子的 吃了早餐 林峰 张雨昕和安兰三人 带着宝宝们去散步 前面几百米 就有个浅沙滩 还有一些鹅卵石 和几处大石头 这里有人支撑了一个三脚架 还有柴火的痕迹 估计是在这里烧火做过饭 宝宝们 这里都是石头 你们走路慢点 小心摔倒 刚说完 就看见四宝的飞毛腿 没掌控好 一屁屁坐在地上 整个人都是猛的 估计还没反应过来吧 一般夫妻二人 出门带宝宝 林峰都是带他们三个最调皮 就在四宝整个人坐下去时 伴随着张雨昕的惊呼 林峰扭头一看 猛然伸手 拎着四宝的后领 将他一下子提起来 四宝就更猛了 林峰问 摔疼了吗 四宝摇摇头 没有 还一点都不疼 林峰叮嘱儿子 走路慢点 张雨昕好奇地走过去 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圆的鹅卵石 他像那孩子似的 献宝问 老公 你看 这好看不 林峰看了看 好看 特别圆 张雨昕开开心心 和孩子们一起挖宝 靠近水的鹅卵石打滑 林峰都不让宝宝们过去 每个宝宝都捡到 各自认为最好看的鹅卵石 林峰在河边 把鹅卵石都洗干净 擦干之后 还给宝宝们 他们开开心心地 拿着鹅卵石继续往前走 前面还有露营的人 也没什么好玩的 突然 张雨昕激动地指着某处 看 青蛙 宝宝们朝他指着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见一只青蛙 正惬意地 趴在小石头上 偶尔呱呱呱叫几声 宝宝们又稀奇又激动 蹲下来 一个个睁大眼睛 突然 二宝叫一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一旁的四宝和大宝 赶紧制止他 示意他 别把青蛙吓跑了 大概是经常露营的人比较多 所以 这里的青蛙并不怕人 水里 有个青蛙冒着头 很难发现 宝宝们聚精会神地看着青蛙 估计是想到故事小狼找妈妈了 三宝轻声问凌峰 爸爸 他们是不是在等自己的宝宝啊 凌峰是鼓励宝们 奇思妙想的 每次这个时候 凌峰都不会去否定 而是去赞同 可能是哦 大宝说 也有可能是晒太阳 二宝说 水里的肯定是渴了喝水 凌峰笑了笑 都有可能呢 看了足足有五分钟左右 直到两只青蛙走了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凌峰看了看远处 好了 我们回去吧 告诉外公外婆 还有干妈他们 我们见到小青蛙的事 好不好 还可以把我们见到的漂亮石头 给他们看看 好不好 宝宝们一口同声说 好 看着走在前面 和大宝追逐打闹的四宝 凌峰不放心叮嘱 宝宝们 慢慢跑 小心摔倒了 凌峰抱着二宝 张雨昕抱着三宝 两个人有说有笑 脸上都不由地露出幸福的笑容 我们以后多出来 让宝宝们清净大自然事 凌峰想了想 好 我们开春了再出来 回去后 宝宝们争先恐后地 跟他们表述见到的青蛙 二宝添加内容 有一个在石头上趴着 还有个在水里 他得意地说 他们都没有看见 就我看见他在水里 大宝说 他们一个是爸爸 一个是妈妈 等宝宝找他们 二宝表示自己持不同意见 可能 可能他们是出来玩呢 四宝也说 可能也是渴了 以往这种事 三宝都不会跟他们抢 等他们说完了 才会表达 三宝在张富勇的怀里 听他们说得差不多了 才乖巧地说 Net 他们都是绿色的 有点丑 爸爸说 他们都是好的 吃蚊子 这样蚊子就不会咬我们了 顿了顿 三宝还是难以接受地说 可是 他们还是好丑 但是我不会讨厌他们 没办法 三宝最喜欢的 就是那些精致漂亮的 二宝站在一旁说 青蛙的眼睛好大 爸爸说 他的舌头可长了 大人们自然是附和声不断 一顿夸 说完小青蛙的事 宝宝们才想起 还有石头没有说呢 一个个捧着石头 献宝似的拿出来 四宝找了一个 看着像怪兽的石头 展示说 这个是怪兽的嘴 这个是怪兽的脚 这个是怪兽的尾巴 嗯 看着好像不对 但是被四宝这么一说 那奇形怪状的石头 还真像个怪兽 大宝找到的是个苹果 没有怪兽的抽象 但确实能看出苹果的样貌 大宝这个非常薄 所以大宝说 这是 苹果片 嗯 是像这么回事 大宝找到这个还不满意 继续找了起来 很快又找到一块长长的石头 奇形怪状 而且还不轻 大宝跑过来介绍的时候 吭吃吭吃 这个 是个变形金刚 众人 好家伙 这个更加抽象了 他们完全无法跟变形金刚联想起来 但是大宝一比划 这是变形金刚的头 他的肚子 这是手 这是腿 众人 好吧 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 确实有点相似 二宝找了一个小兔子 这个还原度还是挺高的 二宝一介绍就知道了 而三宝 找了一个爸爸 众人 依旧是奇形怪状的样子 根本就看不出来 哪里像凌峰了 三宝说 因为他在闪闪发亮 跟爸爸一样好看 众人 这解释 绝了 第二百八十二章 废物安兰 眼看就要到中午了 是时候做饭了 凌峰用宝宝们的小铲子 挖出一片泥土地来 然后做出一个三角支架 拿出一个直径二十多厘米的小锅 做饭熬粥 这时候 他去买第四顶帐篷时 老板送给他的一口锅 还给他们一个防火的三角形支架 中间有个隔断 锅可以放在上面 下面烧火可以做饭 凌峰只说 让他们搬东西 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 这个锅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一起 凌峰说自己来处理 便没有人动过 安兰哇哦了一声 有意思啊 凌峰这次做的是石井粥 什么都放进去了一些 加上细火慢熬的 等吃的时候特别香 凌峰还用锡箔纸包着红薯和玉米 烤了几个红薯和玉米 等吃完粥了 他们也能吃了 宝宝们的清淡 先给他们盛出来一些 大人口味偏重 所以里面放了一些他做的酱料 一下子香味肆意 闻着特别有食欲 而且颜色也漂亮 凌峰也给南南盛了一碗 让张雨昕拿过去 南南妈妈感激地说 谢谢你们 真是太感谢了 看看人家 这才是露营 他们家的憨皮 就带了烧烤架这些出来 吃得饱饱的 凌峰和张雨昕带着宝宝们 去那边的小树林看看 安兰也跟上去 一直生活在城市的宝宝们 看着大树都惊叹连连 哇 这个好大哦 这个也大 三宝发现了一个小树苗 特别小 蹲在一旁歪着脑袋看着 他叫来哥哥姐姐 这里有个小树宝宝 他们围着小树宝宝 二宝一脸天真可爱地问 小树宝宝 你几岁了 四宝指着旁边的两棵大树问 他们是 你们的爸爸妈妈吗 大宝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大宝 三宝笑眯眯 一脸温柔地说 你要乖乖长大 以后我们再来看你哦 安兰见了 忍不住感慨 小孩子真的是太天真可爱了 真的好想生个孩子 那肯定很有意思 走着走着 三宝又发现一朵小红花 哒哒哒跑过去摘了 妈妈 妈妈 三宝叫张雨夕 示意她弯腰 张雨夕看到小红花 笑着弯腰 这朵花花是要给妈妈吗 三宝将花插在张雨夕的发间 妈妈好漂亮 张雨夕亲亲她 谢谢宝贝 安兰凑过来问 宝贝 干妈为什么没有 三宝扭头找了找 发现一朵类似于小厨局的小花 大概有指甲盖那么大 三宝扯下来给安兰戴上 安兰心里美滋滋的 虽然自己没有生孩子 但是逗闺蜜家的孩子 别说 感觉挺好的 安兰非常臭美 问宝宝 怎么样 我漂亮吗 三宝点点头 好看 但是我的妈妈是最好看的 安兰也不计较 在每个孩子中 妈妈就是完美女性的代名词 没有哪个女人能替代她们 继续往前走一百多米就出头了 突然 头顶上传来鸟叫声 众人抬头看去 就看见一只小鸟 落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 然后 然后又飞走了 安兰突然指着某处说 看 那里有个鸟窝 宝宝们赶紧找 一个个恨不得把眼睛变成X光 二宝立即化身为小猴子 顺凌峰的腿 开始呼吱呼吱爬 凌峰抱起她 指给她看 二宝兴奋地问 看到了 爸爸上面有小鸟吗 有蛋吗 这是宝宝们最关心的问题 他们好想知道 里面有没有小鸟或者蛋 现在这个时候 不是鸟类的繁殖季节 鸟窝里 估计没有 安兰却搓搓手 嘿嘿一笑 摩拳擦掌已经准备爬树了 有没有鸟蛋和小鸟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张雨夕吓一跳 你要爬树 安兰已经黑吃黑吃往上爬 激动地说 当然了 张雨夕一脸担心 小心点 别摔了 安兰自信满满 放心 不会的 安兰此刻奴牙咧嘴 四肢笨拙无比地向上爬 看着有点想笑 是怎么回事 张雨夕眼嘴憋着笑 偷偷把这一幕录下了 安兰今天穿的是靴子 不会打滑 可她还是在原地丝毫不动 宝宝们都给她加油鼓励 干妈 你是最棒的 你超级棒 干妈 加油 加油 不约而同地喊起了口号 干妈加油 干妈加油 奈何 安兰实在是没办法 爬了不到一米就滑下来了 爱妈 我去 看着宝宝们失望的神色 安兰觉得自己是废物 哄着宝宝们 别难过 干妈刚才失误了 这一次绝对能爬上去 拍拍自己的胸口 安兰一脸豪气甘云 相信干妈 看着吧 张雨昕憋着笑 加油 安兰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 你也给我看着 我以前 可是爬树高手 小时候的安兰 回乡下后 像男孩子一样 爬树掏鸟窝 下河去捉鱼 样样精通 安兰重振旗鼓 一蹦之后 八打抱上树 这次也是非常卖力 可惜成绩不佳 咬着牙 努力不使自己掉下来 也无济于事 卧槽 卧槽 要掉下来了 这一次 依旧已失败结束 宝宝们就更失望 安兰就更觉得 自己是废物了 天啊 自己怎么可以 让这么可爱的宝宝们失望呢 宝宝们 别难过 事不过三 干妈再努力这一把 没准就成了呢 安兰看着大树 不气眼说 麻痹 我就不信了 张雨昕眉头一皱 不许说脏话 安兰赶紧说 呃 太激动了 宝宝们不要学干妈哦 搓搓手 安兰开始第三次尝试 有了前两次的失败 第三次总结了经验之后 倒是爬得蛮快的 宝宝们看着给安兰加油 激动得不行 但安兰体力 已经支撑不下去 她继续往上爬了 她原本想着 抱着树喘口气 但是 歇口气了 想要再使劲 已经历劫的感觉 她认命的 一点点下滑 自责又愧疚地看着宝宝们 那个 干妈尽力了 宝宝们虽然十分失落 却还是安慰安兰 树这么高 干妈这么矮 爬不上去的 Net 干妈辛苦了 我们以后再看吧 等我以后长大了 就可以自己爬上去看了 看着一个个暖心的小可爱 安兰重重叹口气 他们嘴上安慰她 可是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神 一直站在旁边 没有说话的林峰 此时站出来说道 让我来试一试吧 第283章 爸爸是超人 听到这话 宝宝们再次燃起了希望 他们纷纷拍起小手 对林峰一阵彩虹屁夸 爸爸加油 爸爸你是最棒的 林峰后退几步坐住跑 然后就看着她神色一宁 快速跑起来 宛如一阵风掠过 带着她身上独有的香味 张雨夕 安兰 包括四个宝宝们 就看见林峰直接上树了 直接跑上树 他们都惊呆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林峰和安兰一对比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宝宝们一个个 用无比崇拜的目光 看着林峰 他们仰着头 看着树上的林峰 哇 我爸爸好棒 跟超人一样 爸爸 刚才是不是飞飞了 爸爸好高好高 会不会掉下来啊 爸爸小心一点 不要掉下来哦 摔下来会痛痛的的 爸爸 有鸟宝宝吗 林峰原本就高 以前跟安兰一样 翻围墙这些事 可没少做 加上洗经伐水之后 步履轻盈 弹跳能力很好 爬个树 轻轻松松的事 林峰往上爬 接近鸟窝之后 他竟然惊讶地发现 有三个白色的鸟蛋 他拿出手机 录下视频之后 滑下树 安兰嘖嘖 早知道林总是的爬树高手 我就放弃让你来了 宝宝们围上来 七嘴八舌追问 林峰播放视频 宝宝开心极了 张雨昕和安兰挺意外的 没想到真有鸟蛋回去的路上 宝宝们一直追着问那个 还把视频拿去 给男男一起分享 然后再绘声绘色地描述 自己老爸的飞檐走壁技能 安兰安兰身上 沾了不少树木渣 他偏偏穿的 又是浅色的毛衣 勾不少的献出来 安兰母亲见了 眉头一皱 你怎么变这样了 不会是摔了一跤吧 我说你都这么大人了 走路不看路的吗 这个时候 四宝来了一句 干妈爬树了 安兰母亲瞪大眼睛 啥 你爬树去了 看把你能耐的 这么大的人 还爬树 二宝又接着说 爬了好几次 都没有爬上去 安兰母亲恨铁不成钢 你说你 爬个树都不行 白折腾了 我记得 你小时候可会爬树了 安兰此时 收拾收拾 也差不多是时候回去了 而打捞上来的小鱼 宝宝们选择放回核里去 张雨夕心中一动 好 我们让他们回家 要知道 他们可是非常喜欢小动物的 而且在宝宝们这个年龄阶段 喜欢一件事物 是很少有道理可言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喜欢就想拥有 对于他们的想法 是怎么纯粹 不知别家的宝宝 在一岁左右会不会 听得进去道理 但是自家宝宝 耐心细致跟他们讲 他们是能听进去的 也能够理解 如果他们执意要这样 凭自己跟林峰 对宝宝们的宠爱程度 肯定也会依着他们 差不多少 收拾了半个小时 众人启程回去 回到家 大人在忙碌 宝宝们则是把石头 拿出来玩耍 林峰经过时 就听三宝说 我的石头亮晶晶的 你们的石头没有发亮 二宝捡来的小兔子 可以说是最丑的 他掘着小嘴 把玩着小兔子石头 有点不开心 男宝们倒是觉得无所谓 变形金刚 VS怪兽 玩得不亦乐乎 二宝是女孩子 看到三宝亮晶晶的 估计也觉得自己这个丑吧 林峰找来一些颜料 这是赵立真 闲来无事做花用的 林峰看了一下 盒子上的小标签说明 可以做儿童颜料 赵立真笑着说 我买的时候 就想过 或许宝宝们能用得上 所以都是最好 林峰带着颜料 来到阳台上的茶几 他招手 宝宝们 带上你们的石头和小板凳过来 宝宝们眼前一亮 带着木质 做的小板凳 哒哒哒哒过来 看着颜料 宝宝们又期待又好奇 爸爸 我们画画吗 这些都是哪里来的 他们七嘴八舌猜着 林峰给他们穿上小照衣 瞥见张雨昕的身影 老婆 张雨昕回头 见他们似有活动 笑着过来问 你们打算做什么 林峰问 参加吗 我们给小石头上颜色 跟宝宝们一起做活动的机会 他当然不会错过 林峰将颜料每一色都分出少许 拿出我们捡来的石头 把它们涂上我们喜欢的颜色 好不好 好 宝宝们一下兴趣高涨 开始涂涂画画 张雨昕看着自己圆圆的小石头 心中一动 林峰凑过来问 老婆 你想画什么 张雨昕笑着说 画我们 林峰观察宝宝们的一举一动 Q Net 四宝形如风 做事也是雷厉风行的 就在其他宝宝 还在挑选颜色的时候 他已经对黑色下手了 哗啦哗啦一通上色 玩得起劲 二宝挑选的颜色 是最靓丽的 所以 林峰以为他会选择红色 或者绿色 没想 最后选择的却是金黄色 大宝的变形金刚 也是五颜六色 理由是 觉得自己的石头 已经很漂亮了 不需要再上颜色 而这边 张雨昕用铅笔 在圆圆的石头上 塑写了两人的画像 林峰眉眉微一挑 老婆 你学过画 张雨昕浅浅一笑 学过呀 不过一些皮毛而已 好几年没画了 感觉还好 没有声说 林峰起身 成 你们画 我去做饭 张雨昕拉着他 软声说 不要 留下来 我们一起好不好 他一家六口在一起的感觉 这个时候 他希望林峰也能参与进来 老公 我涂你的颜色 你涂我的颜色 怎么样 林峰想了想 好吧 不过事先说好 我涂色不好看哦 张雨昕一脸无所谓 没事啊 你喜欢什么 就涂好了 他上色很快 林峰的长相 微妙微笑的跃于石头上 老公 该你了 林峰毕竟也是 有技能在手的 初级技能达不到张雨昕这种 没乱涂鸦 就已经很不错了 张雨昕意外 老公 不错呀 颜色运用得很大胆哦 他拖着腮 回头我让爸做个盒子和支架 把这个放好 多年以后拿出来再看 皆是满满的回忆 林峰赞同 三宝凑过来夸奖 爸爸妈妈画得好漂亮啊 就跟真的一样 张雨昕轻轻卡 很快 宝宝们漂亮的石头出炉 在大人看中 这是一通乱画 随意涂鸦 可是在宝宝们看来 这就是他们精美的画作 他们当然是称赞加鼓励 希望以后再接再厉 事后 张雨昕带宝宝们去洗手 林峰去做晚饭 等收拾好了 宝宝们拿着石头 哒哒哒跑去给外公外婆看 赵丽贞大为夸奖 不错 一个个画得都很漂亮 哎哟 没准以后 你们个个都是小画家呢 张富勇过来一看 这都画的什么 玩意儿三个字没说出来 就被赵丽贞打断 这都是宝宝们画的 你看看 说完 还瞪一眼张富勇 张富勇反应过来 赶紧说 不错不错 都很不错 他最满意的 还是三宝的金苹果 颜色统一 一目两然吗 不过 才一岁半的孩子 又是他的小孙孙们 没一点要求 吃饭了 宝宝们走在前面 张富勇和赵丽贞跟在后面 赵丽贞瞪他一眼 张富勇赶紧冤枉 我不知道是他们画的 以后我不随便做评价 赵丽贞淡淡说 以后说话前 想一想 张富勇 知道了知道了 第284章 宝宝们的小秘密 第二天 林峰带着张雨昕 和宝宝们一起去超市 来到摩都这么久 还没有一家人逛过超市呢 或许是快过年了 超市已经有了年位 来逛超市的人很多 喜气味十足 买了一些食材之后 便打到回府 四宝扯了扯二宝 朝购物车里的鸡蛋指了指 二宝眨巴着眼睛 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笑容 张雨昕推的是宝宝们 林峰购物车里全是东西 因为带着孩子不方便 所以也没有多买 因为快过年的缘故 超市有很多都在做活动 优惠力度挺大的 等会我再来一趟 买一些能放的干货 还有一些年货 张雨昕听林峰这么说 没意见 一会让妈看着宝宝们吧 我跟你一起来 林峰趁此机会握了握她的手 好 能感受到张雨昕对自己的依恋 林峰和张雨昕将东西放在厨房以后 又走了 临走前 跟在客厅打电话的赵立真说了一声 我看着呢 你们去吧 赵立真捂着手机说道 四宝和二宝勾勾手指头 其他两个宝宝都围了过来 四宝指了指厨房台上的鸡蛋 说话最利索的二宝说 看到那些鸡蛋了吗 妈妈告诉我们 只要把它抱在怀里 就能孵出小鸡来 我们一人拿一个鸡蛋 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怀里 这样第二天就有小鸡孵出来了 其他两个宝宝一听 顿时两眼放光 哎呀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三宝抬头问 可是这个好膏 我们根本就拿不到 大宝说 用凳子 四个宝宝齐心协力 搬着凳子来到厨房 四宝一个不慎 一下摔倒了 哥哥姐姐 赶紧就过来关心问他 四宝摇摇头 我没事 两米远的距离 宝宝们携手合作 也不怎么吃力 都说孩子一旦静悄悄 不是睡觉 就是在坐腰 赵立真挂了手机 没有听见宝宝们的声音 宝宝们 你们在干什么呢 人在哪里 这时 四个宝宝们 从饭厅的另一边 上楼去了 赵立真没有听见宝宝的回答 只听到咚咚几声 心中一紧 赶紧上楼去看 推开门 就看见宝宝们在卧室 齐刷刷地看着他 十分有默契 宝宝们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外婆叫你们 怎么不回答 这时 客厅的电话响了 赵立真叮嘱他们 乖乖地 外婆先去接个电话 然后再来陪你们好不好 宝宝们点点头 等赵立真一走 宝宝们这个 笑得跟小狐狸似的 他们将得来的鸡蛋 放在枕头下面 二宝一脸期待地说 等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抱着他 这样我们明天就有小鸡了 大宝露出傻笑 给爸爸妈妈一个惊喜 他们看到小鸡 肯定会很开心的 四宝摸了摸 属于自己的那枚鸡蛋 哄小宝宝师的开口说 鸡宝宝乖哦 先在这里睡觉叫哦 他们跟各自的鸡蛋说再见 然后心满意足地下楼了 张宇熙和林峰带了不少东西回来 老婆 把蔬菜这些放冰箱一下 好 如果是林峰 肯定会发现鸡蛋的树木不对 张宇熙关上冰箱门 就看见三宝对自己欲言又止 怎么了三宝 有话跟妈妈说吗 三宝犹豫了一下 摇摇头 妈妈 明天三宝给你一个惊喜 你肯定会开心的 张宇熙想了想问 那能告诉妈妈 是什么惊喜吗 三宝摇摇头 现在还不可以哦 要明天早上才能告诉你 张宇熙也不追问 那好吧 明天妈妈等着三宝的惊喜 三宝开心地跑去玩了 NAT 赵丽珍和张富永 打算今年好好过个年 年货也是要准备的 这次林峰看超市做活动 买了不少回来 差不多都齐全了 回想上次再没成过年 赵丽珍还有些怀念的 今天晚上 宝宝们都非常主动地配合睡觉 很积极 张宇熙和林峰都有些纳闷 觉得宝宝们有点不大对劲 尤其是大宝 从来没有早睡的人 这次竟然要早睡 张宇熙笑着说 三宝今天说 明天要给我一个惊喜 会不会跟这个惊喜有关 林峰不明其义 可能吧 睡到半夜 林峰给宝宝们把嘘嘘 伸手一抱 触手时湿滑湿滑的 不对劲 林峰伸手一看 吓了一跳 拉肚肚了 还是拉臭臭了 而且一点都不臭啊 一时间 林峰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等他定睛一看 这 是鸡蛋 林峰脱掉四宝的小酷酷 还真什么都没有 这真是鸡蛋 林峰皱眉 寻思儿子睡觉 被窝里放个鸡蛋做什么 他料不及细想 带着四宝去吁吁 然后 给四宝换换酷酷 末了放在大床的被褥里 然后过去整理四宝的小床 给他铺上新的小棉被小毯子 做完这一切 看着熟睡中的四宝 林峰好笑不已 第二百八十五章 但不见了 收拾完四宝之后 接下来给大宝把吁吁 当把他抱起来的那一瞬间 林峰的脸色微微一凝 熟悉的生鸡蛋味细看 果然身上沾着鸡蛋液 手上还拿着鸡蛋呢 林峰赶紧去看其他的宝宝们 除了三宝之外 他们的鸡蛋都碎了 林峰把宝宝们一把屎一把尿的 照顾这么大 也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内心一点都不慌 他大概已经猜到 宝宝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林峰一个个将宝宝们收拾好 把衣服 小背套这些都放在洗衣机里 明天洗 再把三宝枕头下面的蛋 放回冰箱里 第二天 一早 起来叙叙拉臭臭的宝宝们 都梦了 他们的蛋不见了 不 不是他们的蛋不见了 是他们孵出来的小鸡不见了 二宝哇一声就哭了 这嗓门把三宝都给吓醒了 林峰昨晚上想了想这个事 除了自己和雨昕去超市那回 宝宝们一直都在自己眼皮下 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偷拿了鸡蛋 如果不是偷拿 赵立真会不知道 张雨昕也被二宝的大嗓门给哭醒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不仅是二宝 除了三宝之外 都哭了 这种场面 张雨昕已经好久好久没见过了 还是他们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 知情人士林峰 在他耳边小声解释了一番 张雨昕顿时又心疼又好笑 肯定是昨晚我给宝宝们说 小鸟是孵化出来的 难怪三宝说 今天会给我一个惊喜 原来是这回事 看着一个个伤心的宝宝们 林峰轻声说 你们先不要哭 爸爸跟你说一件事 除了三宝一脸难过之外 其他宝宝们都可伤心了 根本就没听林峰在说什么 他又说 爸爸带你们去看鸡蛋在哪里 果然 这句话很有效果 成功让宝宝们都不哭了 不过在爸爸告诉你们之前 要先叙叙和拉臭臭 不然的话 会拉在小床上的 宝宝们依次去厕所 赵立真发现 卧室的门是开着的 伸头看了看问 刚才我听见二宝在哭了 怎么回事 张雨昕憋着笑 昨晚上听我说 小鸟是从蛋孵出来的 几个人偷偷地拿着鸡蛋放在床上 估计想的是孵小鸡呢 结果半夜 除了三宝那一颗鸡蛋没坏之外 全都碎了 这不 一觉醒来 发现鸡蛋没了 搁着哭呢 赵立真瞬间明白 过来一拍鹅头 昨天我打电话 有这儿没听见他们几个人声音 我过去一看 他们就从饭厅直接跑到了楼上 我又上楼一看 几个都好好的 刚好客厅的电话响了 我就下去接电话 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偷偷地在厨房把鸡蛋给拿了 你说厨房那么高 他们是怎么上去拿的鸡蛋 不行 回头要把厨房的刀叉 这些尖锐的东西都放好 免得孩子拿了 伤了自己 正说着 就看见宝宝们一个个挂着眼泪 嘟着小嘴从厕所里面出来 林峰带他们去阳台的洗衣机 翻出里面的小被单和他们的小衣服 鸡蛋都碎了 二宝几个一听 哇一声就哭了 就连三宝也跟着哭了 呜呜 我们的小鸡没有了 都碎了 小鸡 我的小鸡 再也没有小鸡了 看到这一个个眼泪 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 可劲往下掉 三个人心疼得不得了 抱在怀里又哄又安慰的 林峰哄着他们 别哭了 那个鸡蛋 是我们大人和小朋友吃的 是孵不出来小鸡了 张雨夕赶紧说 就算宝宝们再怎么敷 也敷不出来的 赵立真跟着说 可不是就算母鸡来了 啊 不 是鸡妈妈来了 她也不能把那些蛋敷成小鸡的 三宝脸上还挂着眼泪 抽抽叶叶地问 为什么 其他宝宝们也渐渐止住了哭 赵立真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解释 扭头看向女儿女婿 张雨夕本能地看向林峰 林峰解释 因为里面没有小鸡啊 只有那种里面有小鸡的鸡蛋 才可以把它敷出来 三宝可怜兮兮问 爸爸 可以给我一个有小鸡的鸡蛋吗 二宝哭得最大声 眼泪流得最凶 爸爸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妈妈 外婆 你们也是最好的 我超爱你们 四宝直接扑进赵立真的怀里 外婆 四宝想要小鸡吗 大宝也抽抽叨叨的 赵立真看向林峰 都快过年了 哪来的小鸡啊 林峰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赵立真 意思就是 小鸡他可以弄 但是得看赵立真的意思 赵立真把外孙们当眼珠子疼爱 你看着弄 如果真能付出小鸡啊 那些鸡到时候 我养着就是了 林峰哄着宝宝们 好了 都别哭了 爸爸去给你们 买能孵化出来的小鸡 宝宝们都笑了 变脸速度很快 林峰却说 孵化小鸡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今天买回来 明天就能孵化成功的 需要耐心慢慢等待 如果你们一个个等不及了 那爸爸就不用买了 你们考虑好吧 孵化小鸡需要二十天左右 这个过程并不短 宝宝们想都没有想 就同意了 将宝宝们收拾好 让赵立真带宝们下楼 自己去网上买受精可孵化的鸡蛋 在买孵化箱时 他犹豫了 想自己做 以前刷视频时 林峰刷到了 有人自制孵化箱 多种多样 原理是一致的 那不如自己做孵化箱 这样才有意思 也能让宝宝体会到 手工制作的乐趣 随后 林峰在网上买三十个 有鸡蛋 鸭蛋 还有赫纯蛋的受精蛋 哪怕三十个之中 失败了二十几个 肯定还有几个是可以存货的 林峰找了同城卖家 对方承诺 下午就可以送到 接下来 林峰就是去网上 制作孵化箱的教程 然后 他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视频 用电饭包孵化小鸡 但是需要一个控温器 等吃了早餐之后 自己去买一个 张雨夕上来叫林峰吃饭 老公 忙完了吗 Net 林峰收起手机 忙完了 我打算带宝宝们一起扶小鸡 这样 对宝宝们来说 才有意义 吃过早餐 林峰问赵丽贞 妈 家里有没有不用的电饭包 赵丽贞想了想 有吧 你要做什么 扶小鸡 赵丽贞